第121章 六摇补卦 山海阁 楚风前脚刚到 魏东清后脚就到 手里拿着一达文件 文件上是用最快速度收集而来的资料 楚风接过资料后就快速浏览 当看完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吐出 此时此刻楚风非常肯定 林晓就是楚家当初逃过劫难的小女孩 老大 这员工有问题吗 我记得之前接触 你对他印象应该挺好的呀 等候在旁侧的魏东清忍不住开口询问 楚风摇了摇头说 没问题 这是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不要和外界说调查的事 这一刻 心中急躁让楚风恨不得立马就冲到林晓家里 找他母亲询问清楚当初情况 奈何 时间已经很晚了 这时候去打脚恐怕不太好 为此 楚风只能强行将心中急躁给压下 想着明天早上再去 毕竟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也不急这么一会儿 一夜走过 清晨 天刚亮 楚风就开车前往林晓家 资料显示 林晓和母亲在云城一直都是租房子住 目前住的是一套独栋公寓 到达公寓外 见时间还早 楚风想着 林晓和他母亲可能还没起床 就没力马上前去敲门 一转眼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还是没听到公寓内传来任何动静 楚风不由地想 这母女两难不成还有睡懒觉的习惯 正想着 电话响了起来 是秦燕燃打来的 刚接通他就说 楚大哥 刚刚接到张姐的消息 说研发部的林晓昨晚半夜给他发了辞职信 他恐怕是准备离开云城啊 刚得到消息就打来电话 是因为昨晚睡觉时 楚风将发现的情况说了出来 秦燕燃也很意外 没想到楚风一直寻找的楚家人就在集团上班 得知林晓昨晚半夜辞职 秦燕燃就意识到 很有可能是楚风发现他手腕上胎记事后 神态不对 林晓回家和他母亲说了 他母亲担心楚风和当初毁灭楚家的人有关 要带着他到别的地方躲起来 半夜辞职 明显是要到别的地方躲起来 挂断电话后 楚风顾不得等待 当即上前敲门 想看看林晓是否还在 门被敲得很响 但屋内一直没动静 焦急促使下 楚风捏住门把手微微一震就将门锁打开 喊了一声林晓后就走了进去 屋内空无一人 楚风走进卧室后 看到床上堆着一些明显是被匆忙遗弃的衣服 看样子 秦燕燃的推测没错 林晓和他母亲可能是半夜离开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 难不成又要错过 楚风立马打电话给魏东青 让他查昨晚到今早的飞机和火车信息 看是否有林晓离开的信息 十分钟后 魏东青回电话来 告知不论是火车还是飞机 都没查到林晓买票的记录 没有坐火车和飞机 那就只能是乘车 但乘车想要查到 很难 扫眼四周 见街道上有监控器 楚风当即就让魏东青赶快过来 从监控器入手 查清楚林晓两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顺着线索追查下去 追查需要一定时间 楚风只能回到山海阁等待 两个小时后 魏东青发来消息 告知根据监控追查 林晓和他母亲凌晨三点离开家 监控里 两人乘坐的车最后消失在通向云城下方兰花线的道路上 带上一部分人 去兰花线 楚风立马出门上车 以最快速度冲向兰花线 寻找那么久 终于找到线索 他不想错过 兰花线 楚风最先到达 但下车后 他就无奈了 一个县城那么大 怎么才能找到刻意躲藏的母女呢 魏东青带人来搜寻 也需要时间 一阵迟疑后 楚风心头顿时有了主意 他忽然走向路旁的一棵树 顺手摘下来三片树叶 并将三片树叶扔在地上 跟着又摘下三片树叶再次扔在地上 盲目寻找 只会浪费时间 楚风准备利用六摇补卦 确定搭带方位 这样寻找起来也就更轻松 六片树叶 每一片代表一摇 卦象很快就出现 根据卦象显示 可以肯定要寻找的人就在周围且在东南方向 准备先走走看 万一运去好 能遇到林小也说不定 没多久 魏东青也带着黑龙帮的成员赶到 并按照楚风的交代散开 以东南方向拉往事搜寻 每个黑龙帮成员的手上都拿着一张林小入职天美集团时拍下的照片 黑龙帮此次调动了五百人前来 五百个衣着统一的壮汉散开并走在街道上 顿时就引起不小的骚动 很快 巡察司的人就赶来 得知黑龙帮到兰花县这个小地方只是找人 而不是闹事后立马撤走 更深处的街道上 楚风就像是无头苍蝇 这里走走哪里走走 一直没能有发现 就在他被急躁搞得有些心烦时 魏东青忽然打来电话 老大 找到了 在哪里 问清楚地点后 楚风当即交代 魏东青不要轻举妄动 守在四周旧城 他立马过去 与此同时 在一间出租屋内 林小透过窗户看着下方不断聚集的黑龙帮成员 一张翘脸早就白了 他没想到 对方速度会那么快 自己和母亲刚到这里 都还没安顿好 就一路追来 妈 我们今天怕是走不了了 意识到没办法离开的林小 转头朝银丝掺扮的母亲丁月说道 丁月来到窗前看了看 无奈一笑后感叹道 躲了二十年 终究还是没能躲得过去 小小 是妈对不起你 妈 你不要这样说 都怪我 要不是我想着将手腕上的疤痕弄好 也不会发生这些事 内心极为后悔的林小 泪水无声无息地顺着面颊流下 丁月忽然抓住林小的手 说 小小 你准备好 等会对方要是冲上来 妈会帮你冲出一条路 你立马逃走 妈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 丁月笑了笑 抬手擦拭着女儿脸上的泪水 说 小小 妈妈一直没告诉你 妈妈其实也是一个舞者 能对付得了这些人 什么 林小瞪大双眼 满脸吃惊 咚咚咚 敲门声忽然响起 紧跟着楚风的声音传来 林小 是我 将门打开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林小和丁月对视一眼后 神情都变得极为坚决 第12章 楚家灭亡之音 事宜女儿准备好后 丁月转身去开门 门刚打开 他就立马发动攻击 手直接抓向楚风喉咙 动手前 丁月本以为对方会反抗 想要将对方给擒住很困难 然而事实是 楚风就像是没看到他的攻击 任由他的手抓在自己喉咙上 丁月一愣 没想到会这么轻松 但他也没想太多 摆出一副很凶狠的样子 朝后方卫东青等人呵斥道 全都给我退开 否则我就掐断他脖子 卫东青没动 其余黑龙帮的成员也就没动 开什么玩笑 老大就算站着不动 他也不可能伤到老大 楚大哥 为什么 林小红卓颜走了上来 楚风正要开口解释 丁月手就收紧 并呵斥道 我再说一遍 退开 否则我就捏死他 对此 楚风只能微微调动真气 丁月抓在他脖梗上的手 强行被震开 意识到楚风实力强得自己难以抵抗后 丁月掩路绝望 亮枪后退 开门之前 他本以为就自己按尽中期的实力 豁出命的前提下 完全可以给女儿杀出一条生路 却没想到 对方来了一个实力如此强悍的人 今天 看样子是走不了了 逃避二十年 终究还是逃不了 丁月气势一落千丈 惊气神好似瞬间被抽空了一样 楚大哥 有什么冲我来 不要伤害我的妈妈 求求你了 林小祈求的看着楚风 林小 你搞错了知道吧 楚风很无奈的说着 就朝前走来 丁月立马伸手带着女儿一起后退 阿姨 林小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已经找了你们十多年了 我不是要来伤害你们的人 我是当初被一个高人从楚家救走的孩子 阿姨 你还记得我吗 当时 我大概只有五六岁 此话一出 丁月身躯顿时一颤 眼神震惊地盯着楚风 想要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当初那个孩子 林小也愣了一下 跟着像是想起了什么 声音沙哑地问 你 你是云哥哥 丁月也开口问 你是小云 听到这话 轮到楚风激动了 对面母女很明显知道自己的具体情况 楚风摇了摇头 赶忙解释道 阿姨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 关于当年在楚家以及之前的事 我失忆了 什么都记不起来 我只知道 我当初是被在楚家的水井内发现 然后被我师父带上了山 因为她是在楚家找到的我 就给我取名楚风 这几年 我一直在调查楚家当年的惨案 但收获甚微 前不久 刚调查到当初楚家有一对母女 曾免于灾难 调查到女孩手腕上有一个圆形胎记 我也没想到 世界上会有那么巧合的事 前段时间见林小手腕上的伤疤一直没好 我就配着药膏给她治疗 却没想到疤痕消除后 胎记显现了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 昨晚再见到她手腕上的胎记后 我才会询问 我是真没想到 我一直寻找的人 原来就在身边 听得解释 丁月玄之的心彻底落下 昨晚回家 女儿忽然提起手腕胎记的事 她心头顿时一惊 跟着得知楚风主动提到圆形胎记 她瞬间就慌了 以为楚风是和二十年前灭楚家那些人是一伙的 为了生存 丁月立马就让林小辞职 然后带着她半夜跑路 搞半天找来的不是敌人 而是二十年前被丈夫带到楚家 且给楚家带来了灭顶之灾的孩子 更让丁月意外的是 当初那个孩子 这些年也一直在查二十年前楚家的灭门惨案 透过丁月的神色变动 楚风知道她放松了下来 上前语气很温和地说 阿姨 你放心 我回来了 今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们 等等 丁月刚放松的神情顿时又紧绷起来 很警惕地朝楚风问 你将你的后背露出来 小云刚到我家时 我曾给她洗过澡 我记得她的后背上 有一颗三角形的痣 多年的逃生 早已让丁月犹如惊弓之鸟 更清楚 那一伙想要赶尽杀绝的人 无所不用其极 搞不好弄了一个假冒的人出来 殊不知 两人都被围堵在这里 还需要假冒吗 楚风也很无奈 但为了彻底让对方信任 他只能将上衣脱下来并转身 当见得起后背三角形的痣后 丁月神情上的紧张 这才彻底消散 本以为身份得到证实 故人相逢 丁月会很热情 但楚风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他发现 丁月看自己的眼神 明显带有怨怒 存在怨气 想要坐下来好好聊就不太可行 为了搞清楚 丁月为何对自己存在怨怒 楚风很直接地问 阿姨 是我什么地方没坐好吗 让你心中对我存在看法 丁月轻笑一声 冷着脸转身走到沙发上坐下 似乎并不打算解释 林小则是一头雾水 本以为楚风的身份得到证实 母亲会很开心 但恰恰相反 再证实了楚风的身份 得知他们前来不是要伤害自己等人后 态度忽然就冷了 楚大哥 你先坐 林小招呼楚风到沙发上坐下后 朝母亲问 妈 云哥哥 找到我们不是挺好吗 你为何看起来不开心呢 泪水 无声无息地从丁月眸中涌出 小小 你可知道 楚家为何会遭受灭顶之灾 丁月神情落寞地开口 林小愣了一下 跟着就想起来 小的时候 母亲曾提到过 楚家遭受灭顶之灾 只是因为 父亲从带了叫小云的孩子回来 毁灭楚家的人 目标就是那个孩子 为了找到那个孩子 直接就对楚家所有人进行屠杀 之后 还放火毁尸灭迹 楚家遭受毁灭后 为找到那个孩子 还曾对他们母女俩也进行追查 要不是有朋友相助 母女俩早就被杀了 想到这些 林小顿时明白 母亲为何确定楚风的身份后 态度忽然就冷了 楚家遭受灭亡 自身逃亡的 都不敢抛头露面做生意 日子过得极为艰苦 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 楚风也不是傻子 听到丁月这话 外加自身的一些猜测 以及他忽然就变了的态度 他很干脆地问道 阿姨 楚家出世 和我存在很大关系吧 第123章 少得可怜的线索 不然呢 丁月冷冷地看着楚风说 你前一天刚到 对方后一天也跟着找到 不由分说 就动手进行屠杀 你倒是好好活着了 楚家那么多人 却因为你而死亡 你觉得 我该不该怨恨你 面对斥责 楚风一脸诚恳地点点头说 确实怪我 楚家遭受劫难 也是因为我 所以我回来 才一直在寻找你们 想要进行补偿 接下来 你们将遭受我的庇护 谁敢欺负你们 我绝对让他不好过 哼 丁月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很无情地说 你就是我们楚家的灾心 只要与你在一起 绝对没好结果 你走吧 我和小小不需要你的保护 我们自己能保护自己 你只要不来打搅 我们就成 这话 说得楚风脸色不由得有些难看 楚家发生灾祸 虽说确实和自己有关 但楚风很想问问丁月 当时的自己才多打 自己知道什么 是自己主动到楚家的吗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 还如此记恨 真是有些给脸不要脸 林小瞥见楚风明显 不好看的脸色 知道泥人尚且有三分火 更别说是一个大活人 继续让母亲说下去 他可能就要生气了 他赶忙起身到 楚风跟前小声说 楚大哥 要不你先到外面去等会 我妈情绪有些激动 我先安慰他 绅士之谜还掌握在丁月手中 楚风真不想和丁月闹得太过火 点点头起身带着魏东清等人回到楼下 扫眼四周 齐刷刷全是黑龙帮的成员 更远处则聚集了不少人 正朝这边看 楚风就说 既然人找到了 就让弟兄都回去吧 留下实力最强的识人等着 魏东清当急去进行安排 将其中实力最强的十个人抽出来 知道楚风可能是要这识人留下来 保护丁月母女 对了 昨天你的手下找你没有 楚风忽然想到了昨天的事 说 他给他们荡靠山 促使他人去放高利贷 欺压他人 找了 魏东清很老实地点点头 说 我已经对他做出惩罚了 楚风恩了一声 说 身居高位 不能欺压平凡人 以前怎么样我不管 但你既然选择追随在我身边 我就不希望 有人借着黑龙帮的名义 为虎作仓 下面的人 该约束要约束 犯了错的 该惩罚就要惩罚 我要是再遇到黑龙帮成员 给别人荡靠山 让人遭受欺压 我可就收拾你了 魏东清脸 尚早已冷汗直流 我从楼上下来 神色复杂地说 楚大哥 你有事要问我妈是不是 楚风点了点头 林小接着说 那你上楼吧 我妈的情绪已经稳定了 尽管知道 可能得不到多少 自己想要的信息 但楚风还是和林小一起上楼 丁月脸色依旧很冷 双眼通红 坐下后 楚风也不客套 直接说 阿姨 我想知道 当初我到底是怎么出现在楚家的 你对我的身份 是否有所了解 丁月没说话 林小凑到 他身边 轻轻地推了推他胳膊 他才开口说 你是被我老公带到楚家的 你刚到楚家时 全身是血 但不是你的血 具体是谁的血我也不知道 关于你的身份 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有问过我老公 他说还是不知道为何 只说了你小名叫小云 对于你 我所知道的 就只有这些 顿了一下 丁月继续说 不过 那些到楚家的人 除了找你还在找另外一样东西 似乎是一块玉佩之类的 听到这话 楚风下意识想到了 老头子留下那块龙形玉佩 他实在想不明白 对方那么大动干戈 难道就只是 为了找到龙形玉佩 回来的路上 他好几次将玉佩拿出来研究 想要看看 玉佩上是否藏有 和自身身世相关的信息 但看来看去 玉佩就只是一块很正常的配饰 没任何特殊 想到自己当时刚到楚家没多久 楚家就发生了灾难 而唯一知道自己身份的人 就是林小的父亲 当时就已死亡 想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 还得慢慢来 忙活那么多 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 楚风安慰自己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吐出 朝丁月两人说 阿姨和我一起回云城吧 在那边我更方便照顾你们 丁月摇了摇头 说我就不去了 这边环境也不错 我打算就在这边养老 楚风则看向林小 林小一脸为难 昨晚要不是母亲逼迫 她根本就不想辞职 因为一直以来 在天美集团都做得挺好 看出林小很想回去 楚风就说 林小 你要是想回去上班 直接回去就成 秦总也很看好你 林小下意识看向丁月 你想回去上班就回去吧 我这边不需要你担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 丁月语气很无所谓 其实内心也有自己的盘算 尽管说 她对楚风很不待见 却知道 这年轻人 现在很不简单了 自己活到现在 该经历的也经历了 即便是死亡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林小跟着回到云城 将处于楚风的庇护之下 这样要是有人想要 伤害她 也能得到保护 反之跟在自己身边 当初的敌人 要是再找上门来 处境就会很危险 林小点点头 随后就去房间收拾东西 楚风忽然想起 还有一件事没问 就说 阿姨 对于当初动手的人 你是否有线索 知道是什么人所为吗 自身虽不是楚家人 但楚家人 却是因为自己而死亡 这仇 楚风很清楚的她来付 丁月看出楚风的意思 思索着说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 但当时我有见到其中一人 那人身着神道门的服饰 眉心这里有一颗红质 非常显眼 但这些年 我一直在查神道门内 是否有此人 一直没有查到 眉心有红质 楚风暗暗将这特殊的信息 准备等到神道门时 好好看看神道门内 是否有此人 凌晓收拾好东西后 两人当即离开 到了楼下 楚风朝魏东卿说 让先前留下来的 十人守在这边 远距离进行保护 魏东卿当即留下 进行安排和布置 楚风则带着凌晓 折返云城 路上 楚风忽然问 凌晓 当初我到楚家时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些什么 你还记得吗 第124章 引蛇出洞 记忆需要刺激 楚风很清楚 当时的自己 年龄也不算小了 必然知道 自己是谁家的孩子 只要能让消失的记忆恢复 那很多事 就能立马搞清楚 林晓先前叫了一声 小云哥哥 说明自己两人 当时应该有相处过 林晓思索着说 时间过去太久 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晰 没事 记得什么就说什么 对于这样恢复记忆 楚风本就没抱太大希望 但现在 反正也没什么事 事事也不是不可行 林晓开始描述 父亲忽然说有事要出门 第二天 就抱着全身是血的楚风 出现在楚家 当时 楚家也有人询问 楚风是谁家的孩子 但林晓的父亲并未言明 只说是一个朋友的孩子 朋友遭受袭杀 他只能将楚风 带来楚家避难 清洗一番后 林晓说 楚风的状态看上去很差 一个人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他父亲当即就叫他上前去安慰 接触 始终是小孩子 没多久就玩在一起 由于楚风年龄稍微大点 他就叫他小云哥哥 再之后 就是屠杀楚家的人 忽然找上门 他也不知道 大人们在屋内具体聊了些什么 很快屋内就传来惨叫 跟着母亲就带着他逃离 楚大哥 具体就是这样的 时间太久了 很多事 我其实也记不得了 不好意思啊 林晓很愧疚的说 楚风笑了笑说 不碍事 我打听当时的情况 就是为了看看 能不能触动我 失去的记忆 本来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对了 回到云城 也别独自一个人住了 山海阁房间不守 你就到山海阁去住吧 这样早晚上下班 还可以和你们秦总一起 一听要和老板一同上下班 林晓的心顿时就提到嗓子眼 员工 都不想和老板近距离接触 更别说是一起上下班了 随便想想 林晓都觉得可怕 他摇摇头说 楚大哥 我还是救助原先哪里算了 不行 楚风语气很坚决的拒绝 解释道 我们之前那么大的动静 想必已经引起 一直在搜寻你和你妈下落的人注意 搞不好很快就会找到你 你独自一个人生活 很危险 当初 是我给楚家引来灾难 虽然我还没搞清楚 我自己的身世 但这二十年 我早已将自己 当成是楚家遗孤 现在 找到你和你母亲 我必须要保证你们的安全 不让你们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林晓很想反驳 却不知该如何反驳 最后只能说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那些当初对楚家动手的人 应该早就放弃了吧 打心底 他是真不想和秦燕燃 这个老总一同上下班 只能用这个很跌脚的理由 来说服楚风 你想多了 楚风很严肃的说 当初那些人为何到楚家 他们到楚家 找我都是其次 很大概率 是为了我身上带着的玉佩 我被藏了起来 你和你母亲也躲了起来 他们不知道 玉佩到底是在谁身上 因此不会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你要是不相信 等回到云城 我可以试验给你看 这样一说 似乎也有些道理 这二十年来 特别是最开始 林小记得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家 当时年龄很小的他不明白 为何要时常搬家 也很讨厌搬家 有问丁月可不可以不搬 当时 丁月说不搬不行 那些祸害了楚家的人 还在寻找他们 一直到近几年才安稳下来 但林小很清楚 母亲一直都很小心 能不出门的情况都不出门 没不让他到外面活动 是因为他长大了 样貌和小的时候 变化很大 其次 当初带出来的钱 到现在早已用光 得有人出来上班赚钱维持生活 仔细思索这些事后 林小梅在挣扎 她其实也很想看看 当初毁灭楚家的人 到底还有没有盯着她和母亲 再一个 楚风能将下凡白给赶走 实力不用多质疑 完全可以试验一场 将对方引出来 一方面是消除隐患 另外一方面 则是查清楚 当初毁灭楚家的事例 到底是谁 一路回到山海阁 楚风当即让正回来的魏东青 将消息散播出去 就说 楚家当初逃离的女孩露面了 现在就住在山海阁内 等待 不如主动出击 这是楚风一直的风格 她很清楚 不将对方给引出来 那林小就依旧还处于危险中 自身不可能一直跟随在林小身边 派遣人进行暗中保护 也没100%的把握 能保证当对方找上门时 能保证她不受到伤害 因此 最把稳的做法 就是引蛇出洞 将对方给引出来 直接斩杀 同时看看 能不能从对方嘴里 套取到有用线索 由于需要林小作为诱儿 引蛇出洞 秦嫣然也就特批她 不用去上班 等将危险解除后再上班 也不迟 第一天 暂时没什么动静 等到第二天晚上 正在天台上冥想的楚风 忽然睁开眼 转头看向山海阁后方 一片小树林 为避免惊扰到对方 楚风起身离开天台 回到屋内 朝正在交流工作的秦嫣然 和林小说 有人来了 两女都很聪明 知道楚风说的人 必然是想要找林小的人 林小一脸紧张地说 还真有人还在盯着我 那我妈现在岂不是也很危险 楚风笑着说 你妈那边 真要有什么事我立马就会知道 而且你妈实力也不弱 具备一定的自保能力 就在这时 楚风感觉到伊兜传来震动 知道对方已进入山海阁阵法之内 他伸手将伊兜内 用来操控阵法的玉石拿了出来 直接将阵法开启 计划先用阵法收拾一下对方 七力惨叫 顿时从山海阁后方传来 你们留在屋内 我去看看 楚风说着就出门 然后绕路到山海阁后方 等他到时 两个中年男子 早已全身是血的躺在地上 这两人 关乎到楚家仇敌 可不能死了 楚风当即动手在两人身上点动几下 帮两人止住血后 他一手一个 提着两人去往门口 到达门口前方 楚风将一人扔在地上 提起另外一个人问道 谁派你们来的 第125章 山海阁的主人 对市中 被楚风提在手中的男子 眼神冷漠 丁点没有要交代的意思 不想交代 到了我手里 可就由不得你了 楚风冷笑一声 弯腰提起另外一个人 就前往地下室 秦嫣然和林小刚出来 要跟上 楚风就说 接下来的场面有些血腥 你们就不要来看了 两女立马指不折 转回屋内 进入地下室 将其中一人扔在角落后 楚风从身上摸出一把银针 然后在先前询问的男子 身上落针 很快 十八根银针 就插在男人身上不同穴位 这针法 叫十八鬼是针 别说你是人了 就算是鬼来了 也得交代 说完后 楚风就扯过一个椅子 坐着等待 不过一分钟时间 男子脸色就开始变了 他明显感觉到 体内鲜血流动 好似忽然就停了下来 跟着开始逆流 瞬间 他就有一股 自己要炸开的感觉 然而 这才只是开始 最初 男子还紧咬牙根坚持 但还没三十秒 他就忍不住发出惨叫 其身上所有毛孔 都有鲜血渗出 眨眼间 男子就成为一个血人 看得躺在角落的同伴 眼中不断闪过惊恐 凄厉的惨叫 从嘶吼变得沙哑 鲜血 不断从男子身上涌出 然后汇聚到脚下 当血流的差不多 男子体内开始传出脆响 好似骨头正在崩裂一般 刚开始还不明显 但几分钟后 男子身形就矮了半截 整个人好似要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一滩烂泥 且整个过程 遭受折磨的男子 意识都是清醒的 他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鲜血流光 能感觉到 自己全身骨头 正一点点炸裂崩碎 当男子完全堆在地上 眼珠子却还在活动 楚风 看像躺在角落的同伴 问他 你也想尝试一下吗 对方 是一个暗静后期的舞者 此刻 却下意识摇头 丁点不想尝试 不想尝试 那就好好交代 告诉我是 谁派你们来的 内心坚持早已被攻破的男子 当即竹筒倒豆子一样 快速将知道地说了出来 半个小时后 楚风从地下室出来 同时打了个电话给位东青 让他带人过来清扫地下室 免得过几天 臭了影响到整个山海阁 客厅内 林小和秦 燕然见楚风回来 同时起身 秦燕然率先开口问 咋样 查到线索了吗 楚风恩了一声 说 两人只是小虾米 知道的不多 不过将上线说出来了 想要查清楚 只能一路朝上挖 你们就留在屋内 该休息休息 我出去一趟 明白楚风 这是要去找藏在背后指使的人 两女很乖巧地点点头 离开山海阁后 楚风驱车直奔东边 到达郊区后 方向一转 直奔东边普陀山 普陀山上有一座庙 叫普陀寺 按照对方交代 指使他们到山海阁 这个点普陀寺早已关门 楚风下车后 先抬头扫了眼整座寺庙 随后走到门侧墙边 脚尖一点 就很轻松地进到寺庙内 早前虽没进过寺庙 但楚风知道身为主场 肯定是住在最高的地方 当即直奔最高点 大殿内 还有和尚正在打坐念经 楚风忽然出现在门口 并刻意弄出动静 将专心打坐的和尚 给吓得一跳 施主 请问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已经宵禁了 还请不要四处走动 开口的和尚将楚风当成了 留宿寺庙的乡客 楚风也没解释 很客气地说 我有点事 想要找你们空明主持 和尚微微动眉 解释道 这个点 主持已经睡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 可以明天再找他 小师傅 帮帮忙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找空明主持 和尚微微迟疑后 点点头说 那请跟我来 不管是和尚还是乡客 都住在更后方的建筑内 楚风默默跟着和尚 进入一间小院内 和尚招呼一声后 就前去敲门 什么事 屋内传来一个很响亮的声音 师傅 有一位客人 说有很重要的事 找你 很快 屋内就亮起了灯 和尚招呼楚风稍等后 就动身离开 房门打开 空明走了出来 扫了一眼楚风后 他眉头微皱 随即就说 你好像不是今天 四里留宿的乡客吧 楚风微笑着点点头 说 确实不是 我是刚刚翻墙进来的 空明脸面一板 质问道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想问问你 为何要搜寻楚家姨女 此话刚出口 空明脸色就陡然一变 身上更是回荡出不弱的气势 是个半步宗师 你到底是谁 空明一脸警惕地盯着楚风 对方直接找到这里来 说明派去找人的下属死了 且临死之前 还将自身给说了出来 这话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身为普陀寺的主持 背地里却干着一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很想问问你 你到底是谁 你抓楚家姨女 到底想要做什么 面对质问 空明很不屑地哼了一声 冷笑道 年轻人 你的问题太多了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什么事都敢瞎掺和 你要知道 有些是掺和了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话落 空明忽然一脚就跺在地上 只见小院四周墙壁 以及地面上 快速闪烁亮光 嗖嗖 小院四周不同位置 忽然击设起一道道亮点 亮点全都集中在楚风身上 当一切变得平静 只见楚风身上 缠绕着不少极为纤细的细丝 将其牢牢束缚住 年轻人 被万毒蚕丝缠上 你越是挣扎 将缠得越紧 蚕丝上还有剧毒 只要接触到鲜血 就会立马爆发 我劝你最好不要动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是谁 楚家遗女在什么地方 将她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面 空明走了下来 一脸胜券在握的样子 身为半部宗师 还在小院内布置了陷阱 纵然楚风能将派遣 去找楚家遗女的两个手下收拾 但他还是不将楚风给放在眼底 我是谁 楚风一脸自嘲 说我是山海阁的主人 这回答满意吗 第126章 绅士之谜 山海阁的主人 空明紧皱 有些泛白的眉头 想来想去 也没想起山海阁的主人 有何不同 久居庙内 对于外界的事 他不是很了解 看着笑呵呵的楚风 他下意识以为楚风是在瞎扯 瞪着他说 你最好老实交代 楚家遗女现在在什么地方 楚风并未回应 而是说 你找楚家遗女 是想要寻找一块龙形玉佩吧 你知道龙形玉佩在什么地方 空明情绪很明显的出现波动 双眼死死盯着楚风 自从20年前失去目标后 龙形玉佩也跟着彻底失去踪迹 现在 对面这年轻人主动提到龙形玉佩 说明他应该见过那玉佩 同时也知道在什么地方 暗自吸了一口气 压住心中激动后 空明一脸认真的说 年轻人 只要你告诉我 那龙形玉佩在什么地方 我不仅仅可以饶你一命 还能让你拥有 想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财富 你不是很想知道 我是谁吗 答非所问 且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楚风的瞎扯 弄得空明下意识烦躁 但为了目标误 他还是沉住气说 是 我是想知道你是谁 我吗 楚风刻意停顿了一下 然后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 说 我就是龙形玉佩的主人 空明先皱了一下眉头 没反应过来 但不过三秒 他眼珠子就瞪大 意识到 楚风就是这些年 一直在寻找的目标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们正满世界找你呢 你去主动送上门来 空明此时此刻很开心 楚风也跟着笑了笑 反问道 看样子你知道我的身世 来之前 他盯点没想到 对方会知晓自己 想着这件事牵扯很深 对方多半也是一枚棋子 但当提到龙形玉牌 加上表明身份后 对方的言语种种 楚风瞬间就肯定 面前这个老徒驴 比自己想象的知道的还要多 知道 怎么不知道 但那又如何呢 空明神情松懈 笑呵呵的说 你要是想知道你的身世 就告诉我 龙形玉佩在什么地方 只要我得到龙形玉佩 你想知道 什么我都可以完完全全告诉你 当真 楚风摆出一副很好奇的神情 当然是真的 空明也一脸认真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玉佩就在我身上戴着 什么 空明一愣 视线立马集中到楚风脖子上 见确实有两根线 像是带着什么东西 他的心瞬间无比激动 只感觉这惊喜 来得也太突然了 苦苦寻找多年的龙形玉佩 就这么来到面前 因为楚风身上 还缠着万毒蚕丝 空明即便很想 立马就查看 对方是否真的带着龙形玉佩也不敢 自身布置的陷阱 到底有多危险 他很清楚 想到楚风现在已被自己给控制住 龙形玉佩早晚都是自己的 空明也就不那么着急了 笑呵呵的说 既然你想知道你的身世 那告诉你 也不是不可以 楚风面色没太大变化 星则提了起来 耗费不少心神 终于得以知晓 自己到底是出自谁家 咱们神州以前的第一家族肖家 你应该有听过吧 二十年前 要是不发生那一场意外 肖家现在依旧还是神州第一家族 你将是神州及万千光辉于一身的 肖家少家主 楚风牙根骤然咬紧 他是真没想到 自己竟是出自肖家 曾经的神州第一家族 自从十多年前 肖家家主和夫人 以及孩子凭空失踪后 肖家就开始走下坡路 很快就被实力相当的陈家所取代 失去了神州第一家族这把交椅 这些年过去 肖家早已落寞地淡出大众视野 尽管如此 但只要提起肖家 不少人还是有印象 终于将自己的身世给搞明白 也算是了却内心一件大事 出门前 楚风是真没想到 此情的收获会这样大 他正准备动身 空明却自顾说了起来 这让楚风急忙止住 觉得应该还能不用费任何力气 就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信息 可惜了 数大招风 肖家昌盛太多年 还出现你这个天才 不将你毁灭 肖家只会更繁荣昌盛 那到时候 很多家族就没办法生存了 所以说 太耀眼也不是什么好事 对不对 面对空明的询问 楚风点点头说 确实 但是 肖家当前虽然落寞了 但曾经属于肖家的一切 终将是 有人会拿回来 你觉得呢 空明不屑地哼了一声 上下一扫楚风后 问 怎么 你还准备带领肖家重返巅峰 你觉得 就你当前的处境 还有那个机会吗 当前处境 就很差了吗 话落 楚风开始朝前 丝毫不管缠绕在身上的万毒蚕丝 交叉缠绕的蚕丝 因楚风活动而自动收紧 空明一个后退 就回到门口 小呵呵地说 小子 你自己找死 可就不能怪 我自 因楚风身上的情况 死死卡在空明喉咙内出不来 因为他引以为傲 觉得完全可以 弄死楚风的万毒蚕丝 开始出现崩断 啪啪啪 一根蚕丝断了后 其余缠绕在楚风身上的蚕丝 断得更燎 空明的脸色彻底变了 唇角开始颤抖 他布置下的陷阱 他很清楚 到底有多厉害 更清楚 蚕丝有多锋利 现在被强行崩断 其他方的身体比蚕丝还要坚硬 但同为舞者 空明很清楚 楚风之所以能将万毒蚕丝崩断 并非是他身体有多坚硬 而是他是一个宗师 能释放真气 在身体周围形成一层防护 抵消蚕丝的锋利 如此年轻 却是一个宗师强者 直到这一刻 空明才明白 为何二十年前 众多家族和势力 那么恐惧面前 这个年轻人成长起来 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将其扼杀 让其成长起来 萧家在神舟的地位 即便是九大宗门 都难以撼动 啪 当缠绕在楚风身上的 最后一根蚕丝崩断后 空明下意识朝后退 堂堂半步宗师 却被门槛半得 差点跌坐在地上 楚风一步一步走到门口 动手将藏在衣服内的 龙形玉佩拿了出来 这玉佩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让你们那么极限地寻找 第127章 征服神舟 龙形玉佩 空明眼睛下意识瞪大 死死盯住楚风手中之物 这东西 寻找多年 终于是出现在眼前 原来 就长这样 空明心头激动 刚涌出 就被楚风冰冷的眼神浇灭 好不容易见到龙形玉佩 却没办法拿到手 空明内心 顿时充斥极为强烈的不甘 我问你 这玉佩有何秘密 楚风再次朝前走出一步 凶悍的无形气势 从身上涌出 压在空明身上 只是半步宗师的空明 瞬间就被楚风释放的 无形气势 压迫的丹西 跪在地上 太强了 空明无比震惊地看着楚风 刚刚 见他强行挣脱万万毒蚕丝的肠果 推测他最多 也就只是一品宗师 但此刻 透过楚风所释放的气势 空明非常肯定他实力 绝非一品宗师 最少也是三品之上 如此年轻 五道之力等于路 却走到了这等高度 尽管与楚风站在对立面 但抛开恩怨 仅从五道之路这一角度看 空明也不得不感叹 什么是天才 这就是实打实的天才 碰 下一秒 压迫在空明身上的气势再次增加 逼得他另外一只脚也支撑不住 膝盖和地面也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空明全身都在颤抖 此时此刻极为强大的气势压迫 让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快要被碾碎了 不想说吗 屋内温度明显降低 死亡的感觉降临 空明很艰难开口道 关于这玉佩的秘密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有人想要寻找 谁 通过空明先前说那些话 楚风捕捉到这件事 背后掺和的家族和势力应该不守 且都估计都还是神州有名的家族和势力 都有那些家族和势力 说出来 我今天就可以饶你一面 走到半步宗师 想必也不容易 你要是舍得这一生的努力 那我可以成全你 武者 实力越强 越不舍得死 大部分武者的终究梦想 就是成为宗师 因为只有步入宗师境界 才算得上是一个纯粹的武者 为得到想要的答案 楚风只能用着这理由刺激空明 让其做出选择 死 空明是真的不想 努力多年距离成为宗师 只差临门一脚 面对楚风的凝视 他咬牙说 我只要告诉你想要的 你是不是真能绕我一命 楚风不屑一笑 反问 你觉得 你现在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 赶快说 我可没那么时间和你浪费 都还没动手 就成为阶下球 空明确实很清楚 自己当前没有和楚风谈条件的资格 当即将知道的 一些家族和势力权都说了出来 一个又一个 楚风全都暗自记了下来 当空明停下后 楚风忽然一巴掌 就拍在他头顶上 一股凶悍的力量 骤然灌进空明体内 空明眼珠瞪大充血 眼神不甘地 慢慢扑在地上 不是说了 只要交代就饶一命吗 至死 空明都不知道 楚风为何不信守承诺 殊不知 当楚风计划来普陀寺找他时 他就早已上了死亡名单 先前说的那些话 只是为了让空明老实交代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空明自然地死 承诺 楚风确实是会遵守 但要看站在对面的人是谁 对待敌人 没有任何承诺可言 杀还是不杀 全看心情 而对于这件事 楚风知道空明必须死 他要是不死 不出一个小时 曾经参与这件事的 所有家族和势力 也就都会知晓自己出现 更知道自己很不好对付 为避免遭受报复 所有的家族和势力 都会联合起来 想方设法进行袭杀 只为阻拦自身成长 走出屋子 楚风遥望着悬挂在高空的明月 眼中杀意浓重 经过那么长时间 终于调查清楚身事 同时也知道2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空明嘴里出来的势力 还有家族 此时此刻 全都上了楚风的死亡名单 对于这些家族和势力 他并不会立马就找上去 他要慢慢来逐个击破 他要让这些敌人 好好尝试一下 眼睁睁看着自己扶持起来的家族 一步一步倒下 却无能为力 是什么感觉 同时 一个新的计划 也出现在楚风内心 回到山海阁 秦燕燃还有林小 依旧还坐在客厅内 魏东清也忙了过来 见时间了不早了 楚风问道 怎么还不去休息 秦燕燃白了楚风一眼 反问道 明知道你去做什么 换成你是我们 你睡得着吗 尽管知晓楚风此次出去 不会有什么意外 但一个人的思想 并非是自身想控制就能控制 两人还是很担忧 现在见到他安全归来 悬着的心裁慢慢落下 楚风咧嘴一笑 说 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你们先去休息吧 我和老魏谈点事 说完 楚风就转身走向外面 很时趣的魏东清 则赶忙跟上 到了房屋侧面的梁亭内 楚风忽然问 老魏 怕不怕死 怕不怕死 怪异的询问 搞得魏东清心神异景 不太理解 老大为何会忽然这样问 微微思索后他说 老大 死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怕 但具体 要看是怎么死 是为了 做某件事而死 还是老死 我觉得 要是为了一件值得的去死 那我不会带怕的 楚风背负双手 走动梁亭入口 遥望着云城说 既然这样 那我带你征服神州如何 征服神州 这是准备崛起 魏东清神 秦威威有些呆滞 不明白老大只出去一趟回来 怎么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 明明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与楚风接触的时间也不短了 之前的接触中 魏东清感觉 他就是一个性格散漫 对什么事都不上心的人 特别是征服神州这种事 他倒早就想了 认为楚风具备这等实力 完全能成为一方大佬 但事实是 楚风对类似的事 完全不感兴趣 丁点不喜欢抛头露面 现在 想法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身为过来人 魏东清迟一片刻后 问 老大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以前的你 可没想着这样做呀 以前确实不想 但我现在想了 楚风回过头 目光凝视在魏东清脸色 说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想不想征服神州 第128章 开始行动 平静的凝视 蕴含极强压力 魏东清内心一阵苦涩 心想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他很清楚 此时此刻 老大没有和自己开玩笑 再联想到活了几十年 就只是在云城这片地界上蹦跋 确实是有些悲催 现在 有了楚风这个老大 作为靠山 曾经很多 都需要奢望的事 可能成真 魏东清一咬牙点头说 想 只要老大你想我做的事 我就会去做 楚风笑着点点头 调侃道 别说的那么严肃 我也不会让你 去做什么事 顿了一下后 他继续说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从云城开始吧 先将云城 变成我们自己的地盘 有些事 还是需要你站在台前 我站在幕后 魏东清下意识点了点头 但很快他就一愣 激动且紧张地盯着楚风问 老大 我 我没听错吧 你 你打算主动出击 将云城彻底拿下 自从认识楚风之后 魏东清 其实就想要借助他的威信 将敌对多年的势力清除 让黑龙帮彻彻底底 成为云城第一大地下势力 奈何与楚风接触下来 发现他不是很喜欢闹事后 也就将这想法给压了下去 没想到 楚风现在 却提出来 要帮扶黑龙帮 成为云城第一大势力 你看我像是和你开玩笑吗 接下来 楚风将内心计划说了出来 鼓掌难明 即便自身实力很强 但楚风很清楚一个现实 那就是 想要靠自身力量 将当初所有针对萧家的势力扳倒 难度很大 光是当前神州第一家族的陈家 就没那么好对付 更别说 还有其余不少实力 比陈家没弱多少的势力 一个人 始终只有一双手 所能顾忌的方面 始终有限 想通这一点后 楚风就有了打造独属于自身军团的计划 手握很多舞者都需要的好东西 楚风计划将这些东西拿出来 辅助黑龙帮 让黑龙帮彻底成长起来 以云城为起点 朝外扩张 蚕食 一直到将神州踏在脚下 听完楚风的计划 魏东清心血澎湃 激动的一张老脸都冲血通红 这一天 终于是来了 此时此刻 魏东清不在乎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 他只知道 自己在这条路上努力过就行了 又交流一些具体的事情后 让黑龙帮所有成员 明天早上到黑龙山庄集合 虽还不清楚 老大让召集全员是做什么 但老大的命令 他都会无条件执行 这一夜 楚风没回房间去陪伴秦燕燃 而是盘坐在楼顶望台上冥想 继续完善心中计划 当朝阳从山下升起 他和魏东清一起前往黑龙帮的总部黑龙山庄 由于成员不少 城区内区域范围有限 魏东清在组建黑龙帮时 就买下一座山 在山里建造了一个山庄 用于特殊情况下全员集合 至目前 黑龙帮总成员发展到1500人 因此 当两人赶到黑龙山庄时 庞大的空地上 早已黑压压一片人 与此同时 在云城西方和南方还有北方 三伙势力都得到了黑龙帮全员集结的消息 三方的老大都立马召集核心成员开会 推测黑龙帮全员集结的目的是什么 云城地下势力 东南西北各有一伙 四方势力整体势力都相差不多 由于每一方所经营的项目都不一样 多年来 四方势力也都很和气 河水不犯井水 近期 或者说 自从楚风离开洛家 渐渐搞出一些事后 他同样也被另外三大势力注意到 作为云城上得了台面的势力 三方老大可没为东青那心胸 像条喀巴狗一样凑在楚风身边 正因为做不到这样 三方势力的老大 才一直约束下方成员 不要招惹楚风这个来 路不明的年轻人 且他们自身也没在楚风跟前露面浑脸书 觉得没那个必要 黑龙帮忽然全员集结 导致他们都在想为东青是不是准备动手了 想借助楚风这个年轻人的不简单 一口将三大势力吃下 推测的同时 三方势力也开始联系后方靠山 其中南边的鸿门就联系了前段时间 才棒上的大腿下架 鸿门只是云城的一方势力 云城则是一个小城 因此 这件事根本就没资格传到下南天耳中 谈妥后 就被交给 下架一个地位不高的武者夏海生所负责 得知黑龙帮可能要崛起 彻底将云城踏在脚下 夏海生很不屑地说 这不都是你们的猜测吗 有下架撑腰 你们怕什么 黑龙帮要真敢这样做 主动挑起事端 那就趁此机会 将云城拿下 得到靠山支持 鸿门老大雷铁声 心中担忧顿时落下 开始暗中通知鸿门成员 随时准备动手 另外两方势力 西边的铁拳帮 北边的鬼头帮 得到的意思都差不多 让不要担心 云城四方势力持平多年 既然要乱 那就一起乱 谁能成为最终胜者 就将是云城第一势力 黑龙山庄 随着魏东青带领楚风 站到最前方 所有黑龙帮成员挺直腰杆 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老大好 魏东青点点头 拿起话筒说 全部人按照军列排列好 然后一个个顺序上来 让你们去左边 那就去左边 让你们去右边 那就去右边 拿来一个椅子 给楚风坐下后 魏东青事宜可以开始了 早已排列好的黑龙帮成员 开始陆续走上来 楚风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右手则搭在膝盖上 手指朝左转 黑龙帮成员就走向左边 右边也是 此刻 他正根据面相 对黑龙帮的成员进行挑选 人马 楚风确实需要 但他的原则 不是人数越多越好 而是越精越好 相由心生 通过面相 能将一部分内心 存在问题的人挑里 因为最终能留下来的人 都将得到不一样的修行方式 在武道之路上的速度 也将提升 自己培养出来的人 楚风可不希望是 他们内心阴险邪恶 会因为利益而背叛 挑选总共耗费一个多小时 当挑选结束 看着左边要被留下来的人马 魏东青有些不太信地问 老大 确定没挑错 第129章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1500人 被挑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在左边 一部分在右边 然而此刻 站在左边的黑龙帮成员 只有寥寥50多人 其余全都去了右边 魏东青自然知道 楚风如此挑选的目的 只是让他没想到 自己培养多年的黑龙帮成员 竟如此不堪 1500人里面 只挑出来50多个 能被重用之人 挑选开始之前 他还想着那么多人 最差也能有三四百人吧 然而事实是 留下来的人 都没总人数的零头多 这冲击 很大 让他一时间有些难以相信 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眼光 难道真不行 楚风白了他一眼 说 人马 金而好 而不是多 按照计划的来吧 魏东青点点头 神情很不适滋味 因为按照计划 没有被挑中的黑龙帮成员 将全部被遣散 从今都不再属于黑龙帮 与这些支撑自己多年的弟兄 早已积攒下不小的感情 现在要将他们遣散 魏东青打心底不舍 但是为了完成宏伟的目标 即便心中很不舍 也不得不面对 他走到一千多人前方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各位弟兄 从即刻起 你们将不再属于黑龙帮 我知道忽然这样决定 你们都很难接受 但没办法 事实就是事实 现场顿时变得哄闹 一个个黑龙帮的成员 都有些不相信 自己这就被踢出黑龙帮了 仅因为那个煞神看一眼 没看上就要被淘汰 众人心中顿时很不服 但却不敢站出来说什么 魏东青继续说 这些年你们辛苦了 为了补偿你们 黑龙帮将给予你们五十万 还希望你们能理解 心中满是愤愤的黑龙帮成员 得知遣散能得到五十万补偿 一部分倒也坦然接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此刻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云城还有另外三大势力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拿着补偿加入其余势力 一样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不少人心中才生出这个念头 魏东青的声音就再次响起 他说 我知道 你们很多人都想着 既然黑龙帮不要你们了 那就加入另外三大势力 但作为老大 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都是家里有父母老婆孩子的人 拿着补偿 回去好好过日子 该说的也说的差不多了 说太多传出去 只会让另外三大势力警惕 因此点到极致最好 魏东青朝遭受冲击 刚刚回神的李扬 扬了扬下巴 交代他负责给众人发放补偿 随后 他就让被挑选出来的五十六人 前往庄园后方的小广场 魏目薄急忙追上魏东青 不甘心地问 爸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吸纳到这么多人 且在他们身上 也都投了不少钱 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黑龙帮 难不成是要解散了吗 尽管知道 老爹这样做一切 都是得到处风受益 但其中缘由 魏目薄怎么都想不明白 只因一切发生得太快 身为魏东青的儿子 一直到此刻都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做 魏东青看了眼走在前方的处风 思索着说 这样做不是要解散黑龙帮 而是要让黑龙帮更强 你看着吧 不要多久 黑龙帮就将成为云城第一势力 魏目薄眼珠子顿时瞪得老大 心中疑惑反而更重 其余三大势力 哪一家不是上千人 黑龙帮县再去被挑选的 只剩下五十多人 难道仅靠这五十多人 就能和三方势力三四千人对着干 知道儿子很疑惑 魏东青也很想解释 看儿子的肩头说 这事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散播出去 至于为何不要那么多人 等会你就知道了 到达庄园后方的小广场 楚风扫视着一脸疑惑的五十多人 说 我知道 你们此刻心中都很疑惑 为何要将你们留下来 而将其余人遣散 现在 我就告诉你们 为什么 待人做事 楚风一向都很敞亮 他很明确地告知 面前五十多人 接下来将重点对他们进行培养 让他们的武道之路加快 等实力增长得差不多 那就要开始冲锋陷阵 以战养战 当然 要是怕死 现在还有退出的机会 等到培养真正开始 就谁也没有回头路了 谁要是敢中途逃离 那就当背叛者处置 五十六人 都尝过武者的甜头 都想在武道之路上 走得更远 得知接下来将被重点培养 且还是楚风 这个煞神亲自培养 一个个心神激动 完全没有退出的念头 一直很疑惑的 魏牧博听完楚风的意思后 大概理解了 为何要这样做 人员太多 培养起来太耗费时间和精力 挑选出一部分重点培养 更快捷 他坚信 只要楚风说的都是真的 那要不了多长时间 这留下来的五十多人 都将成为神党杀神 佛党杀福的强悍武者 在绝对实力支撑下 一方势力 即便有再多成员 也无济于事 反应过来的魏牧博 想着后续的事 心中期待快速凝聚 等待片刻 确定没人选择退出后 楚风也不废话 立马让众人上前围成一圈 开始传授众人心法 并指导他们 接下来该如何走五道之路 云城东西北三方 三大势力的老大 得知魏东青召集全员集合 并非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而是遣散帮会成员后 都惊得愣了好几秒 才缓过神来 他们实在不明白 魏东青为何要这样做 四方势力 培养成员的方式都差不多 为了让帮会成员实力越来越强 几乎每个人身上 都投资了不少资金 本以为 黑龙帮此次是要撕破脸皮 同时与三方为敌 争夺云城第一这座宝座 却没想到 实际意图是遣散人员 怪异的情况 让他们忍不住想 魏东青南部城 是要彻底解散黑龙帮 彻底从云城销声匿迹 由于黑龙帮是遣散人员 三方势力内部紧张的气氛 也快速消散 三方老大没在多想 认为没了人马的黑龙帮 从今以后 将不可能带来任何威胁 殊不知 要不了多长时间 他们就会认识到 今日的想法是多么错误 第一百三十章 一物降一物 一整天 楚风都在指导挑选出来的五十六人 进行修行 面对这难得的机会 魏东青只能舔着老脸和楚风开口 希望他能准许不成奇的魏目薄 也能跟着一起 看在自己人的面子上 楚风同意让魏目薄跟随一起 魏目薄也很清楚 这机会无比难得 学习得很认真 五道之路 一样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载个人 该教导的教导后 剩下的 就看个人悟性和耐心 明天 楚风计划启程前往中州神道门 一方面是拿属于自己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 则是利用神道门 好好收集一下 当初参与的家族和势力当前情况 二十年过去 变化必然很大 需要重新对参与的家族和势力 进行了解 同时 楚风还计划利用神道门的力量 查一查萧生匿迹的萧家 当前情况如何 尽管说 自从出了事 就从未在萧家生活过 也没得到任何萧家人的关爱 但说到底 身体内流淌着萧家人的血 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认祖归宗 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 在之后 楚风计划将萧家搬迁到云城来休养生息 等自己将曾经失去的一些夺回来 还是要将所有交给萧家人 因为说到底 萧家遭受严重打击 是因为自己 萧家当中肯定也有人恨自己 那么 自己就将一切夺回来 重新交给萧家 天刚好黑时 楚风才回到山海阁 刚进屋 秦嫣然就一脸怨气地问 你这一天忙啥呢 发了那么多消息都没回 楚风一愣 见秦嫣然确实给自己发了很多消息 而自己由于心思都在教导和计划上 都没时间看手机 知晓美人是因为自己没回消息 担心出什么事 楚风并未生气 反而很开心 明白了被人关心 原来说不出的幸福 歉意一笑后 她解释道 今天确实很忙 而且不仅仅今天忙 接下来都会变得很忙 忙什么 这下轮到秦嫣然好奇和疑惑了 一直以来 楚风给她的感觉都很懒散 很多事都是交给魏东青去处理 且平时聊天 楚风也表现得 像是一个五六十岁 龟隐山林的室外高人 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 现在却忽然忙起来 且接下来也会很忙 她明白 其中必然发生了她所不知道的变动 有些东西 早晚要知道 没必要隐瞒 楚风走到沙发上坐下后 很平静地说 我已经查清楚 我想找到的一切了 什么 秦嫣然一惊 欣喜且紧张地问 楚大哥 你知道 你的身世了 楚风点点头 说 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二十多年前 神州第一家族消假 你应该有听到过吧 身为神州人 萧家尽管落寞 但关于萧家曾经的辉煌 小时候 秦嫣然确实听过不少 不过 由于当前 神州第一家族陈家的封锁 导致她这个年轻一代 对萧家的了解 又不是很多 反倒是秦山海这些 与曾经历过萧家昌盛的老一辈 才清楚萧家的情况 以及发展历史 关于萧家的很多辉煌 都是秦嫣然还在小的时候 秦山海当故事说给她听 楚在原地愣了好几秒 秦嫣然才缓过神来 欣喜且紧张地问 楚大哥 你的意思是 你出自曾经神州第一家族萧家 话落 他仔细一想 这样才合理 曾经 传言萧家出了一个神童 出生的时候 更是像电视里放的那样 引得天生异想 自从萧家出现这神童后 萧家在神州的地位 就变得更为坚固 但之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萧家神童忽然消失不见 紧跟着萧家 也遭受多方势力冲击 死伤不少后 彻底消失 原来 楚风就是当初的神童 想到这些 秦嫣然也就彻底理解了 各种违背常理的事 为何会出现在楚风身上 神童始终是神童 这么年轻 五道之路就走得如此之高 是 楚风点了点头 跟着说 我正是神州二十多年前 被称之为妖孽的神童 正是因为我出生时 引发的动静太大 导致神州很多家族和势力 都看到了危险 暗中联合起来 在我父母带着我外出时 进行喜杀 按照我的推测 我的父亲和楚家家主 应该是好友 当时也正好来到云城附近 为了保全我 我父母特地将我 交给楚家家主带走 他们多半也没料到 动手之人速度会那么快 林晓的父亲 才将我带到楚家没多久 动手之人就追到了楚家 随着楚家被灭门 我也消失不见后 肖家遭受的冲击很大 外加联合起来的家族 和势力也不少 在他们的围攻下 肖家彻底失去 神州第一家族的地位 然后落寞的销声匿迹 屋内 随着楚风说完 就陷入短暂安静 整件事此时听起来 虽然感觉很简单 但所带来的冲击 却一点不小 知道秦燕燃需要时间接受 楚风也就没着急 接着说什么 安静大约持续了三分钟 秦燕燃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是真没想到 楚风一直调查的真相 竟是这样 深深吸了一口 气平复内心想法后 他问楚大哥 那你接下来将准备怎么做呢 还能怎么做 楚风凶残地笑了笑 说失去的一切 我都会拿回来 那些当初的参与者 一个都不要妄想逃脱 无形杀意 刺得秦燕燃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都顿时就冒了起来 他凝视着楚风 知道自己印象中的楚大哥 已经开始改变了 但不论楚风怎么变 不论他要做什么 他都是无条件支持 之后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得知楚风将组建自己的势力 然后扩张并征服神州 秦燕燃提议秦家也参与其中 这等壮举 此事不上车 难不成还等到一切都成功后再贴上去 我当前的敌人中 就有神州目前最昌盛的第一家族陈家 选择站在我这边 未来很危险 结局也很难说 美人发了的大白眼 质问道 楚大哥 难道在你眼中 我秦燕燃就是一个势力的人吗 难道说 秦家也是那种势力的家族吗 被秦燕燃盯着 楚风顿时就慌了 第131章 强闯神道门 面对敌人 不管对方有多强 楚风从未犯处 从未发慌 且时刻掌握主动 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但此时此刻 保持面对敌人时才有的心态 内心甚至都有些发慌 屋内气氛 顿时间不由的有些紧张 对世忠 知道自己不说话 恐怕是不行 楚风只能开口道 接下来 将要面对的敌人会很强 我觉得 秦家完全没必要牵扯其中 毕竟之前不是才计划隐没吗 老爷子年龄也大了 就不要再让他提心吊胆好 秦燕燃翻了的大白眼 回到 形势不是变了吗 之前你是怎么打算的 现在又是怎么打算的 你可以改变决策 秦家 难道就不能改变决策吗 激烈的语气 表明他对此事真的有点生气了 楚风很无奈的抬手搓了搓脸 非常认真的盯着秦燕燃说 真的 不要参与进来好吗 秦燕燃明白 楚风这样要求 是不想当前局势大好的秦家 再次迁进浑水之内 只是 不能共患难 还谈什么同富贵 奈何 对上楚风的眼神 说不出的感觉 他难以继续坚持 深呼吸好几口气后点头说 那以后要是需要秦家的时候 可不能不开口 终于谈妥 楚风黑黑笑着点头保证 说当什么时候戳不出身 一定会找秦家 实则在他内心深处 不论是遇到什么事 他都不会找秦家 清晨 楚风先是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魏东清那五十多人的情况 确定没什么事后 他就和秦燕燃动身前往中州 中州总共有十城 其中主城名为京都 两人到达时 已是下午 神道门作为神州最强势力 总部自然是坐落于京都最中心位置 占据了很大一片区域 非常好找 到达神道门总部前方 楚风先是向到这边来游玩的游客 给秦燕燃以神道门总部辉煌的建筑 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后 这才带着美人走向入口 站住 门口神道门的守卫一个插步 就站在两人前方 满脸严肃地说 神道门重地 外人不得入内 游客请到去往别的地方游玩 被荡成游客了 楚风一愣后 很和气地说 兄弟 我们不是游客 我来神道门 找离火 放肆 守卫骤然怒喝打断楚风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说 九长老的名讳 岂能是你随意就能喊的 名字取出来 不就是让人喊的吗 楚风时再搞不懂 这守卫脑袋是不是有病 秦燕燃倒是凑了上来 小声解释道 关于神道门的长老 正常都是称呼数字 而不是直接叫称号 因为长老都是宗师强者 离火排名第九 叫九长老 规矩还真是多 楚风心头有了不耐烦 心想等以后要是有机会 就要将这规矩给改了 他接着说 那么劳烦你通通知九长老一声 就说楚风来了 守卫摇了摇头 言辞强硬地说 没办法通报 想要进入总部 必须要有身份令牌 或者是邀请 我 瞬间 楚风内心火就冒了出来 要是有身份令牌 还需要这么多废话吗 通报也不给通报 这是要逼自己走 楚大哥 你难道没留 那离火的号码 看出楚风有些犯男的秦燕燃 好奇问 没有 楚风摇了摇头 解释道 当天他要了我的号码 但我懒得要他的号码 要是有号码 早就打电话 让那老头出来迎接了 正是因为没有号码 才想着让门口守卫通报 没成想 一个神道门的守卫 都这般霸道 没任何通情达理可言 那咋搞 秦燕燃很无奈地问 咋搞 楚风脸色一冷 说 很好搞 话落 他就走上前 守卫看出 他想要强闯 冷哼一声呵斥道 小子 强闯神道门总部 你是 碰 不等守卫将话说完 楚风就一拳 让他到角落躺着 后方 秦燕燃美眸瞪大 心想楚风可能是几十年来 第一个敢强闯神道门的人吧 玉锦铃 骤然响起 楚风两人进入大门后 才刚穿过两道门 走了不过二十多米 前方就涌出来十多个舞者 将两人团团围住 年轻人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可知道强闯的后果 一个化镜前妻 大概六十岁的老人 盯着楚风质问 强闯神道门 这是上次发生是什么时候 早已不记得 其余舞者 一个个面带戏谑 看楚风两人的眼神 像是在看死人 神道门的威严 不容侵犯 胆敢强闯神道门 才不管是何方神圣 都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 知道啊 楚风神情淡然的说 不就是神道门总部吗 有什么不可以闯的 对了 我来这里 可不是我想主动来 而是你们神道门的求着我来 否则我真不想来 啥 四周舞者一个个神情呆滞 都在想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开什么玩笑 神道门 竟会主动求一个年轻人到总部来 简直就是天人说梦 陆续回神的众人 上下一扫楚风 怎么看都没发现 他身上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能让高层求着他来 小子 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 你何德何能 能让神道门主动求你前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微微有些阴柔的声音 忽然从众人后方响起 跟着人群就散开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走了上来 男子长发披肩 脸很白 要是换上一身女人的衣服 绝对要被人第一眼 就认为是个女人 此人一出现 四周人看他的眼神 明显带有尊敬 仅从这一举动 楚风就断定 来人在神道门的地位不低 不过 再不低的地位 难不成还能超越门主 楚风同样上下一扫对方 毫不客气地打击到 男不男女不女的 出门时没撒泡尿罩罩 看看自己到底有多愁吗 你 白晨怒目瞪着楚风 拳头捏得嘎吱响 自身所追求的时尚 遭人批判 这是白晨最难以接受的地方 越想越恼火的他 下一秒就猛然冲向楚风 第132章 反其道行 什么 下一秒 现场人全都瞪大眼睛 神情犹如见了鬼一样 他们背本以为 才35岁就已是化尽中期的白晨 收拾年龄更小的楚风 不会有丝毫悬念 因此 对于白晨主动攻击 没人站出来阻拦 却没想到 对方扮猪吃奥虎 实力竟比白晨还要强 因为主动出击的白晨拳头 还没落到对方身上 就被对方一把掐住脖子 像小鸡一样提了起来 变动来得太突然 眼见白晨被情 最开始张口的老者赶忙上前 提醒道 年轻人 你强闯神道门 已是重罪 如若再伤了白晨 这件事可就难解决了 楚风没搭理这老头 而是朝白晨说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再嚣张一个我看看 你看我会不会管你 到底什么身份 白晨白皙的脸庞 早已红成一片 眼神慌乱且复杂 内心满是屈辱 他是真没想到 对方实力会如此之强 本以为 没任何难度 却没想到 自己竟不敌对方一招之合 他没敢再挣扎 因为楚风的眼神告知他 对方没有和他开玩笑 真要多说两句 可能真会将自己给捏死 到神道门来 本身就不是闹事 要不是还有不少事 需要利用到神道门 楚风是真懒得搭理 对方身份不低 杀了只会让事情更麻烦 因此 见白晨很识趣的 没敢再挣扎后 他随手一甩 就将白晨扔了出去 落地的白晨 亮呛后退好几步 才稳住身形 在直起身时 他眼睛根本就不敢 和楚风对视 身上先前那嚣张的气焰 也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 取而代之的是落寞 多年以来 他都认为自己是天才 却没想到 外接近还有比自己 还要天才的人 强大的刺激 让白晨对武道之路 坚定不移的信心 产生了动摇 通知离火 要是不想我来 那就不要瞎扯淡 撇下这话后 楚风带着秦燕燃 就朝门外走 主动邀请自己前来 来了却因为各种规矩 不给自己禁 楚风转念一想 干脆反其道而行 不强闯了 他要让神火门 大动干戈地去请自己 不许走 见楚风想要离开 四周舞者立马行动 将出口堵死 强闯神道门 要是让其离开 传出去定然要被无数人笑话 因此 即便知道楚风实力不俗 这些舞者也不可能让其离开 因为他们 很清楚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会惊动住在深处的长老 长老前来 拿捏楚风这个年轻人 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哼 面对阻拦 楚风一脚重重塌在地上 阻拦在最前方的八九个舞者 瞬间就像是遭受无形攻击 一个个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如同落叶 被狂风扫出去 告诉李伙 这可是 你们自找的 少了八台大叫 不要再想我踏入神道门 现场 骤然安静 一众舞者 眼睁睁看着楚风两人 扬长而去 他 他到底什么等级 一个舞者开口 声音颤抖 仅靠气势 就将阻拦破开 本以为 楚风能轻松拿捏白尘 但现在众人知道 这个年轻人 不是化尽后期 宗 宗师 一定是宗师 只有宗师才具备 如此强悍的气势 现场 再次陷入安静 如此年轻的宗师 别说贱 就是听都没听过 这时候 有人想起了 楚风最开始说的话 是神道门主动邀请他而来 刚开始听到这话时 他们觉得 这就是扯淡 地位崇高的神道门 根本就不可能 去邀请一个年轻人来 但现在 楚风展现的不一般 让众人觉得 他多半没瞎扯 这等天资 这等实力 值得神道门主动邀请 赶快上报 最开始和楚风说话的老人李安 缓过神后 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用最快速度冲向深处 要将这件事 直接上报给长老 白晨依旧还愣在原地 眼中绝望涌动 被楚风当那么多人拿捏 丢了大脸 这口气他难以下咽 心头正想着 要如何找回面子 楚风就再次给了他一棒子 如此年轻 就已是宗师强者 自己与之相比 差的原来不是一丁半点 而是一条难以愉悦的深渊 报仇 还有希望吗 白晨原本只是有些动摇的五道信心 这一刻直接破裂 此时位于神道门 总部深处小院内的李火 正在迟疑 要不要主动联系楚风 问问他 什么时候到总部来 毕竟早前约定的时间 也就这几天 只是 主动权在楚风那边 他又担心主动联系 导致楚风心生反感 干脆一拖再拖 正迟疑不定 门外忽然响起李安的声音 什么事 李火打开门 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九长老 刚刚 刚刚外面 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打伤门口守卫抢神道门 还说是神道门 邀请他前来 遭受我们的阻拦后 他又离开了 九长老 我们真有邀请他吗 李安说到后面 声音越来越小 前一秒还心不在焉的李火 听到李安的汇报后 先是一愣 跟着双眼就瞪了起来 二品宗师的气势 骤然从身上散发 压迫在李安身上 你说什么 你们将他给赶走了 李火满脸怒火 要杀人的眼神 看得李安头皮发麻 硬着头皮解释道 不是我们要赶走他 是他自己忽然就走了 他 他走之前 还说 说什么 李火身形一闪 就紧贴在李安跟前 揪住他衣领 他 他说 少了八台大叫 不要再想他踏入神道门 碰 李安被李火移送 静止重重装在墙上 当他从地上挣扎起身时 李火早已消失在小院内 神道门外堂 先前唯独楚风的众人 正分析他什么老头 一道人影就从天而降 重重砸在地上 众人掀视一惊 看清来人后 一个个急忙满脸 恭敬的抱拳喊道 九长老 其中一武者 以为李火怒气冲冲而来 是要怪罪自己等人 将强闯神道门的处风给放走 赶忙上前解释道 九长老 我们不想 那小子离开 他太 啪 最想回荡中 开口武者就横飞出去 在地上滚了几圈 生死不知 第133章 态度很重要 现场 顿然鸦雀无声 谁都看得出来 九长老此刻是真的生气了 因为平日没少接触 还从未见他这般动怒过 不过 众人都觉得 九长老生气 是因为自己等人 将那小子给放走 毕竟对方强闯神道门 还动了手 致使神道门 威严遭受严重挑衅 至于楚风提到的邀请 众人虽觉得有几分可能 但不觉得会是李火邀请 对方尽管不烦 但还不至于 让李火这个长老 亲自发出邀请 且要真是李火发出的邀请 可能对方才刚到金李火 就得到消息 然后安排迎接 怎么可能会让这样一个贵客 主动找到门上还强闯 白晨 作为现场所有人中 地位最高之人 见其余人都不敢解释 他只能上前说 九爷爷 那小子实力很强 不是我们不想拦住他离开 而是拦不住 哼 李火怒瞪着白晨 呵斥道 谁让你们拦他了 他是我费了不少劲才请来的 你们倒好 直接叫人给我赶走 现在 你们让我怎么办 此时此刻 李火气的真响一巴掌 将这些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下属拍死 因为他很清楚 出了这么一回事 自己又得要低声下气去求楚风 之前憋屈也就算了 接下来还要憋屈 越想离火心中怒意越胜 什么 白晨愣住了 后方其余无辙也愣住了 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邀请楚风到神道门来的人 真是九长老 回想起楚风离开时说的话 众人一个个额头冒汗 心想难不成 真要用八台大叫去请他 我告诉你们 全都给我准备好道歉 要是因为这事 无法将他请回来 一个个全都给我滚出神道门 恼怒撇下这话后 离火快步冲向外面 想着趁楚风还没走多远 想办法将其给追回来 然而 追出来的他 面对四通八达的街道 根本就不知该从那个方向去寻找 胡乱挑选一个方向 找了一段路 还是没能找到楚风后 离火只能回到神道门 让人立马去探查 楚风现在在什么地方 此时的楚风 正带着秦燕燃 在街道上闲逛 赏月京都的风采 走动中 想到之前楚风放下的狠话 秦燕燃很好奇地问 楚大哥 你真要让神道门 用八台大轿 来请你才去进去 神道门 会这样做吗 在他的意识里 神道门地位崇高 只有神道门威胁别人 从来没有人能威胁出神道门 毕竟 神道门代表的是神州 这样做相当于间接要挟神州 会让神道门的尊严遭受质疑 做不做 那是他们的事 主动来 却不给劲 这不让我舒服 那他们 也别想舒服 楚风此刻的态度很随意 虽说 神道门确实能带来很大帮助 但自身的事情 却并非缺了神道门不行 对象不同 所使用的招式也不同 对付神道门这种自认为很强大的势力 楚风很清楚 不拿出一点脾气 他们就会以为自己好欺负 后续就还会一个劲地踩在自己头上 为避免后续发火 因此必须拿出脾气 一次就将他们给踩下去 让神道门知晓 自己可不是缺了他们就不行 告诉神道门 自己也不是软柿子 可以随意念 逛了几个小时 楚风和秦燕燃才入住酒店 两人才刚进入酒店房间 落脚的消息就传到了焦急等待的李火这边 他赶忙动身赶到酒店 房间内听着敲门声 秦燕燃下意识看向楚风 神道门 是 得到示意 秦燕燃当即起身去开门 九招了 快请进 秦燕燃满脸客气 对方始终是神道门排名第九的长老 楚风有资格不给他面子 但秦燕燃深知自己不行 李火笑呵呵的点点头后 走进房间 边走向沙发边说 小兄弟 你来京都 怎么不招呼一声呢 我要是知道 你来了 也就不会发生先前那些事了 楚风满脸冷意 很平静地说 你神道门架子大 我这种小虾密 即便是招呼了 又能怎样 和门口守卫抱了你的名字都不好使 还要我咋样 深知楚风心头有气 李火也不好多狡辩什么 只能沉住气解释到 都是下面的人过于狗眼看人低 小兄弟没必要和他们计较 回头 我一定好好收拾他们 顿了一下后 他扫视着四周说 这里环境不咋行 神道门内 已为你们安排好了专门的住处 小兄弟 还是到神道门去住吧 知道老家伙是完全没将自己 放下的话听在心头 楚风直接问他 神道门那些人 没告诉你我离开时是怎么说的吗 楚风离开之前说的话 李火自然知道 用八台大叫来请 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他只能沉住气说 小兄弟 真没必要 那些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正等着给你道歉呢 我们还是快走吧 你觉得 我是在和你开玩笑 楚风冷冷地盯着李火 很不和气的语气 让李火明白 他先前可不是瞎说 更不是自己来这里说上两句软话 先前的事 就可以当作没发生 李火没说话 内心此事非常为难 同时也恨死当时阻拦楚风的下属 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却偏偏搞得如此复杂 他很想将楚风请进神道门 但是用八台大叫来请 动静着实有些大 让外人看到 将对神道门产生很大影响 也会在神道门内部产生一些质疑 一阵迟疑后 李火是探问 八台大叫真不给其他机会了吗 要是有的其余选择 即便是付出一些其余的代价 他也觉得无所谓 楚风本想摇头坚定自身想法 但转念想到另外一件事 他说 我朝你打听一个人 你要是将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那我可以考虑 同你去神道门 只是想知道 一个人的情况 就可以免除麻烦 李火心头顿然一喜 立马笑呵呵的说 谁 小兄弟尽管问 对方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是神道门的人 眉心有一颗红质 李火一听 脸色明显变了一些 第134章 改变计划 我真认识 通过李火微变的脸色 楚风瞬间肯定 他知道这个人 不过 他并未着急询问此人情况 而是要看看 李火这个老家伙会怎么说 小兄弟 你和他有仇 李火没正确回应 而是有些急切的反问 对此 楚风直接反问回去 是我在问你问题 还是你在问我问题 该说的就说 不该问的别问 咋了 这人是你们神道门的门主 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李火很无奈的笑了笑 解释道 虽然不是门主 但他在神道门内的职权 堪比门主 地位这么高 楚风眉头一动 顿时就来了兴趣 直起身说 别卖关子了 赶快说说到底是谁 神道门内 眉心有红质的 只有一人 那就是大长老陌臣 反正楚风进入神道门 相关信息早晚都会知道 李火也就没隐瞒 将他对大长老的了解说了出来 大长老 从十多岁就进入神道门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 按照李火所言 陌臣的战力在神道门内 除了几个早就退位归隐的老家伙 当前长老中 最强的就是他 目前应该是宗师九品 距离大宗师境 也只有一步之遥 即便是当前神道门的门主 实力也没莫尘强 因此 莫尘当前在神道门的地位 举足轻重 有时候说的话 甚至都要比门主还管用 说起这情况 李火跟着就说明 他为何想要 楚风成为神道门未来的门主 因为当前的神道门 在外人眼中 是铁桶一支 非常团结 实则内部早已分化成三个队伍 这三个队伍 以他和门主为一队 大长老莫尘一队 还有一队 则是六长老 门主这边 很想让神道门 彻底脱离背后 组建家族的控制 独立出来 大长老则觉得 以往的规矩太多了 神道门应该改革 不再是藏于背后 应该像正常的势力一样 站在台面上 别人可以做的神道门一样可以做 直接动用神道门的力量 尽所能收集各种好东西 培养成员 六长老一派 则是想要将当前的门主搞下台 然后扶持一个他们认可的人上台 这样很多事以及利益 他们就可以调动 而不是像当前 想要任何东西都得占功点兑换 按照黎伙所言 他们这一队 当前的形势不是很好 正因为这样 见到楚风很不简单 年纪轻轻 就具备如此强悍的实力后 他就看到了翻身的希望 他很清楚 只要给楚风一定的时间 不说多 十年甚至是二十年 他绝对就能具备 和大长老对抗的实力 继续成长下去 更是能带领神道门 彻底脱离背后家族的操控 听完这些 楚风和秦燕燃对视了一眼 两人这时候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是听了李火的描述 或者说 这话是从李火这个排名第九的长老嘴里说出来 难以想象 在大众心中无比强大的神道门 表面风光无限 内部竟然也混乱不堪 考虑到自己所要做的事 楚风直接问 那我进入神道门 比如我要做什么事 另外两派会不会站出来阻拦 暂时不会 李火摇了摇头 解释道 神道门内部 当前尽管存在分化 却不是很明显的分化 而是背地里的分化 这你能明白吧 门主的地位尽管受到威胁 但门主始终还是门主 只要他发话 六长老和大长老尽管会有意见 但也不敢强硬阻拦 楚风点点头 心想 只要不阻拦就成 反正也不会长时间待在神道门内 这些人想怎么乱 那是他们自己事 与此同时 楚风也明白了 李火刚才 为何会很急切地询问自己 是否和莫臣有仇 原来 双方站在对立面 和莫臣有仇 那就是朋友 反之 要是和对方有恩情等等 招揽自身进神道门 可能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不 正想着 李火就再次问 小兄弟 你和大长老 应该是有仇吧 他还是想要搞清楚双方情况 才好决定 后续要如何对待 楚风恩了一声 说 算是有仇 有些是 想到身为长老级别的李火 可能比神道门内存储的资料更真实 话也说到这份上 楚风很直接地问 我调查他是因为他和二十年前云城一家灭门惨案有关 这是不知九长老你是否有了解 二十年前云城的灭门惨案 李火紧皱眉头回响了十多秒 这才摇摇头说 这事我就不知晓了 大长老做事一直都是独来独往 其余人也没资格和胆气询问 透过李火的神情 楚风知道他没说谎 也就没继续打探这事 见自己该说的也说了 李火从未忘记到这里来的目的 硬着头皮问 小兄弟 那是不是可以一架神道门了 本来是计划借此机会好好刁难神道门 打压一下神道门的嚣张气焰 让他们好好认识一下自己 但现在了解到神道门内存在分化 楚风也就明白计划的改变了 自身因是李火招揽 自然是站在他这一队 胡闹挑衅 必然会被其余两队以此为理由针对 对于支持自己的人 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 因此 楚风就点了点头 李火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然后立起身 招呼两人前往神道门 到达神道门 先前出来阻拦的舞者 早已全部等待 三人刚到 都不用李火示意 一众舞者立马抱拳 弯腰赔罪 一扫 不见那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白尘 楚风朝 其中一人问 那死变态呢 他怎么没来 李火一愣 看向其中一人 那人赶忙解释道 是白尘 稍稍一想 就知道先前阻拦时 很需要出头的白尘 肯定和楚风对着干过 这才会被他注意到 白尘是六长老的孙子 让其来道歉 恐怕会引起六长老的不满 以及让六长老注意到 楚风的不平凡 李火就朝楚风说 他就算了吧 他是老六的孙子 由于天资不错 老六对他很关心 言外之意 欺压白尘 那就要彻底和六长老对上 不划算 楚风皱了皱眉 随后点了点头 没再计较 与此同时 身处六长老白无落的庭院内 听到白尘描述完 先前发生的事后 白无落手心中 骤然传出一声脆响 第135章 化身恶狼 杀了他 重拾五道之心 白无落凝视着孙儿 白尘恨恨说道 白尘抬起头 满脸绝望且无力地说 他那么强 我杀不了他 哼 废物 白无落七不打一出来 手猛然扬起来 却又慢慢放下 他很挨意外 孙儿的天资那么好 五道之心 却是如此的脆弱 仅仅只是被处风收拾了一顿 五道之心就彻底破裂 这一点 白无落确实是没料到 但紧跟着 他就反应过来 出现这结果 在意料之外的同时 也在情理之中 一直以来 较好的环境 导致白尘空有一身本事 却没一颗坚定的强者之心 不一样的背景 导致他在神道门内 没人敢招惹 没人敢伤他 久而久之 导致白尘自认为 自己很厉害 当遇到真正厉害的武者 遭受打击后 就会对自身产生质疑 武者要是没一颗坚定的 五道之心 五道之路 如何走得远 白家希望全寄托 在天资很好的白尘身上 甚至于在白无落的计划中 未来要推白尘 坐上神道门的门主宝座 白尘身为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白无落很清楚 自己对此要是什么都不做 早前的所有努力 就都白费了 但如何做 这需要好好斟酌 沉默片刻 深深吸了一口气吐出后 白无落忽然凝视着白尘呵斥道 站起来 白尘颤颤巍巍的起身 白无落神情严肃的说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杀了那小子 你要是不能杀了那小子 我就杀了你 唯有杀了他 你才能脱胎换骨产生改变 眼见白尘又要说 那小子很厉害 白无落冷哼一声 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静止问 谁说你杀不了他了 他受伤了 或者是只剩下半条命 你难道还杀不了他吗 瞬间就明白 爷爷到底是什么意思的白尘 绝望的眼中 开始涌出希望 他很清楚 因遭受处风打压 他此刻已经成为自身心魔 想要重拾五道之心 想要在五道之路上走得更远 必须将心魔铲除 仅靠自身当前实力 确实难以将心魔斩杀 但是 有爷爷的辅助 一定可以 最终目的 只是心魔死亡 至于过程 完全不重要 想法得到改变 状态也随之产生变化 原本气势为米 好似丢了半条命的白尘 脸色快速恢复正常 眼神也变得很坚定 见孙儿如此快速 就将状态调整好 白无落很满意地点点头 抬手拍了拍他的肩头 笑呵呵地感叹道 这才是我白家的未来 这才是我白无落的孙子 此时 正等待李火处理身份令牌的楚风 估计不知道 就因见白尘男部男女部女 很刺眼 顺手收拾了一顿 将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 老九 还没弄好呀 见李火说的十分钟已经过去 身份令牌还没出现在眼前 楚风顿时有些不耐烦了 在神道门内 活动需要身份令牌 其次 想要兑换各种好东西 以及调动神道门的资源查信息 亦或是进入档案库 寻找想要的线索 都需要出示身份令牌 没有身份令牌 在神道门内非常不方便 李火看了看手机 笑呵呵地说 快了 快了 楚风你刚来 那么着急走吗 神道门总部很大 要不我带你到处走走 难得来一趟 多待两天怎么样 对此 楚风眉头微皱 直接说 我看这才是你最真实的目的吧 想要将我留在神道门内 自从踏足神道门 他就发觉 这老东西不对劲 三句话中有两句的意图 都是让自己在神道门待一段时间 但到神道门来 楚风的目的很明确 早点完成想要进行的事 然后走人 乙气留在这里 看风景浪费时间 他觉得 还不如回山海阁去待着 亦或是去黑龙山庄 和那些个弟兄练手 意图被拆穿 离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解释道 其实 我知道你 难得到总部来 门主这两天就会回来 他很想见你一面 告知我 无论如何 也要将你留住 原来是这样 楚风翻了个白眼 毫不留情地打击道 你想要我见你们门主 直说不就行了吗 我虽急着离开 但一两天的时间还是能等 拐弯抹角 没意思知道不 身为一个年长之人 却被一个年轻人教训 离火没叮点脾气 黑黑地笑了笑也是 正好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知道是身份令牌制作好了 离火赶忙起身去拿 神道门的身份令牌 看上去很简单 就是一块掌心大小的木质牌子 拿在手里却很重 楚风仔细一看 发现是价值不菲的上等金丝阴沉墓所制作 令牌顶端有一个带有火焰的道字 在道字的下方 还有雕有一个储字 令牌内有芯片 战功点就记录在里面 离火解释道 楚风点点头 问 神道门的宝库在什么地方 我先去逛逛 幻城刚才没将话说开 此时楚风想要去神道门的宝库寻宝 离火必然是各种理由推托 以此拖延时间 现在话已说开 知晓他会留下来等着剑门主一面 离火就不玩那些花花肠子了 立马带着楚风前往地下宝库 神道门的地下宝库 防守非常严密 且守在这里的舞者越是深入 实力越强 别的舞者前来 即便有身份令牌 也会遭受重重检查 但楚风有离火这个酒长老带着 一路畅通 很快就达到地下宝库门前 守在宝库门口的是一个身着灰色长袍的老人 见得老人 楚风微微动眉 感知要是没错 这老人是一个武品宗师 仔细一感知 他又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 觉得这老人什么地方不对劲 老人也明显差距到楚风的异常 朝礼火问 小九 这就是先前强闯神道门那个年轻人 离火一脸恭敬地点点头 说 是的何老 正是他 何老点点头 朝楚风伸出手 在离火试一下 楚风赶忙将身份令牌递上去 老人刚到旁边一个机器上扫了一下后 宝库大门咔嚓一声缓缓打开 一样的气息扑面而来 楚风双眼骤然发亮 好似恶狼 神情迫不及待 第136章 一次吃个够 舞者 感知力很强 实力越强的舞者 感知力越强 此时此刻 尽管还只是站在宝库门口 但其中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楚风非常肯定里面好东西不少 瞥了眼离火还有河老后 他动脚就走进宝库 宝库很大 一眼看不到头 两侧是金刚汉制的架子 架子上整齐摆放着一个个木箱 箱子旁侧还放有一张标签 记录了箱子内存放合物 以及需要多少战功点兑换 神道门对宝库的布置非常人性化 好似超市 将类型相同的东西都摆放在一起 不感兴趣的东西 楚风一扫而过 很快 他就不如药材驱 药材 自身不需要 但老头子需要 但由于当前暂时还无法确定 老头子是否还活着 尽管其中好几位药材 都是自己寻找多年未果的药材 楚风还是暂时放弃 计划等确定 老头子还活着再来去 假如老头子已经走了 这些药材拿出去 就是浪费 很快 楚风心心念念的材料区就到了 他拿起挂在架子上的篮子 像到超市扫货一样 各种拿 越是豪且珍贵的东西 需要的战功点越多 好在当前腰包足够股 否则楚风还真不敢放肆 门口 离活与和老开启闲聊 身为无品宗主的和老 在这楚风深入宝库后 丝毫不隐瞒地说 此子不简单 实力与我相比 可能都差不了多少 神道门能招揽到此人 大姓 剑和老对楚风 竟然给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离活非常开心地说 和老 这人是我发现的 言语中带着自豪 他接着说 原本我是要去杀他的 可是见到他本人后 我立马就起了招揽之心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不仅仅实力强 在一道方面 以及阵法方面的天赋 神舟至今找不出谁能与之相比 和老微微养眉 眼中思索越来越浓 忽然 他开口说 二十多年前肖家那个孩子 你还记得吧 肖家曾经出了一个神童 出生时引起天地异象 这事只要是年纪大的神舟人 就没人不知道 离活听了一愣 刚开始还不知道 和老为何会提起这件往事 但跟着他就反应过来 和老为何忽然提起这事 去内心 忽然涌出一个 足以让无数人心神震荡的猜测 他试探性地问 和老 你的意思是 楚风可能就是肖家当年的神童 和老并未点头 给出肯定答复 而是说 按照年龄算 他很符合呀 这话 说得离活心神顿时意紧 仔细算算 楚风当前的年龄 确实能与肖家神童成长年龄对得上 而且 关于肖家神童 外界虽然传言 早就和他父母一起死于袭杀 但神道门身为存在多年的势力 且九长老在神道门内 又是位高权重之人 知晓更多外人所不知的情况 他知道 关于肖家神童 其实是失踪了 而不是死了 二十年前 就有人预测 肖家神童要是没死 未来所展现出的能力 必然要惊艳神舟 关于肖家神童这事 由于过去时间太久 基本已经遗忘 要不是和老忽然提起 离活根本就没将楚风朝这方面想 但此时 得到提醒的他 控制不住地去分析和推测 越是思索 离活越肯定 楚风八九不离时 就是肖家失踪的神童 也唯有那种 刚出生就被打上天才两个字的神童 才会二十多岁 就已是二品宗师之上 猜测 让离活激动的脸面都朝红 双手更是紧紧的捏在一起 他非常清楚 要是没推测错 那门主的计划 不是痴人说梦 在楚风的带领下 神道门真能脱离背后顶尖家族的掌控 独立成为神州真正的第一势力 好几分钟 离活才从猜测的冲击中缓过神来 他赶忙朝面前的前辈说 和老 这件事关乎到门主的大计 还希望您能帮忙保密 不要让其余人知道 和老不屑地哼了一声 嘀咕道 你们在外面怎么乱世你们的事 我才懒得插手 我也没心情去和别人八卦这些事 精灵起飞驰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我很想亲眼看看 才出生就让无数家族恐惧的人 到底能走到多高的高度 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舞者之路 窥探到我们一生都在寻找的秘密 离活激动点头认同 心中开始盘算 要不要回头帮楚风伪造一个身份 避免别人也推测出 他是萧家当初失踪的神童 当年 那么多的家族和势力掺和其中 只为将这个让他们恐惧的孩子铲除 至今 当初的孩子已经展露头角 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舞蹈天赋 离活很清楚 当初参与的家族和势力 只要确定 楚风就是萧家神童后 必然会不计代价 也要将其斩杀 对方现在正成长 还有斩杀的机会 再等十多年 甚至是几年 可能没人能将他给杀了 想到就做 为了门主的大忌 离活非常肯定自己 必须这样做 没多久 宝库内就传来动静 离活与河老巢里面瞥了一眼后 两人的神情顿时都不是滋味 当双臂挂满篮子 楚风来到宝库门口 离活忍不住说 楚风 你难道担心这些东西长脚跑了吗 非要一次就拿光 河老洞的动嘴 最后没说什么 守候宝库十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有人一次 从宝库内拿那么多东西 楚风咧嘴笑了笑解释道 这不是时间紧吗 也没多少时间来 而这些东西 我都用得上 就一次带走算了 反正一切都是按照规矩来 河老病卫说什么 当楚风将篮子 一个个放到地上后 他开始将篮子内的木盒 一个个放到机器上扫描 所有东西 总共耗费 19888占供典 因此 原本很富有的楚风 瞬间又变成了穷光蛋 对于这情况 楚风钉点不觉得可惜 毕竟在他看来 这机会很难得 必须一次吃个够 因为 神道门内存在分化 到了后期 门主的话 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效 错过这次机会 到时 再想来宝库取东西 可就没现在轻松了 该走的程序走完 楚风和李火正准备离开 河老忽然开口说 等等 第137章 杀意暗涌 还有事 楚风和李火 都转头好奇地看向河老 听说 小兄弟在意到方面 也颇有天赋 河老笑呵呵地朝楚风问 还行 楚风点头后 上下一扫和老反问 前辈身上有伤 称呼前辈 一方面是 对方年龄比较大 其次到宝库取宝的整个过程 也没为难自身 因此 楚风愿意这样称呼 先前要是有什么地方进行阻拦 称呼此刻 就是老东西了 想要治疗 滚一边去 河老勉强笑着点点头 说 是有点伤 就是不知道小兄弟能不能治疗了 一个无品宗师 尽管只是守候在宝库这里 但不用多想在神道门内的地位也不会很低 与这种人结交 或者是让这种人欠下人情 对今后在神道门内活动 只会有好处而没坏处 楚风也就点点头说 可以看看 具体能不能治 还需诊断后才能确定 河老笑呵呵地点点头 说 那我晚点来找你 回去路上 楚风和李火 闲聊起河老 河老并非是神道门成员 却很神道门有很深的牵连 其中隐秘 李火并未完全说明 简单掠过 不过此人 李火给出的意见是 可以结交 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实力也不低 结交后好处不少 回到住处 李火亲自安排信任的人 将楚风从宝库内带出来的各种材料打包 然后先送往山海阁 楚风同时也通知魏东清到山海阁去接收 各种材料得到 剩下的就是调查想要一些过往事迹 正是知晓查询资料并不消耗战功点 楚风才会在宝库内将战功点一次兑换完 在李火的带领下下 他进入神道门的资料库 开始在里面查找想要的资料 与此同时 白无落也得知 楚风从宝库内带走不少材料 微眯的双眼内寒光涌动 更加坚定了要将他给斩杀的决心 因为他很清楚 一个刚进神道门的人 根本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的战功点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李火等人为了招揽到他 送了他很多战功点去兑换材料 便向用神道门多年来收集的好东西进行招揽 此举属于违规 但当前 白无落没心思去用这件事 找李火和门主的麻烦 而是看得更深远 不论是李火还是门主 都不是才认识 白无落知晓 两人到底在盘算什么 能让两人耗费那么多战功点去招揽的人 说明楚风身上有两人需要的东西 甚至于可能想要将其扶持为 下一届神道门的门主 下一届神道门的门主 白无落早已帮孙儿白晨预定 现在出现了竞争者 那必须将这竞争者铲除 楚在原地思索了一阵子后 白无落禁止离开神道门 斩杀楚风这件事 他身为神道门的长老 没办法亲自出面 毕竟双方当前都属于神道门成员 动手后要是被查出来 必然要被门主以此进行打压 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让别人代劳 资料库内 楚风先是查找20年前 楚家灭门惨案 本以为神道门内藏纳的资料会很多 然而很快他就失望了 关于楚家灭门惨案的资料 少得可怜 与网络上收集到的差不多 甚至都还没自己调查到的多 对于这情况 楚风也很无奈格 跟着他就搜寻 关于神州萧家的资料 萧家始终是曾经神州第一家族 资料不少 整整有一箱子 反正不着急离开 楚风也就慢慢翻看 他先是看了萧家的发展历程 更是看到萧家降生神童 以及外界对神童的评价 当看到萧家遭受攻击 内容让楚风不由的下意识皱起眉头 因为他发现后续的记录 非常潦草和简单 重要的信息一点没记录 记录下来的 虽然将整件事概括了 却没丁点用 那些家族参与等等 都没记录其中 这情况 让楚风不由的想 神道门中的有些人 是否有参与其中 因是过往 主要目的只是了解 没能得到想要的信息 楚风也不是很失望 沉住气继续看 想看看萧家当前情况 越是朝后看 他脸色越沉 本以为 萧家作为曾经神州第一家族 必然有实力强悍者 即便遭受各方联合攻击 失去第一家族的宝座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部分萧家人 现今必然还好好地活着 然而资料上却记载 萧家至今 已无一人存活 转念间 楚风也就反映过来 其实 这才是最真实的结果 斩草除根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懂的道理 萧家曾经作为第一家族 忽然跌下神坛 那些参与的家族和势力 绝对不允许萧家再有人存活 很担心萧家再次崛起 然后进行报复 弄清楚身世 本想着 要不了多久 就能见到自己的亲人 却没想到 一切都是自己的妄想 冰冷杀意 开始在楚风内心涌动 将关于萧家的资料 全部收回箱子后 楚风开始寻找 所知晓的事例和家族 开始仔细查看 这些家族当前的发展情况 一直都第二天清晨 楚风才从宝库内出来 回到住处 出来迎接的秦燕燃赶忙说 里面有个老人 等你一夜了 何老 楚风下意识拍了一下额头 回想起何老曾说 昨晚要找自己进行治疗 而自己因为在资料库内看的入迷 完全将这件事给忘了 他赶忙进屋 何老也正好睁开眼睛 前辈 实在不好意思 在资料内看东西 看得有些入迷 将你要来找我的事给忘了 楚风满脸歉意解释道 不碍事 我也不急于这一晚上的时间 何老很平静地笑了笑 等人 确实会让人很烦躁 但应有求于楚风 且对方年少有为 前途不可限量 即便心中有少许不悦 何老也不会表现出来 一直以来 楚风都不喜欢拖延 他当即就为何老大脉诊断 一丝极为稀薄的真气 在楚风的控制下 进入何老经脉 就好似他的眼睛 快速查看情况 刚开始 一切平静 当真气游走到何老丹田附近时 一股强烈的危机 忽然浮现于楚风内心 对 楚风毫不犹豫 立马回收真气 本以为这样就能避开危险 但很快他就发现错了 第138章 床上告诉你 危机 起源于盘踞在何老丹田内的真气 但并非是何老自身的真气 而是外人留下 当初对何老动手之人 摆明要对他进行折磨 刻意留了一丝真气 在何老体内 犹如一头猛虎 堵在道路上 不给任何行人经过 如此也就导致 何老虽有一身真气 却因这一丝真气的堵截 无法运转 他虽是五品宗师 但这只是表象 楚风这时候也算明白 为何才见到何老时 会感觉不对 同时也理解了 李火昨天诉说何老的情况时 为何会有些遮遮掩掩 因为这是何老的秘密 不知情的人 自然觉得他是五品宗师 根本不敢懈怠 然而 要是知晓这情况 那即便是一个化尽武者 也不会将他给放在眼底 真气 是一个宗师的根本 真气要是运转不起来 那就是一个废人 当前的何老 因这一丝真气堵截 全身真气都无法运转 难以发挥该有的实力 确实如同是一个废人 诸多想法 皆是在心间一转而过 盘踞在何老丹田内的真气 楚风本以为不去冲击 不会遭受攻击 但这丝真气 犹如有自我意识 才刚察觉到楚风的真气 立马就从盘踞的地方冲出来 顺着何老的经脉 追击楚风 犹如一头饿虎 饿了许久 忽然看到猎物 势必要将这猎物吃了 说实时 那石块 这一切都在呼吸之间 楚风真气回收尽管很快 但追击的真气更快 根本不给他任何挣脱的机会 顺势就来到他体内 换成别的武者面对这情况 只有等死的份 但楚风不是常人 这一次真气 他非常清楚 主人一定是大宗师级别 虽有危险 但还不至于让楚风慌乱不堪 自己的身体 那就是自己的主战场 身在主战场 要是还被一丝真气所打败 那这些年的努力 也就白费了 哼 只听得楚风喉咙间一声闷哼 跟着他就闭上眼 调动自身真气 去围剿那一丝大宗师留下的真气 何老早已睁开眼 神情复杂 且担忧地看着楚风 十秒后 楚风忽然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也快速变白 楚大哥 秦燕燃一脸焦急地冲上来 搀扶住楚风 因为这是他遇见他以来 第一次见他出血 楚风慢慢睁开眼 递给美人一个不碍事的眼神后 他微微有些苍白的脸色 眨眼便冷下来 老东西 什么意思 算计我 楚风站起身 双目阴冷地盯着何老 屋内气温快速下降 此时此刻 楚风真的很生气 因为他好心想着救治这老头 这老头却暗藏算计 楚风明白 何老显然知道 体内盘踞的大宗师真气 是什么情况 更清楚 当外人真气 前去触及到 那大宗师留下的真气 就会将其当成敌人追击绞杀 明知这一切 何老却不告知 摆明是要借用自身 将大宗师留下的真气给引走 让自己成为下一个他 而他则得以恢复正常 面对楚风的质问 何老忽然起身跪在地上 小兄弟 我该死 何老满脸痛苦地解释道 我其实也不想这样做 但我被那真气折磨了许多年 都快绝望了 换成别人 我不会这样 但我知道 小兄弟你不同于其余人 一定能解决那真气 才隐瞒了事实 楚风气急而笑 说 我不同于其余人 我难道有三条手臂四条腿 我他妈的 不也是两只眼睛两条腿 我怎么不同于其余人了 小兄弟 我知道你的来路 直觉告诉我 不一样的你 一定能解决那一道真气 双眼对视间 楚风心中杀意更浓 此时此刻 他非常肯定 这老家伙明显发现了 自己是多年前萧家的神童 关于自身绅士 楚风很清楚 不能让太多人知晓 否则就会有无尽的敌人涌来 何老作为武品宗师 眼力非同一般 看出楚风对自身的杀意 但他丝毫不慌 一脸诚恳地说 小兄弟 我这条命 从现在是你的了 你要是想杀我 尽管动手 我绝对不会有任何反抗 这一切 都是和老深思一夜盘算出来的 他在赌 赌本身不凡的楚风 一定能解决 那祸害自己多年的真气 当然 楚风要是解决不了 那真气反被搞死了 自身后半辈子 必然将带着愧疚而活 假若赌成功了 楚风将那一丝真气解决 那就给他当仆人 偿还算计 我 楚风骤然扬起手 却止住没有拍下 此时此刻 他是真的很想一巴掌 将这算计自己的老家伙给拍死 对此 和老神情淡然 没有任何要反抗的意思 秦嫣然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丝毫不知明明是旧制 怎么最后变成了算计 屋内气氛 冰冷且紧张 片刻后 楚风放下手坐回到椅子上 说 起来吧 从今以后 你的命就是我的了 问题已经解决 此时要是因为 怒意一巴掌 将这老东西怕死 那自己可就白白受伤了 损失 必须捞回来 楚风一直都不是一个 愿意吃亏的主 他分析道 对方好歹是无品宗师 甘愿为奴 当前待在身边 还是能带来不小的帮助 和老匆忙起身 面朝楚风 恭敬弯腰喊道 主人 楚风翻了个白眼 说 不要这样叫我 和老一脸为难 试探性问 那少主怎么样 可以 和老点头后 接着说 少主 我这就去交接 镇守宝库的事 回头与少主一同离开 楚风刚点头 又说 等等 将这几种药材带来给我 听得楚风念出的药材 和老嘴角开始抽搐 这是几种 瞥见老家伙神情 楚风怒道 怎么 你不愿意 深知理亏的和老 匆忙摇头 说 少主请放心 我一定带来 等和老走后 秦燕燃赶忙凑到 楚风身边关心的问道 楚大哥 你怎么样 要不要进屋去休息会 楚风忽然咧嘴一笑 原本苍白的脸色 梳一下就红润起来 哪有受伤的样子 因祸得福呀 此时此刻的楚风非常开心 看得满脸担忧的秦燕燃 一脸呆滞 回神 对世上美人那疑惑 且又关心的眼神 楚风心神骤然一动 一把就将秦燕燃揽到跟前 笑着说 床上告诉你为什么 啪 抱着美人前往房间的途中 楚风手一甩 后方的门就关了起来 第139章 你是门主吗 大宗师残留的真气 最开始 因不知道具体情况 确实惊到楚风 让其慌了一下 但当感知到 只是一个一品 大宗师残留的真气后 楚风内心瞬间就放松下来 巅峰时刻 这点真气他一个念头 就可以搅散 不过当前因身体问题 这点真气 还是能带来一点伤害 让他想将其剿灭的费点功夫 然而 跟着所发生的事实 让楚风不得不感叹 很多秘密 有时都是机缘巧合才会发现 自从得到龙形玉牌 得知不少人都在找着东西后 他就一直想知道 龙形玉牌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让那些人都过去20年了 还未放弃 动手前 楚风完全没想到 会因此而发现龙形玉牌的秘密 大宗师残留的真气 一路追随进入体内 他正准备调动自身真气 对其剿灭 变动忽然就发生了 当时 楚风只感觉到 胸口挂着的龙形玉牌 微微一热 那大宗师残留的真气 就被龙形玉牌吸走 然后 一切就结束了 吐血 以及脸色变得苍白 都只是伪装 因为楚风很清楚 在外人眼中 大宗师残留的真气 到底是有多危险多难缠 否则何老 也不会被一丝真气 就影响多年 过于轻松将其解决 只会暴露自身更多秘密 且当时 何老暗藏算计 这让楚风更警惕 但事后发怒 确实是真的 楚风很清楚 假若自己只是一个一般舞者 必然早已步入何老后尘 本以为 何老长的慈眉善目 是个好人 却没想到这老东西暗藏祸心 利用自己的好意进行算计 他真想问一句 难道将一切明白告知 自己就不会想办法 进行救治了吗 发怒 是为了让何老自行惭愧 然后以此 从他身上搞点好东西 出来补偿自身 却没想到 何老甘愿成为自身的奴仆 仅仅如此 并不能让楚风内心怒火 彻底消散 战功点已经用完 想到宝库内那些药材 楚风就非常眼馋 也就借此机会 要挟何老将其搞来 床上 正享受的秦燕燃 听得一切实情 心想 事到真的是太复杂了 处处是陷阱 稍不注意 可能就会被坑死 跟着 想到楚风去神道门的资料库 待了一晚上 美人又问有什么 收获没有 和自己人 没必要隐瞒 楚风当即就将得到的信息说出 见最主要的目的没能达成 秦燕燃只能安慰慢慢来 几乎动结束 楚风将龙行玉牌 拿到手里仔细端向 眉头紧紧皱着 满脸疑惑 龙行玉牌 明明吸收了一个一品 大宗师残留的真气 此刻他却感知不到任何一场 好似先前的一切都没发生似的 奇了怪了 凝视片刻后 楚风忽然直起身 盯着龙行玉牌的眼神 好奇更浓 刚刚 他尝试将自身真气 输入龙行玉牌 想看看会不会被吸收 本以为 龙行玉牌能吸收大宗师的真气 也一定能吸收自己的真气 然而事实是 龙行玉牌没任何动静 要不是先前亲自知晓 龙行玉牌吸收了大宗师残留的真气 楚风必然会一切都是假的 难道说非大宗师的真气不行 楚风自顾嘀咕 眼底则满是迟疑和犹豫 不到万不得已 他真不想去走那一步 他实在搞不明白 这龙行玉牌难不成 还能分辨进入其中的真气 是属于宗师还是大宗师 一阵迟疑后 楚风暂时放弃心中念头 由于对龙行玉牌的了解 还不是很深 值不得他为此去走出那一步 毕竟那样做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 且要是那样做了 最终还是没办法将 龙行玉牌的秘密给搞清楚 那一切都是白费力气 还是先慢慢探索 将龙行玉牌的秘密搞清楚后 再看如何做 休息了一阵子 起床洗了得早 楚风当即带着秦燕燃出门 准备趁见到门主之前 好好看看神道门总部 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地方 一直都是无数神舟人心头最好奇之地 却不是谁都能进来 闲逛的路上 不时遇到一些舞者 一个个在看清是楚风后 都像是见到鬼一样匆忙离开 搞得楚风和秦燕燃都是一脸莫名 不清楚怎么会这样 殊不知 他当天强闯神道门 且阻拦的舞者 还被离火给逼得道歉后 名头早已在神道门传开 神道门80%的成员都知道 神道门来了一个年轻 却强悍的舞者 此人能得到离火认真对待 实力又足够强 保不齐就是下一届的门主 因不了解楚风这个人 担心贸然搭讪说错话惹闹他 被离火知道后又是一顿收拾 惹不起 而且那还躲不起吗 神道门舞者就很默契地达成共识 遇到楚风后 什么话也别说 快速离开 别人不来搭理 乐得清闲 楚风倒也没什么想法 继续带着秦燕燃闲逛 走动中 进入一片风景 还算不错的花园 要知道 此地可是神州的中心 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也就神道门才有权利 在此处布置花园 不一样的风景 让秦燕燃又起了拍照的念头 当即就掏出手机 让楚风帮忙拍照 年轻人 这里面可不许拍照 就在秦燕燃摆好姿势 楚风也寻到一个很不错的角度 准备按下快门时 一个声音不适宜地在后方响起 楚风回头一看 见识那不男不女的废物的爷爷 昨晚看资料的过程中 他顺道将神道门的发展史 以及当前神道门内重要成员的资料 也扫了一遍 对于这个无形之中 早已站在对立面的敌人 楚风才懒得搭理 转身就调整好角度 继续给秦燕燃拍照 秦燕燃虽不知道白无落的身份 但从对方的情况 就知道在神道门内的地位不低 担心违法规定给楚风引来麻烦 正准备走上来 楚风就说 继续 对此 秦燕燃只能继续摆姿势 后方 白无落见楚风对自己的提醒视若无睹 牙根慢慢咬合在一起 早就从孙儿口中得知 这年轻人很狂 此刻一见 真的很狂 他干咳一声 沉声道 年轻人 身为神道门人 却不将规矩给放心上 你可知道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楚风转身过来 盯着白无落反问 你是门主吗 第140章 神一般的男人 白无落被反问搞得一焉 因不明白 楚风这样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他就说 我不是门主 我是 不是门主 你在这里瞎嗶嗶什么 楚风完全不给白无落说出身份的机会 跟着就说 这么好的风景 拍几张照片怎么了 难道说 就因为拍几张照片 就会将神道门的机密泄露了吗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你活了那么久 难道不懂得变通吗 接连背对 白无落一张老脸早已泛红 他原本很平和的眼神 也满身怒意 质问道 你可知道我是谁 楚风轻笑一声 回道 我管你是谁 反正你不是神道门的门主 就给我闭嘴 神道门内只有门主 能管我 放肆 白无落怒喝间 无品宗师的气势 骤然从其身上散发出来 活了百来年 还是头次被人如此挑衅 原本他不想在神道门内 表露出对楚风的杀意 因为如果现在就表露出杀意 后续出现的事 就会让对方以及离火等人 怀疑到自己头上 然而 楚风犀利的言语 让他难以压制内心怒火 准备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顺道探探他到底多强 老六 你想做什么 何老的声音陡然响起 跟着他身形一闪 从十多米外来到楚风身边 正在气头上的白无落一愣 跟着想到何老身上情况 冷笑道 何老 怎么 你想帮着犯了规矩的小子出头 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 我还不知道吗 你觉得 你拦得住我 我劝 白无落满是不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何老身上释放的气息 惊得不敢再说了 因为 何老也将自身气息给放了出来 且不是五品宗师 而是六品宗师 遭受大宗师 真气压制多年 当前压制消除 何老很顺利的 就步入六品宗师 身体还存在问题时 何老就是神道门不一样的存在 即便是门主对他 都要客气几分 现在 他成功步入了六品境界 说明身上问题早已解决 自身只是五品 对方却是六品 白无落不敢惹 本义 是想借楚风犯规 好好试探一下这小子的底 却没想到 半路杀出来一个成咬精 白无落很清楚 有成功解决身上问题 且还突破到六品境界的何老在 意图难以达成 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更受气 他恼怒一哼 呃狠狠地刮了楚风一眼后 转身离开 少主 老奴就在来迟 还希望少主能量解 何老立马朝楚风 摆出一副错了的姿态 楚风无所谓的挥挥手 笑着说 就算他动手 你觉得他伤得了我吗 何老笑着说 伤不了 但这样会让少主的情况 被更多人知道 我想 这是少主不希望看到的 事实确实如此 楚风瞥了眼何老 说 你做得很好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也不要你一辈子给我当奴仆 十年就行了 十年之后 你恢复自由身 何老一听 立马抱拳弯腰 激动地说 谢谢少主谅解 被白无落一打搅 楚风也没心情继续闲逛 带着秦燕燃 就折返回住处 关于白无落忽然出现 还以不能拍照为由找查 楚风其实早就知道 他的意图是什么 偶然撞见 只是刻意制造 本来 他还想着 昨天强闯神道门 没能彻底震慑到神道门的高层 今天白无落主动送上门来 正好借此机会 好好削他一顿 让他知道 不是年纪大口气 就可以很大 顺道提醒诸如 正在暗中盯着自己的大长老 即便想要动手 也别找些阿猫阿狗来 却没料到 被何老忽然出现搅局 很多事 楚风的本心 都是顺其自然 既然老天不让自身进行震慑 那就不进行震慑 三人前脚刚回到住宿的地方 离火后脚就赶到 朝楚风说 门主回来了 正等着你呢 与秦燕然交代一声 让他与何老在这里等待后 楚风就跟随离火 前去见神道门的门主 神舟万众人都知道 神道门有一个门主 却不是谁都知道 神道门的门主长什么样 身为一个位高权重之人 早已调动力量 将网络上关于他的照片 以及一些事迹 清楚得干干净净 即便是神道门内部资料 有离火等长老的照片 却没门主的照片 无形中 也相当于是塑造神秘 离火将楚风带到一个小院后 并未带着他进屋 而是走到小院中心的梁亭内 抬手拍在其中一根柱子上 只听得咔咔声从脚下传出 跟着梁亭的地砖就开始退开 一个洞口露了出来 离火笑着解释道 这里大部分庭院都设有密室 只是位于不同位置 本以为下方的密室不会很大 但等真到了下面 楚风才发现自己错了 密室比想象的还要大 且密室布置还非常不简单 藏了外人所不知的秘密 神道门位于神舟中心 地狱的不一般 导致这地方自身也不一般 昨天进入神道门时 楚风还奇怪 这地方空气中的能量浓度 怎么比想象中的要差 甚至都还比不上山海阁 现在深入地下 他才明白 原来所有的能量 都被阵法引入地底 且有高人利用阵法进行了遮掩 导致他都没能发现异常 地下密室 装饰非常完善 丁点没给人深处地下的感觉 在离火的引领下 两人进入最深处的一个房间 房间内 一个身着青色长袍的男子 正面朝客有道字的墙壁盘膝坐着 示意楚风对方就是门主后 离火很时序地转身离开 为了离火在中间调和 门主也没主动起身开口 现场气氛不由得有些尴尬 想到总不能这样干等 楚风就开口说 拜见门主 嘴上虽这样说 但他双手却没任何其余人 拜见门主该有的动作 完全就是为了告诉所谓的门主 你想见的人来了 男子肩头微动 然后慢慢起身并转身 楚风很好奇地看着对方 很想知道 这个对于正常人而言 神一般的男人到底长啥样 当看清对方样貌 他眼珠子明显一凸 嘴里更是惊道 是你 第141章 杀意来临 是我 男子笑呵呵地点点头 接着说 上次一别 也有十年了吧 仔细一算 恰好十年 楚风点点头 有些惊讶地说 当时就感觉你不简单 没想到还真的是不简单 我是该叫你门主吗 还是叫你二货 没见到真人之前 楚风对神道门的门主 同样很好奇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双方竟是老相识 且十年前就认识 十年前 对方忽然上山 说是出来散散心 找老头子 这个老钱被叙叙旧 老头子性格比较清静 与之没多少话说 反之和楚风很快就玩到一起 两人不是钓鱼就是掏风 整天玩的那是一个开心 期间 楚风给对方 取了一个外号叫二货 对方也没说什么 没见人真人之前 楚风是真没想到 对方会是神道门的门主 男子一愣 有些尴尬地解释道 在这地方叫那两个字不合适 我真名叶不凡 我比你大 你就叫我叶叔吧 始终是神道门的门主 当着外面的面叫二货 确实有些不尊重 楚风也就点点头 叶不凡笑了笑 示意楚风坐下后 笑着说 你现在应该知道我 为什么要让你等着我 见一面了吧 十年前分别时 让你下山 一定要联系我 但你似乎并没有这样做 言语之中 明显透露着怨气 楚风很无奈地解释道 倒是有想过找你 但联系方式 不知道怎么弄丢了 之后 两人开启闲聊 叶不凡说 他原本也没过于 关注云城那边发生的事 得知门内成员被杀 就派遣离火去处理 哪成想离火到了一看 发现楚风不简单 一听对方很年轻 且实力不低于二品宗师 叶不凡顿时就想到了 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是楚风 毕竟当今神舟 他还没见过 谁的天资能有楚风好 这才开口给两万占功点 当时由于在忙活别的事 没时间查询 等离火成功将楚风给招揽后 他才有时间去看关于楚风的资料 这一看 剑还真是当初恩认识的老熟人 得知楚风来到神道门 身处外地的他就交代离火 一定要想办法将其留下 等他来见一面 没直接告知 楚风神道门的门主是老熟人 也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 听完这些 楚风很无奈地说 你要是早说你是神道门的门主 我至于那么抗拒吗 熟人的地盘 怎么都要给几分面子 才不会与离火讨价还价 叶不凡笑着说 结果一样 过程怎样都不重要 对了 老头子还好吧 知晓叶不凡和老头子关系默逆 正好借此机会 让对方动用神道门的力量 查一查老头子的痕迹 楚风说 他失踪了 失踪 叶不凡一惊 不等问楚风就解释道 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山上 得知他一年多之前就下山了 去了什么地方 为何下山正在查 二 叶叔叔 你在神道门的地位不低 能不能调动神道门的力量 帮忙查一查老头子的去向 我怀疑 他下山来可能是要去找 曾经的仇人报仇 对方对老头子的了解比自己多 甚至知晓 老头子要报仇的对象是谁 查起来更有方向 速度也更快 叶不凡神情严肃地点点头 说 这是我回头 就让人去查 有什么消息 我立马就通知你 想到对方是神道门的门主 又是早就认识的朋友 那些没能从资料库查询到的信息 就可以直接问 楚风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叶叔叔 有件事 我想朝你打听 你说 你我俩人还需要客气什么 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尽管开口 我知道你心头现在 必然有诸多疑问 叶不凡很爽朗地回到 叶叔叔 我想知道 二十年前神州第一家族的萧家 现今是否还有人存活 不是信得过的人 这个关乎到自身秘密的问题 楚风不可能问出口 对方身为神道门的门主 知道的东西必然不少 叶不凡沉默的两秒 说 萧家曾经那么强 即便没落 这些年还遭受打压追杀 也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活着 事情过去太久 我每天都要忙不少事 早就没关注萧家的动向 具体藏在什么地方 等我帮你去查 查到以后 我会告诉你 楚风点点头 叶不凡很直接地说 小风你的情况我都了解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神州没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当前的你实力也的确强 但还是要小心 低调 是你当前必须要做的事 否则你的身份一暴露 敌人多得你难以想象 当前的神道门 你也知道具体情况 能给予你的帮助实在有限 关于楚风的具体身份 何老能猜测到 对他更为了解的叶不凡 更是早就知晓 也明白 楚风身份只要一浮出水面 会有多少人想要他的命 当前的他 还不是最强之人 过早暴露 只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作为熟人 且比他对神州更为了解 叶不凡觉得自己 有必要提醒一句 楚风点点头 我知道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一直停留在云城那边 没有绝对性的把握 有些事我不会做 两个小时后 楚风从地下密室内出来 离火正站在凉亭内等待 他知道 楚风到神道门要做的事 基本都做了 就问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我替你安排车 继续留在这里 只是浪费时间 既然离火提起这事 楚风也不含糊 说 现在就走 离火点点头 当即动身去安排 楚风也回到小院内 得知神道门的门主 竟是楚风多年前就认识的好友 秦燕燃明显愣了一下 跟着觉得 这样挺好 有个神道门的门主是朋友 今后在神道门的很多事 都讲很方便 闲聊没一会儿 离火就来通知 一切都安排好了 三人当即动身 对于何老的离开 以及他带走的诸多药材 离火整个过程什么都没问 似乎已知道具体情况 天黑时 三人落脚云城 刚出机场 楚风脚步就骤然一顿 没想成 前脚刚离开神道门 杀一后脚就到 微微赶之后 他朝秦燕燃说 你先带何老去山海阁 我去处理一点麻烦 第142章 拿你白家开刀 早就预料到会有一场习杀 本以为 习杀会发生在京都 但整个过程都没动静 楚风还以为 对方放弃了 没想到 对方竟一路跟来云城 好似完全不担心被发现 刻意释放气息挑衅 既然有人想找死 楚风自然是要成全 少主 我和你一起去吧 三个小下面 不劳烦少主动手 和老眼巴巴地看着楚风 身为六品宗师 他同样早就 察觉到 后方有意图不轨之人 不用 楚风摇了摇头 笑着说 既然你也说了是小虾米 那我处理起来 会有难度吗 不等和老多说什么 楚风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此次前来的敌人 实力虽不差 楚风也完全没放在心上 不想和老跟在身边 只是不想他发现 自身更多秘密 虽说和老当前成为奴仆 却只是口头上的奴仆 反叛只是瞬间 早前的算计 让楚风对着老东西 还是不太放心 深知楚风不会做没把握的事 秦嫣然并未多说什么 动脚就走 和老微微迟疑后 还是放弃违逆楚风意思 动身追上秦嫣然 距离机场一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片暂时停工的建筑工地 楚风到达后静静等待 很快三人就出现在眼前 三人步入工地后 立马就以三角之势 将其围住 我很好奇 是谁让你们来的 楚风凝视着正前方 年龄最大 且也是实力最强的老人问道 这人是三品宗师 另外两人都是一品宗师 直接触动三个宗师来针对自己 可见对方杀自己的意图很明显 与此同时 楚风心中也很奇怪 神舟到底是藏了多少宗师 明面上 神舟的宗师没有多少 一双手就数得过来 但现在 他明白 很多家族和势力 为了掩藏实力 应该都是将宗师藏了起来 老人冷冷地凝视着楚风说 等到了地府 阎王爷会告诉你答案 目的很明显 自然不会有过多废话 老人一个眼神 另外两个一品宗师 就同时冲向楚风 宗师始终是宗师 仅仅只是冲击 就带起一阵剧烈的风声 速度好似快地直接将空气割裂 两人眨眼急到眼前 拳头也落在楚风身上 然而 楚风的身影却好似烟雾 慢慢溃散 什么 初级的两人一愣 下意识被眼前怪异的情况 给惊得呆住 两人自认为见识不守 但还从未见过这种 能凝造出虚假身影的手段 站立观望的老人也是一愣 下一秒他 脸色骤变 朝在右边的同伴喊道 你身后 得到提醒的男子 感知到攻击以来 反击避让都来不及 只能下意识全面调动自身真气 进行防御 但下一秒 他就感觉到一股无法匹敌的力量 禁止破开自身真气 防御冲击体内 将内脏撕扯碎裂 啪大 男子瞪大双眼 身体软啪啪地砸在地上 一招杀宗师 老人和另外一个男子 呆立在原地 难以想象一个宗师 就这样被杀了 搞得好似普通人一样 楚风缓缓收回手 看着地方生命力正流失的宗师 不懈地哼了一声 本以为 对方始终是宗师 多少有点本事 却没想到如此不堪 同时 他也明白 遭受斩杀的男子 虽是宗师 但这宗师的底子 却不是很纯 有些舞者 穷其一生 都想要步入宗师境 但宗师关卡 可没那么好突破 为此另辟蹊径 走捷径步入宗师 遭斩杀的舞者 很明显就是这一类型 这类宗师 空有一身气势 却没真正宗师 该有的实力 撤 老人递给同伴一个眼神后 没有丝毫迟疑 立马转身 就以为最快速度 冲向工地外面 杀气腾腾而来 本以为三人收拾楚风 不会有任何难度 但楚风一招秒杀 促使老人知道情报有误 这年轻人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老人距离楚风 有一段距离 加之实力 还是三人中最强的 跑起来自然很快 眨眼就消失在工地门口 但距离楚风不过两米的男子 却依旧还停留在原地 倒不是他不想跑 而是一股强悍到 让他窒息的气势 早已将其四周所死 向无形巨山死死压在他身上 让他动弹不得 楚风走到男子身边 抬手搂住对方 说 你看看 他跑得多快 都不想得带上你 男子满脸苦涩 眼中绝望很浓 说吧 谁让你们来的 说得好 我可以饶你一面 遭受习杀 要是连幕后指使都搞不清楚 那一身本事 要了做什么 机场附近一栋名宅后方 风声呼啸 老人身影忽然凝实 同时极为紧张地转身朝后看 见那小子没追来 老人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主动出击 水花都还没溅起来 就折损一人 老人心头对白无落恨死了 毕竟是他没搞清楚 对方的具体情况 早知道对方如此厉害 那说什么 也不会接下这活 稍稍平复内心怒意后 老人摸出手机 打给白无落 神道门内 正在打坐的白无落 见得老人打来电话 立马接通并激动问 成了吗 白无落 我干你白家祖宗 我都被你害死了 我告诉你 这笔损失 你白家必须翻倍赔偿 怒骂完 老人禁止挂断电话 搞得电话 这头的白无落障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完全不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也不说结果 开口就骂 但身为一不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宗师 推断能力非比寻常 仔细回想对方怒骂 白无落拳头骤然捏紧 知晓袭杀应该是出现了意外 搞不好还折损了人马 正因为这样 老人才会那么生气 毕竟即便是通过捷径 培养一个宗师出来 也耗费了不少的力气 猜测始终是猜测 白无落立马回拨电话 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这一次 电话打通了却没人接 云成这边 老人手中电话正响得不停 但他却没敢接 而是眼神颤抖地看着前方 楚风瞥了眼老人手中电话 然后伸出手 老人微微迟疑后 手一动将手机抛给楚风 喂 胡子 你搞什么 骂我做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电话这头的白无落 焦急询问 白家是吧 楚风张口 淡淡地说 既然你们白家这么着急找死 那就先拿你白家开刀 第143章 不打没把握的仗 什么 听到电话那头 静静传来楚风的声音 白无落一愣 下意识撇了眼手机 以为打错了 确定没打错 正是老人的号码后 白无落一张老脸 顿时就阴沉下来 老人的手机跑到楚风手里 说明三人全军覆没 本以为动用三个宗师 不说将楚风弄死 要其半条命完全没问题 然后再让孙儿出动 彻底将这个心魔铲除 计划想象中很完美 现实中却不堪一击 白无落明白 自己还是小看了那小子 他冷哼一声 回道 小子 别嚣张 这只是开胃小菜 楚风轻笑一声 说 放心 我很快也会给你一个惊喜 不等白无落再说什么 楚风就挂断电话 跟着拿出自己的电话 拨出一个号码 打通后 他禁止问 二货 神道门成员 找人杀害同门之人 这是如何处理 如此问 是在看资料时 也顺道扫了神道门的规矩 同门之人禁止相互残杀 有什么矛盾 可以上报监管部 又监管部出面做出调和 听劝者 这件事自然落幕 不听劝 直接逐出神道门 叶不凡始终是神道门的门主 不论是惊艳还是反应都很快 他反问道 有人袭杀你 楚风恩了一声 说你们那老六 找了三个宗师来杀我 这是要如何处理 白无落早已站在对立面 叶不凡一直在寻找机会 想要将去从神道门驱除 听着楚风这样说 顿时就来了兴趣 解释道 只要有证据 完全可以将其驱逐出神道门 只是 你有证据吗 二货 人正如何 听到有人正 叶不凡双眼一亮 笑呵呵的说 可以 只要有人敢站出来指认 我立马就可以将白无落 从长老委员会驱逐 得知只是驱逐 楚风不是很满意 问 不可以直接将他废了吗 非常清楚 楚风是要白无落成为废人 叶不凡解释道 不行 白家后面也有靠山 我当前能做的 就是将去从长老委员会踢出去 被资格对其进行惩罚 始终是神道门的长老 而不是一般成员 牵扯很多 希望你能理解 知道叶不凡也有为难的地方 楚风也就没要求 他一定要将白无落给废了 说 那你派人来接这两个指认的人吧 前脚才刚从京都回来 楚风实在懒得再跑一趟 只能是让叶不凡派遣人 来将这两人带去神道门 对白无落进行指认 不想夜长梦多的叶不凡 挂断电话 立马就联系李火 让其带人到云城去接人 得知有机会将白无落成神道门驱逐出去 减少竞争者 李火非常激动 立马就安排人马 并亲自带队出发 咔嚓 挂断电话的白无落 禁止将手中的手机捏得粉碎 整个计划 他早就复盘多次 百分之百认定 三人能将楚风给拿下去 却没想到 还是出了意外 他开始暗想 年纪轻轻的楚风 难不成能轻松反杀三个宗师 真要这样 那他实力到底是有多强 爷爷 就在这时 屋外忽然传来白晨的声音 跟着他就推开门走了进来 爷爷 赶快终止计划 我们杀不了那小子 白晨一脸着急 说完就看到被地上被捏碎的手机 意识到明显出了事的他不由问 爷爷 怎么了 白无落黑着脸 反问 你要说什么 为什么要终止计划 爷爷 我刚刚才得到消息 何老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着那小子一起离开了 原来是这样 白无落心中紧张顿然一松 彻底明白计划为何会失败了 因为计划中根本就没将何老给囊括进去 何老实力如何 白无落很了解 知道他在楚风身边 那出动的三人必败无疑 本以为是那小子独自完成反杀 想到他说要拿白家开刀 白无落内心担忧控制不住的声出 现在 得知何老跟在楚风身边 而不是他本身具备强悍实力 担忧减弱不少 知道何老为何要跟着那小子离开吗 白无落沉住气温 白晨摇了摇头 说 何老忽然恢复了实力 我想应该和那小子有关 调查到的信息显示 他具备很高超的医术 应该是他将何老给治好了 何老才会跟他一同离开 解释完 想到来这里的目的 白晨赶忙说 爷爷 赶快让去收拾那小子的人回来吧 有何老在 他们伤害不了那小子 白无落苦涩一笑 说 你来晚了 他们三人已经死了 什么 白晨一脸的难以置信 得到消息就赶来 本以为能阻拦悲剧的发生 却没想成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白晨亮枪后退 失魂落魄地坐到椅子上 本以为 调动宗师 很轻易就能重伤那小子 让其剩下一口气 再由自己去结束他的生命 铲除心魔 却没想到 突破到六品镜的何老 插手其中 现在 何老追随在那小子身边 想要将其斩杀 简直就是遥遥无期 云城这边 楚风俯视着蹲在墙角的老人 和另外一个中年男子 问道 到了神道门 知道怎么说吧 这两人 早已在楚风的强悍震慑下 选择臣服 活着 比什么都好 尽管明白 出面指人白无落 必将遭受白家所针对 但两人都很清楚 比现在就死要好得多 因此 两人很失去的点头 表示到了神道门 一定会按照交代的做 和叶不凡约定的地点 是在山海阁 楚风当即带着两人 赶回山海阁 何老和秦炎然见楚风 竟将敌人带回来 都是一脸诧异 楚风只能解释 两人接下来的用处 之后 楚风就钻回房间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才出来 将这两颗药丸吃了 解药在我手里 你们要是不按照说的去做 那一个月内 必将全身经脉爆裂亡 嘴上说的东西 不可信 楚风从来都不打没把握的账 为让两人老实做事 只能出此下策 两人一脸不情愿 但刚赶知道 楚风身上传来的杀意后 赶忙将药丸吃下 两个小时后 离火带人赶到 随后带着两人 折返京都总部 本以为睡一觉起来 就能得到白无落被驱逐的消息 然而还不等天亮 叶不凡的电话 就将楚风吵醒 什么 听的情况 楚风差点将手机捏爆 第144章 每人出事 好了 我知道了 楚风语气带着无力 将手机挂断 怎么了 被惊呼吵醒的秦燕燃 好奇问 昨晚那两人 死了 秦燕燃输一下 就坐起来 惊诧到 不是都带去神道门总部了吗 怎么会死了呢 楚风无奈一笑 说 就是死了 二伙说 老九将两人带回到总部 由于是深夜 很多事都不好操作 就让 将两人暂时关起来 等今天再召集 长老委员会 刚开对白无落进行指认 却没想到 守卫先前去看 两人早已暴毙 具体死因还在调查 秦燕燃感叹道 计划没有变化快 跟着想到 楚风昨晚给两人吃的药丸 他好奇问 会不会是你昨晚给他们吃的药丸 提前发酵了 楚风下意识翻了个白眼 随后没好气地说 我昨晚给他们吃的药丸 其实是用面粉添加一些正常药材搞出来的 根本没任何毒性 这样做 只是为了彻底控制住两人 让他们按照交代的来 人心这种东西 玩的 就是一个拿捏 毒药 特别还是能让宗师强者经脉爆裂的毒药 方法楚风确实有 却没原材料进行配置 简单操作 即可达到目的 何须浪费那么多精力去狗 最后还要费心配置解药 一阵安静后 秦嫣然嘀咕道 那怎么会忽然死了呢 原因 自从得知情况 楚风就一直在思索 他分析道 可能是老九身边有白无落的人吧 得知将以此对他进行指认 很清楚 要是被指认 必将被踢出所谓的长老委员会 白无落不得不动手杀人 没人指证 自然没办法 对他进行讨伐 仔细想想 倒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楚风无奈的同时 也有些后悔 早知道是这样 那即便很不想亲自跑一趟京都 也不得不跑 等到今天 亲自将两人送到神道门 那白无落 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无法将两人弄死 计划尽管失败 但并未给楚风带来多大影响 用这办法收拾白无落 并非他真正的开刀 只是想以此恶心对方 开刀 既然动了刀 那可是要死人的 当前 暂时还不着急 由于人死了 楚风对这件事 也就不是很关注 将重心转移到 一直在进行的计划上 起床后 他开始清点 从神道门内拿到的材料 随后就沉心 继续对阵法进行布置 何老早已发现 山海各四周存在的阵法 楚风没动手之前 他还好奇 这阵法是谁人所不 感知出阵法 要是彻底完成 即便自身踏足六品宗师 强闯多半都要折损其中 现在见到楚风动手 内心顿时一片震荡 暗想始终是当初震惊 无数武道势力的神童 天赋真的让无数人望而止步 本身实力那么强也就算了 阵法这种极为偏门的东西 也如此精通 不一样的冲击 促使何老内心不甘消散干净 先前还在神道门内时 由于暗藏算计 差点害死楚风 他心中有愧 这才会提出要给楚风当奴仆 进行补偿 身为六品宗师 主动给一个年轻人当奴仆 何老内心要说没点想法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现在 见识到楚风更多不一样的本事后 他忍不住想 这选择或许也并非是坏事 清零起飞时中午 眼光毒辣 且经验丰厚的何老能遇见 极为不简单的楚风 要不了多久 就会给神舟带来大地震 未来成就 更是难以预估 跟随在他身边 延伸到以后 当他真正成长起来 只会是好事 而不是坏事 阵法越是不知道 后面难度越高 楚风也完全沉入其中 三天时间 眨眼极过 这三天里 楚风精神一刻也没松险 经过三天努力 第四重沙阵终于布置成功 按照估计 四平以下的宗师 只要敢强闯 必死无疑 第五重阵法 材料虽凑齐 但想要布置好 需耗费不少精力 楚风只能暂时停下 稍作缓解 同时带着和老洞生 前往黑龙山庄 准备看看 那边的进展如何 这些天 魏东清都没去天美集团 而是守在这边修行的同时 给五十多人练手 不一样的修行方式 带来的效果 就是不一样 挑选当天 五十多人没有一人 步入暗境中期 最强的也就暗境前期 这才几天过去 其中十多人都 已经是暗境中期 剩下的全都达到暗境后期 得知楚风来了 盘坐在梁亭内 冥想的魏东清 赶忙起身去迎接 了解到五十多人 当前的情况后 楚风很满意地点点头 到达现场 和老一扫所有人的情况后 瞬驾就洞察到 楚风要做什么 他警察问 你准备打造一支 属于自己的队伍 楚风恩了一声 反问何老 你觉得 要是有一天 五十多个宗师忽然出现 会带来怎样的震撼 五十多个宗师忽然出现 纵然是六品宗师 和老此刻也被惊得 喉咙有些发干 深知宗师境 可不是那么好跨入的他 试探性地说 这些人 难不成全都能进入宗师 宗师 没那么好步入 突破需要不小的机缘 对此 楚风只是笑了笑 说 那是你们所认为的 我的办法 和你们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修行法门 导致宗师 这条沟壳的深浅也不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样 有的武道家族 能出好几个宗师 而有的武道家族 却很难出宗师 正常武者眼中 宗师这沟壳 宽得难以想象 难以跨越 但是在楚风眼中 宗师置骨 只是一条小水沟 很轻松就能跨越 正因为这样 他才敢说 五十多个宗师出现的话 有些东西 没必要解释太清楚 楚风并未与何老多说什么 走上前 亲自对五十人进行检验 检验结束后 他又拿出一张图纸 开始教导众人不振 宗师与宗师之下的武者 一直都不在一个等级 一百个化境武者 同时围攻一个宗师 最终结果是 全被反杀 但现在 楚风要借用阵法 彻底改变这一事实 五十多人 只要将阵法演练熟悉 全都进入化境前期 即可斩杀一品宗师 正专心讲解 魏东卿忽然急匆匆 一脸慌张地冲上来 人还在十多米开外 他就喊道 老大 不好了 秦小姐被人抓了 什么 一道杀意 冲天气 第145章 最恨的是 动自己 无所谓 动身边之人 找死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底线 报复 朝自己来 怎么搞楚风 都觉得无所谓 但要是针对身边的人 这一点他难以接受 身形一闪 楚风就站在魏东卿身边 沉声问 怎么回事 谁动的手 魏东卿摇了摇头 说道 不清楚具体是谁 天美集团那边的传来消息 说两个遮掩了面目的舞者忽然出现 将他们打伤后 就将秦小姐给带走了 得知这情况 楚风知晓 对方很明显是奔着自己来的 知道自己不好对付 这才会朝秦燕燃动手 白家 还是察觉到 危机的其余家族失联 就在楚风暗自推测动手之人 到底是谁时 电话响了起来 以为是对方打来的他 赶忙拿出电话 一看来电显示眉头不由的紧重 罗兰 楚风不明白 前丈母娘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是什么意思 难道 一个念头忽然出现在出心头 她当即按下接听键 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罗兰的哭声 楚风 来要挟自己 罗兰的哭声很影响心情 楚风冷漠地回了一句 知道就将电话挂断 抓秦燕燃和洛诗宇的 显然就是一伙人 只要找到秦燕燃 那么自然也就能找到洛诗宇 但此时此刻 楚风没心情和哭哭啼啼的罗兰废话 何老爷来到近前 是白无落进行报复吗 八九不离十 楚风点头 昨晚 白无落才说 派遣三个宗师强者来袭杀 只是开胃菜 跟着今天就抓走秦燕燃两人 说明对方很清楚 静止朝自身动手 毫无胜算 只能是用身边清静之人 胁迫自己 分析到最后 楚风很肯定 最有可能报复的人 就是白家 深深吸了 一口气吐出 楚风原本有些着急的情绪 平静了下来 此时此刻 他非常清楚 对方的主要目标是自己 因此 秦燕燃两人 现在虽被抓走 但暂时不存在什么危险 老大 我这就让人去查 魏东卿问道 不用 楚风摇了摇头 说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联系我 等着就是了 这时 电话又响了起来 这次打电话来的是秦山海 显然他也得知 孙女被人给抓了 果不其然 电话才刚接通秦山海 就焦急的说 秦燕燃被舞者给抓走了 始终是经历不少的舞者 情绪比罗兰那个 富道人家要冷静许多 简单分析 告知秦山海 对方是奔着自己来的 没见到自己前 不会伤害秦燕燃后 秦山海也没多说什么 接触到现在 他很了解楚风的为人 坚决不会让孙女出事 半个小时后 几条消息发来 其中有一张照片 照片里正是被绑在一起的 秦燕燃和洛诗语 不想你的女人出事 就独自一人到长崇山来 给你半小时时间 半小时要是没到 那就等着给他们收尸 看的信息 楚风直起身 朝魏东青说 拿车钥匙来 知晓对方主动联系 魏东青赶忙拆人拆人 将车送到近前来 楚风交代和老好好在这里 指导众人修行后 驱车直奔长崇山 黑龙山庄本就在山里 和长崇山正好对着 中间间隔了一个云城 因此半个小时 赶到长崇山 还是有些紧张 楚风一路狂飙 红灯等等的 丝毫没管 长崇山山顶 当初面见黄轩 逼迫他自我了结的地方 秦燕燃和洛诗语 正被背对背绑在一起 秦燕燃经历不少 此刻浇面平静 丝毫不慌张 因为他知道 楚风一定会来救自己 或者说 自从与楚风在一起后 他就预料到 迟早会有这一天 敌人对付不了他 就会用自己进行要挟 反观洛诗语 从小就娇生惯养 根本就没经历过这些 早就不知哭了多少次 两只眼睛非常肿 俏脸也苍白无色 早已安慰过洛诗语 奈何安慰 丁点起不到作用 秦燕燃也就懒得浪费口舌 不远处 两个舞者正小声交谈 两人都只是画尽实力 更远的地方 则坐着一个老人 光从对方身上 若有若无的气息 秦燕燃就知道对方 是一个等级不低的舞者 此时此刻 美人内心想法 与昨晚楚风差不多 他想不通 宗师怎么忽然就多了起来 了解中的神舟 宗师狠手 任何一个宗师 都是极为稀缺的存在 但自从跟随楚风在一起 他发现 神舟没表面上 看到的那么简单 宗师也比想象中多得多 哦哦 洛诗语再次哭了起来 哭声引得 秦燕燃秀眉紧皱 眼中闪过一丝嫌弃 他倒不懂 哭能解决问题吗 哭要是解决问题的话 现实生活中 就不会有那么多苦难之人了 行了 洛诗语越来越大的哭声 惹得秦燕燃都忍不住呵斥 哭哭哭 就知道苦 哭了能有什么用 鼠落 吓得洛诗语一跳 哭声也彻底止住 变成了小声抽泣 就在这个时候 秦燕燃注意到 那一直那么动静的老人 睁开眼并站起身 视线朝山下看去 心头顿然一动 他知道 不出意外的话 是楚风来了 不过两分钟 楚风的身影 就出现在不远处 楚风 呜呜 见到楚风 落实与情绪 顿时就变得很激动 秦燕燃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一脸的嫌弃 两个话近无者 也快不来到两女身边站立 扫到两女没事 楚风静止看向老人 说 是白无落找你们来的吧 这一刻 他搞不懂白无落 是不是傻叉 昨天派了三个宗师来 都没能起到想要的效果 今天却只派了一个宗师来 且还只是二品宗师 妄想一次翻盘 不过 这念头刚闪过 楚风就反应过来 白无落多半以为 昨晚那三人是被和老收拾 今天才会 只派遣一人来 利用灵女脅迫 自身独自前来 觉得这样就能收拾自己 老人并未回应楚风的问题 而是冷冷地说 跪下 与此同时 站在秦燕燃两人身边的两个舞者 手也掐住两女搏梗 意思很明显 不听从安排 就要弄死两女 楚风神情冷漠 淡淡地说 我这辈子最恨的 就是有人威胁和要挟 敢威胁我和要挟我 我会让他死得很惨 第146章 他是一个恶魔 不屑倾横想起 掐着落实与喉咙的舞者嘲笑道 小子 你还是先自求多福吧 下一秒 老人身上二品宗师的气势 就释放了出来 和楚风平时懒得动手 利用气势压制他人一样 他也调动自身气势 想要将楚风给压制住 对此 楚风好似没感觉到一样 一步一步走向老人 老人眉头微动 不明白在自己的气势压迫下 对方怎么还能继续动 早就知晓 这小子不简单 却没想到还真不简单 为此 老人一咬牙 调动更强气势 进行压迫的同时 也迈步走向前方 误以为是距离远了 导致气势压迫力度不强 眼见随着接近 楚风动作明显迟缓 开始遭受气势压迫的影响 老人面上不由地露出得意 当见得楚风一动不动后 他很清楚 自身气势早已将对方给锁死 一脸得意地站到楚风前方 笑呵呵地说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不过耳 然而 老人话才刚说完 眼珠子就骤然瞪大 随即带着不可置信的眼神 慢慢低头 一颗血淋淋症 跳动的心脏 被楚风抓了出来 老人知道 那是自己的心脏 心脏被掏 纵然是二品宗师 也必死无疑 思维还未彻底消散的老人不明白 对方不是被自身的气势给锁定了吗 为何还能动手呢 且动手就算了 自身却没任何察觉 更要命的是 自身防御在对方手下 好似不存在 殊不知 楚风原本是计划强势反击的 见老人玩气势压迫 干脆装出遭受影响的样子 促使对方靠近下手 前来的主要目的是解救两女 而不是高调表现自己有多牛有多厉害 二品宗师的老人 是那两个舞者的底气 将其斩杀 看他们如何嚣张 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楚风手微微一用力 老人的心脏就被捏爆 不远处 两个控制秦燕燃两人的舞者 直接被这一幕惊呆 本以为 有二品宗师在 胜券在握 却没想到 对方比想象的厉害了不是一点半点 一个二品宗师几乎被顺杀 正处于惊慌中的洛诗语 见得楚风硬生生 将一个活人的心脏逃出来还捏碎 翘脸苍白的毫无血色 喉咙更是一阵涌动 要不是被舞者限制着动不了 早就跑到一旁去呕吐 放开他们 楚风冷冷的凝视着两个舞者 深知不是对方的对手 要是放开秦燕燃和洛诗语 必然要被斩杀的两个舞者 手爪力度骤然加大 其中一人呵斥道 后退 否则我捏死你的女人 找死 楚风眼中寒光一闪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一股让两个舞者窒息的气势 轰然降临 遭受冲击的两个舞者出现呆愣 也正是这一秒之间的呆愣 楚风就站在镜前 划进舞者 在楚风面前和蚂蚁差不多 两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一巴掌拍在头顶 明面上看 两人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 实际上 两人的大脑 早已在强悍力量的冲击下 变成了江湖 啊 随着两个舞者倒地 得以活动的洛诗语 惊叫着 就扑到楚风怀中 双臂死死抱着他 见秦燕燃看着自己 楚风一脸无奈 好一阵安慰 洛诗语情绪才平静下来 看楚风的眼神带有惊惧 两人在一起五年 五年中 他意识里 楚风就是世界上最悚的男人 任何人都可以踩他两脚 楚风离开洛家后 尽管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力量 但他也没发现 楚风是如此的凶狠 刚刚 亲眼见到 他将一个人的心脏 活生生掏出来并捏爆 内心瞬间感觉 以前认识的楚风 好像是假的 事意秦燕燃 楚风先带着洛诗语下山后 楚风开始收尾 这地方由于风景不错 不时会有人前来游玩 任由尸体扔气在这里 到时又要惊动巡察司 然后又是一系列的麻烦事 因此 还需要将尸体处理好 此地树林浓厚 藏脸尸体不难 楚风快速将三人的尸体处理好后 回到山下车上 有些东西 涉及到隐秘 因此回去的路上 楚风什么话 都没和秦燕燃说 不想洛诗语知道 不该知道的信息 洛家 洛兰等人正急得游如热锅上的蚂蚁 听到外面传来响声 冲出去一看 像是大病了一场的洛诗语 正好从车上下来 洛兰对楚风千恩万谢 邀请他到家里坐坐 洛家 楚风是一步都不想跨入 很无情地摇摇头后 静止上车离开 看得洛兰心头一阵难受 曾经 巴不得楚风赶快离开洛家 现在却急切地想对方能进入洛家 对方却丝毫不理 好一阵安慰 洛诗语状态才有所好转 恶魔 他就是一个恶魔 洛诗语喃喃自语 眼前不断闪过楚风 将老人心脏掏出来的画面 诗语 你说谁啊 谁是恶魔 罗兰好奇询问 楚风 他是一个恶魔 我们今后还是不要与之有任何牵扯的好 他是一个恶魔 尽管与楚风离婚 但由于楚风展现出的不一般 洛家 其实还是想着未来的某一天 两人能再续前缘 洛诗语本身尽管没表现出来 内心实则也一直都有这念头 但现在 他心头这念头彻底破灭了 楚风动手的目的尽管是为了救人 但杀人的事实不可忽略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落实于打心底恐惧 诗语 咋回事啊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和楚风复合吗 他怎么又成了恶魔了吗 他对你做什么了吗 罗兰很担忧且紧张地问 他 他将一个活人的心脏 直接掏了出来并捏碎 还一巴掌 就将另外两个人给拍死了 每每想起那一幕 落实与手脚就控制不住的颤抖 啊 前一秒还满脸好奇的罗兰 听到事实也吓得脸色大变 在正常人的意识中 杀人可是天大的罪 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出 自己和女儿 还与这样一个恶魔同在屋檐下五年 罗兰无法想象 曾经欺压楚风时 他要是一个不爽 结果难以想象 车上 秦燕燃在听闻楚风的分析后 问道 那接下来怎么办 报复 应该不会就此停止 楚风神情平静 淡淡地说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病猫 第147章 再一再二不再三 无形杀意 回荡于车内 此次促使绑架的幕后主使 虽没询问那三个舞者 但楚风非常肯定是白无落 昨天 前来的舞者哲损 他推测出 白无落可能觉得 失败 是因和老跟随在身边 今天才会抓走两女 要挟自己一人前往 妄想这样就能将自己给解决 再一再二不再三 原本 楚风并不准备那么快 就针对白家 但现在看来 白家 那么着急着死 该成全就成全 一个电话 前往京都的专机 就已备好 神道门总部 白无落和白晨 还在等待消息 一直不见派去的人反馈情况 爷孙两脸色都不咋好看 两人很清楚 要是不能尽早将楚风给解决 那么他势必会反过来报复白家 四个小时后 楚风悄无声息降落在京都机场 与此同时 神道门总部 李火急匆匆找到叶不凡 说 门主 暗线刚刚传来消息 楚风又来京都了 叶不凡眉头微皱 没通知你 李火摇了摇头 叶不凡陷入深思 在想 楚风不联系神道门而来京都 目的何在 就在这时 李火忽然想到 早晨才得到的一条消息 接着说 门主 稍早前得到消息 老六似乎是又找宗师去云城 可能还是想象之前报复楚风 正因知道 少有人能伤害到楚风 且他身边还跟着何老 李火得到这消息后 并未有什么动静 叶不凡轻笑一声 起身道 白家 还真是找死 通知下去 从现在开始 不论外界发生什么事 神道门所有成员禁止出动 李火正想问 忽然就反应过来 楚风翘无声息到京都来 百分之一百是因为接连报复 很显然 白无落接连搞事 让他准备朝白家下手 白无落身为神道门六长老 要是得知家里遭人攻击 特别这个人还是楚风后 定然会调动神道门的成员前去阻拦 楚风只要不听劝 朝神道门成员动了手 即便他当前也是神道门成员 也要遭受责罚 动手之前 就将命令发出 那当白无落接到白家求救 只能是独自前往 缓过神的他 立马就发布通知 通知也很快就传到白无落小院内 老家伙眉头紧皱 难以理解 又没发生什么事 为何要发布这种通告 京都西南区域 白家占据了很大一片位置 房屋建造犹如宫廷 非常庞大且精美 这门口 两个白家护卫正闲聊 见得迎面走来的楚风 其中一人起身问 小子 有什么事 没事 楚风说着 就朝门内走 询问的护卫 见他明显要强闯 冷哼一声一个岔步 就拦在前方 呵斥道 小子 你知道这里是谁家吗 这里也敢闯 我看你是活 最后两个字还没出口 拦路护卫 就飞到了门口内 另外一人见状 正要按下警报器 警报器就啪一声 直接炸开 跟着这护卫 也像小鸡仔一样 被楚风扔到门内 前来 本就是要报复 自然没什么废话可言 直奔深处的过程中 除了女人和白家的庸人 只要是舞者 全被楚风打趴下 没多久 所有白家的人都知道 来了一个敌人 见人就打 实力还很强 没有一个人是其对手 白家身为武道世家 不仅仅有自家成员 同时也向夏家招揽了一些供奉 所有人得知消息后 都冲向楚风所在位置 奈何 不论是化尽舞者 还是半步宗师 只要和楚风接触到 下一秒就直接成为废人 自身非屠夫 没必要见人就杀 白家既然是武道家族 那楚风就让白家 所有的舞者都成为废人 自此彻底和武道无缘 神道门内 白无落接到家里人 打来的电话 得知有一个年轻人强闯白家 毫无理由 见人就动手 直接让白家舞者成为废人 气得他一脚 就将地砖堕裂 冷静下来后 他开始询问敌人的仰望 才听了一半 白无落就知道 此人是楚风 全身颤抖地怒合道 小子 你找死 缓过神的白无落 正准备调动神道门舞者 一同前往去支援白家 忽然就想起 之前得到的通知 先前就感觉很奇怪 现在他终于明白 门主为何要下这命令了 原来 门主早就知晓 楚风来到京都 要对白家下手 为避免自身调动 神道门的人员前往 才提前发下通告 叶不凡 你该死 怒归怒 但白无落没时间 继续在神道门浪费 立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他很清楚 去晚了 白家可能就真的要废了 白家 楚风四周早已躺着四十多人 这其中包括白无落的两个弟弟 以及两个表兄 这四人都是宗师强者 但现在都成了废人 四周还有六人 五个是华镜 有一人三品宗师 死人是白无落的大哥 他因为打电话给弟弟白无落 稍慢才赶来 来到现场 见同是宗师的两个弟弟 还有两个兄都被废了 心惊的同时 根本就不敢凑上来找死 这一刻 白无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 毕竟弟弟的宗师镜 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 而非他们这种走了捷径之人 实力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敌人不愿上前来 那就自己找上去 华镜舞者又如何 只要是白家人 楚风一个都不会放过 急风呼啸 五个的华镜 只感觉眼前一花 跟着就惨叫跪在地上 满脸不甘和愿毒地盯着楚风 身为舞者 成为废人 比被杀了 还要让人难受 你 你不要过来 白无云看着出现在前方的楚风 满脸惊惧下意识后退 完全忘了 自身好歹也是一个宗师 他实在不明白 都不认识对方 对方为何要对白家下此毒手 呼 进风扑面 白无云刚扬起手 调动体内真气 要进行反击 就被楚风一巴掌拍在肩头上 他体内刚被调动的真气 瞬间就被禁锢得难以调动 早就看出 面前人和白无落关系不浅 楚风就没立马将其废了 而是一巴掌 让其跪在地上后 一只脚踩在白无云的后背上 安静等待 不过片刻 呼啸声就从门外方向传来 跟着白无落就出现在视线内 见白家舞者全部倒地 哥哥还被对方踩在脚下 白无落声音沙哑地吼道 楚风 你找死 第148章 酣畅一战 怒吓 谁都会 楚风可不是被吓大的 看着快被气疯了的白无落 他要的就是这效果 淡然回到 找死的人 应该是你才对吧 真当我是病猫 那么好欺负 本不想这么快就针对你们白家 奈何你那么着急着死 一而再 再而散 那我就成全你 话落 楚风踩在白无云后背上的脚 猛然加厉 原本是跪着的白无云 根本承受不住压迫 惨哼一声 整个人重重地扑到地面上 树子 你敢 明白楚风 这是要将自己大哥 也变成废人 白无落全身真气疯狂涌动 带起一片残影 直奔楚风 碰撞只在瞬间 只见楚风呼一下 就朝后飞出 白无落 则站在大哥身边 大哥 白无落喊着 就赶忙弯腰将白无云搀扶起来 但看着他逐渐煞白的脸色 以及唇角缓缓流出的鲜血 白无落全身一颤 活儿好似被抽走了一样 他本以为出手那么快 应该能救下大哥 然而事实 却并非心中怎么想 就会怎么发生 白无云中 就还是成了废人 白家当前 除去女性 男人就只有白无落和白晨 还是舞者 堂堂白家 昌盛好几十年 一招几回 啊 看着始作勇者楚风 白无落气得扬天嘶吼 跟着就像是疯了一样扑向他 此时此刻 白无落的想法很简单 今天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弄死这个毁灭白家之人 无品宗师 发怒是真的可怕 四周墙壁 在白无落愤怒的气息震荡下 直接撕裂出一条条裂缝 躺在地上的白家人 好几个直接就被白无落释放的气势震死 然而 白无落此时根本就不管这些 他眼中就只有楚风 面对疯癫的白无落 楚风并未硬碰硬 而是以防守为主 倒不是说 他没抵抗反杀的实力 而是快速将白无落反杀 意义不大 他就是要让对方的攻击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 明明出了很大力气 却不能带来任何效果 玩手段 折磨人 楚风有的是招 十多个呼吸中 白无落就和楚风碰撞了数十回合 眼见难以给楚风带来任何压力 白无落很清楚 这样下去只是浪费力气 不得不停下来 呼吱呼吱急喘的同时 恨不得要将楚风生吞活泼的眼神 也直勾勾地盯着他 此刻 白无落明面上怒得不行 心头则一阵冰凉 亲自动了手 才他明白 为何接连派了两拨人去收拾对方 都没能成功 第一次失败 误以为是因为何老存在 但现在 白无落知道自己错了 一切与何老都没任何关系 而是小看了这个年轻人 他实力恐怖地可怕 爷爷 后方传来白尘的叫喊 看着满地都是自家人 白尘不满血丝的眼珠子都在颤抖 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白家 何曾这般过 白无落没管后赶来的孙子 紧盯着楚风的眼神之中 满是犹豫 此时此刻 他正在想要不要去走那一步 因为那样做了 即便最终能将楚风斩杀 这辈子也就彻底废了 可要是不那样做 白无落明白自己根本就对付不了 面前这个杀千刀的仇敌 四周 不断传来白家人的身影 扫视着全成为废人的白家人 白无落的内心直滴血 这一刻 他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身居高位的他 一直以为就当前的实力 难以有人在和白家对抗 因此 得知孙儿和楚风的矛盾后 才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报复 却没想成 此次竟踢到了铁板 早知道会是这样一个后果 那之前说什么 也会将心肩怒火给压下去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纵然掌握超越常人的力量 也难以挽回局面 各种情绪刺激下 白无落眼中渐渐涌出疯狂 跟着就见 他从衣兜深处摸出一个小瓶子 瓶子内装着一些红色液体 爷爷 不要 不要这样做 白晨很明显知道 红色液体是什么 立马叫喊着 就要冲上来进行阻拦 但人还在半路 就被白无落释放的气势 压迫地趴在地上 凝视着一切的楚风 并未进行阻拦 他大概猜测到 白无落手中的红色液体 应该是某种能刺激自身 短时间内能提升实力的东西 不过 他就不信 这东西再怎么厉害 难不成 还能让白无落实力 提升一个大境界 直接步入大宗师 既然不可能 那就没什么可担忧的 很久很久 没与人酣畅淋漓地斗上一场 总是碾压局 楚风手也早就痒痒 红色液体 被白无落义无反顾地送到嘴里 跟着他脸上 就快速攀爬出一条条红色的线条 好似无数蚯 正在其脸上扭动 不一样的气势 开始从白无落身上散发 且越来越强 啊 仅仅只是气势 就让四周地上躺着的白家人 发出惨叫 小子 请给你闭死 双眼早已变成血红色的白无落 一步跨出 人就站在楚风跟前 面对轰击而来的拳头 楚风不再退让 而是以拳对抗 此刻的白无落 才算是 让他有了动手一战的心思 碰 巨响从两人拳头碰撞的地方传出 响声犹如炸雷 一道气浪横扫四周 早就被撕裂的墙壁轰然倒塌 激烈的争斗 煞时展开 肉眼 难以看清 只能看到 两人正飞速在四周移动 四周原本精美的建筑 在两人的碰撞中不断倒塌 更远的一座高楼上 叶不凡和李火两人正淡然观望 距离虽远 但李火还是能清晰感知到 争斗中心带来的压力 很担忧地说 楚风能行吗 叶不凡嘴角一勾 轻笑出声 说你不要小看他 他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弱 李火神情复杂 试探性问 难不成 他是大宗师 同为神道门长老 李火知道 白无落服下的红色液体 是什么东西 更清楚 服下红色液体后 白无落将变得有多强悍 按照他的预估 当前想要斩杀白无落 最少也得是九品宗师 反观楚风 与对方打得不相上下 虽有些狼狈 却并未落入下风 这不免让他推测 才这个年龄的楚风 难不成不是宗师 而是大宗师 叶不凡笑了笑 并未正面回应 第149章 凭什么 要说拆楼哪家强 必须是宗师以上的强者对战 白家耗费不知多少心血 才建造的房子 一栋接一栋倒下 外围 神道门成员快速出现 直接对整个白家进行封锁 禁止任何外人窥探和拍照 有些东西 不应该被大众所知晓 激战 随着时间推移 渐渐平息 又是一声巨响后 楚风和白无落各自分开 楚风身上衣服早已被撕裂得 好似要饭的一样 嘴角带着鲜血 肩头上有一个血洞 腹部同样也有一个血洞 不过 此刻他眼中闪烁的是激动和爽快 真的是很久没有这样爽快的战斗过了 对面 白无落右臂早已消失 大腿更是少了很大一块肉 凄惨程度比之楚风直接翻倍 十分钟 是红色液体带来的极限 时间到 白无落身上 原本极为汹涌的气势快速下滑 且还不是落到他原本的境界就停止 而是一直下滑到暗静后期才停下 这就是白无落最开始迟疑的原因 红色液体能刺激自身潜力 短时间内带来强横无比的实力 代价就是 只要使用后 即便没死 其实也和死了差不多 实力下滑 只是一部分代价 接下来 每天还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为了斩杀楚风 白无落不计较这些 此刻 看着比自己受伤 要轻的楚风 他眼中满是不甘 他本以为 选择红色药剂 能彻底将楚风斩杀 却没想到 他比想象的强了太多太多 这都斩杀不了 那这辈子都没希望了 深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将气势提起来后 白无落挺直腰杆凝视着楚风说 小子 白家毁灭在你手上 不亏 纵然是敌人 但撇开这一因素而言 白无落也不得不打心底佩服楚风 年纪轻轻就如此强 完全不用多想 未来的神舟 必然是此人天下 白家被未来的神舟 第一所毁灭 刨除凄惨外 也算是一种荣耀 楚风劲儿不语 白无落微微沉吟后说 白家已经被你毁了 我马上也要死了 身为将死之人 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你能满足 说 饶我孙儿一命 只要你能饶了他 白家这些年所积累的 所有资产 全部送给你 白无落极为认真的说道 白家当前就只剩下 白尘这一根毒苗 在他看来 即便孙儿天资不错 但和楚风完全没可比性 如此厉害的一个人 让其不要与孙儿计较 放他一条生路 应该没任何问题 楚风微微活动手臂 笑着问 斩草除根这四个字 我想你这辈子 应该没少做吧 饶他 凭什么呢 白尘就算是 给他三十年时间 确实无法给自身 带来任何威胁 但楚风不是傻子 他无法给自身带来威胁 却不代表 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威胁 放虎归山的后果 楚风可不想面对 一个满心仇怨的敌人 最终会做出多少 丧心病狂的报复 根本就不用想 因此 即便白无落将死 也不可能饶了白尘 你非要这样 感情杀绝吗 白无落满脸痛苦的质问 呼 楚风一眨眼 就站在白无落面前 伸手掐住他脖子 将其扯到近前 声音很小的问 凭什么要给白家留活路 二十年前 你们动手针对肖家 留给肖家那些手无寸铁 只是姓肖的人 一条生路吗 今天的你 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我问你 凭什么 白无落全身一颤 双眼慢慢瞪大 此时此刻 他终于明白 楚风为何会那么强了 更知道白家这一劫 即便没发生先前那时 也逃避不了 二十年前 得知肖家神童失踪 他其实就有试想过 未来的某一天 对方会不会忽然出现 然后对当初参与了 那场屠杀的人进行报复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 加上自身实力的提升 白无落渐渐将肖家神童 忘在脑后 没想到 还真和当初试想的一样 当对方出现时 必将惊艳四方 知道了楚风身份 白无落眼中不甘彻底消散 因为他很清楚 这就是放虎归山的后果 尽管楚风当初是消失不见 但随着肖家被灭 他们也就渐渐放松警惕 不认为只是一个孩子的他 能带来多大危险 渐渐就放松追寻 现在 终究是要为当初的事付出代价 翠想回荡 白无落这个曾经的幕后参与者 喉咙直接被楚风捏断 他也是曾经参与者中 第一个死于楚风之手的幕后指使者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见楚风走来 早就被吓破胆的白晨 一边后退 一边祈求 你将我废了吧 我只要成为废人 就不会对你构成任何危险 只要你能饶我一命 为了活着 白晨甘愿成为一个废人 换成别人 楚风或许还会给一条活路 但白晨身为白家新一代年轻人 永远也不可能 几分钟后 白家大门口 早已等待的离活两人 看着一脸疲惫的楚风走出来 唉 叶不凡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知道你会将事情闹大 却没想到你会闹得这么大 你就不能低调点 这让我接下来如何收场 此时此刻的神道门门主 是真无奈 因为他很清楚 白家后方站着哪些势力 且白无落还是神道门的长老 这样就被杀了 背后那些势力知道后 少不了又要闹腾 首当其冲 必然是找他 谁要是有意见 让他来找我 我会告诉他该如何收场 说完这话后 楚风朝礼火说 安排飞机 我要回云城 走出两步 楚风像是想起了什么 脚步顿了一下后 却又没开口 一步一步走向不远处的车 本来 他是想要神道门 将白家人全部铲除 虽说 白家的舞者 全都变成了废物 但留着始终存在一定风险 可话到嘴边 楚风想了想 还是算了 现场被废的白家人 大部分都被与白无落激战所镇死 剩下那些即便没死 这辈子也要躺在床上 度过后半生 赶尽杀绝 终究还是难以狠下心来 随着楚风离开京都 一场无形的风暴 也快速在京都上空凝聚 第150章 风雨欲来山满楼 白家 不是小家族 尽管说 神道门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且还对网络也进行了监管 不让任何与白家有关的消息传播 但这些操作 只能是针对大众 京都的舞蹈家族可不少 各自都有各自获取机密的渠道和方式 双方激战动静又很大 早已引起周围一些家族的注意 不少家族都在猜测 白家这是惹到了谁 才会遭受如此惨烈的冲击 直接从一个一流家族变成小家族 这个强悍的存在 仅仅只是针对白家 还是会针对京都所有舞蹈家族 不少家族都在猜测推测 很担心类似的事也落在自家头上 京都八神山 当楚风还在前往云城的飞机上时 半山腰的梁亭三个年龄和白无落 差不多的老人相继出现 是他吗 可能是 除了他 没谁会对白家下死守 该来的 终究还是要来 一阵商议后 三人又各自分离 与此同时 京都各舞蹈家族都有人员出动 一部分是想要彻底搞清楚 白家所发生的事 一部分则是探查此次动手之人到底是谁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前往云城 神道门内 叶不凡看着一个接一个的电话 一条接一条的信息 头就像是被针刺到 疼得他眉头紧皱在一起 到最后 他直接将手机关机 并通知李火 他要闭关 任何人来了都不见 唯有这样 才能避开所有询问和探查 更深处的小院内 三个老头也聚在一起 三人都是神道门地位 与李火等人相当的长老 得知白无落被杀后 三人立马聚集到大长老这里 他们都站在大老板这一边 要不要惊动老大 将这消息告知他 一人问 一人摇摇头 说 我看还是算了 老大正在冲击大宗师 这时候受到打搅 再想冲击可就难了 另外一人点点头 说 先等等吧 老大闭关也好久了 想必要不要多久就会出关 等他出关再告知他 你们说 他到底是有多强 能直接将老六斩杀 最先开口的长老尼南道 老九他们得到这样一个助力 恐怕是真的要让神道门更名唤醒了 或许 我们也该好好想一想 要不要更改追随 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晚了可就没机会了 提议 让现场陷入沉默 云城 早就得到消息的秦燕燃 将车开到机场内等待 当见得一身狼狈 像是刚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楚风 美人双眼顿时就红了 泪水更是哗哗朝下掉 走到近前来的楚风 抬手为秦燕燃擦去面颊上泪水 笑着说 哭什么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呜呜 秦燕燃静止扑到楚风怀中 哭得更为伤心 好了好了 你要是再压着我 我可就要倒在地上了 此话 倒不是为了安慰美人 而是真实情况 一场激战 所消耗的体力 可不是一点半点 也是自身很强 才支撑到回来 换成别人 恐怕前脚才出白家大门 后脚就直接躺下 秦燕燃也明显感觉到 楚风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赶忙直起身 然后搀扶着他上车 回到山海阁 楚风将和老先前带来的药材 拿出来两种 揉在一起后 直接就塞进嘴里 我要休息几天 这几天没什么重要事 暂时不要来打搅我 扔下这句话后 楚风钻进房间 倒头就睡 此时此刻 他最想的就是 好好睡上一觉 半个小时后 得知楚风回来的和老和魏东 本想朝秦燕燃嘴里探听 楚风这次去京都 闹了多大动静 却没想成他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没办法的和老 只能联系李伙 啊 得知白无落白斩杀 白家更是在无 任何一个男武者后 和老也被惊得忍不住出声 他知道 楚风要去京都 找白无落报仇 本以为双方也就是闹一场 最终谈妥白无落 不再找人来进行报复 却没想到楚风那么狠 直接将白无落给干死 然而 这还不是最让他吃惊的 当从李伙嘴里得知 白无落即便服下神道门 特别研制的药剂 实力大幅度提升后 依旧没能打败楚风 和老愣在原地 差不多三分钟才缓过神来 待在神道门那很多年 他非常清楚 神道门这些年 被地里到底做了多少事 武道之路很难走 且还需要熬时间 为提升实力 神道门特地组建了 生物研究部 开发能刺激自身潜力 短时间提升实力的 生物药剂 只要是武者 服用生物药剂后 实力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扭转战局 初次见到楚风 和老只是感觉出 他的实力与自身相比 差不了多少 大概也就和自身相同 但现在 他知道自己 终究还是小看了 这个肖家神童 白无落很明显 不是楚风的对手 为了站到最后 才迫不得已服用生物药剂 却没想到 服用生物药剂后 他依旧不是楚风对手 和老开始暗自推测 楚风难不成不是宗师 而是大宗师 和老 咋样 一样很好奇且等待的魏东清 见何老发愣 实在忍不住了开口询问 何老缓过神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说 京都白家 没了 什么 秦燕燃下意识和魏东清对视 身为神州人 自然清楚 白家到底是怎样一个角色 本以为 双方只是激战一场 谁也奈何不了谁 完全没想到 楚风竟直接让白家消失 无形压力 开始出现在秦燕燃 和魏东清心头 两人都很清楚 这件事的发生 必将引起无数武道家族的注意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不少舞者进入云城 要么对楚风进行监视 要么就是前来试探 缓过神后 魏东清赶忙进行安排 让一些人到机场守着 只要前来的是舞者 全都拍照跟踪 搞清楚那些舞者的驻地 这样 当楚风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提供消息 考虑到这件事闹出的动静 和老巢秦燕燃说 在他恢复之前 你就不要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秦燕燃很不解地问 和老转头看向外面 语气复杂地说 风雨欲来山满楼 第151章 凝造神秘 云城 舞者不断涌入 接连得到消息的魏东清 心中担忧越来越浓 他很清楚 忽然来这么多的舞者 100%和老大有关 他非常紧张 担心这些舞者冲上山海阁 当前 楚风正在修养 没人掌控山海阁四周的阵法 仅靠和老 怕是难以抵御 殊不知 楚风赶到山海阁 就选择修养 一方面是阵法 根本就不需操控 只要有舞者敢闯入 阵法自然就会被处罚 其次 有六品宗师的和老在 来多少舞者都不怕 加上阵法的防护 除非是大宗师前来 否则不要想闯进山海阁 观察一阵子 见前来的舞者进入云城后 就各自分散 要么与一些实力弱小的舞道家族接触 要么就是入住商业大老家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环绕在山海阁下方进行监视 魏东清悬着的心 才彻底放松 前来云城的舞者 都知晓 楚风是毁灭白家之人 前来打探他具体情况 奈何 就算是神道门内 除去推测能力比较强的几人 其余也没能彻底将楚风情况搞清楚 外人更难 他就像凭空出现在云城 让进行调查的家族很疑惑 时间 缓慢流逝 一转眼就是五天 五天时间里 楚风一直都在房内沉睡 激战 损耗的不仅仅是真气 主要还是精神层次的力量 好比是一个人集中精神去做什么事 当事情做完后 就会感觉很熬累 想好好睡上一场 楚风的修行方式很特别 即便是沉睡 四周空气内游离的能量 还是不断钻进他体内 在无形的运转中转换为真气 五天里 秦燕燃一直都留在山海阁 他一次次想进房间看楚风恢复情况 却又担心打搅到他 只能忍住 这天中午 魏东清正在客厅内 汇报外界情况 楼上就传来脚步声 回头一看见楚风出来了 秦燕燃猛然起身 快步冲到楼上 休息五天 楚风脸色已恢复正常 不过整个人气质 给人感觉不像之前那么盛气凌人 看上其有些衰弱 恢复得怎么样了 秦燕燃盯着楚风尖头 知道那地方有伤 楚风拉开衣服 只见原本的血洞早已结巴 悬着的心才落下 下楼坐到沙发上后 楚风朝魏东清问 云成现在形势如何 虽没出门 但用脚趾头 他也能想象得到 云成肯定来了不少 想要打探自身信息的舞者 其中不乏未来要清理的家族 所有信息 魏东清早已整理好 得知前来的舞者 总共有一百多人 其中大概分为四十个队伍 楚风点了点头 随后朝何老说 去将外面监视那些舞者 全都给清理了 从今天起 任何只要来山海 隔四周监视的人 全部清理 毁灭白家 纯属计划之外的是 最开始 楚风的计划 是将黑龙山庄 那一批人培养起来 然后以云成为起点 带领众人朝外扩张 一步一步壮大 奈何 白无落接连报复 让其很恼火 不得不亲自出动 将白家提早毁灭 这样做 相当于打乱了计划 导致不少当初参与的家族 和势力都生出警惕 派遣人员来打探和监视 放任这些人继续打探 那么要不了多久 很多人就会推测出自身来路 为此 楚风需要制造神秘感 脚掌在人家腿上 人家想要到什么地方 这一点楚风决定不了 但只要是赶来山海隔四周 打探监视的舞者 一个他都不会放过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他要让想打探的舞者 再也不敢接近山海隔 何老当即动身出门 以他六品宗师的实力 清扫山海隔四周监视的舞者 轻松的好似喝水一样简单 不过二十分钟 何老就回到客厅 表示四周舞者已清理干净 留在山海隔这边 意义不是很大 楚风当即带着秦燕燃等人 前往黑龙山庄 五十多人熬练到现在 实力都出现了质量层次的增长 楚风准备趁着休养这几天 好好对他们进行一次熬练 随后差不多就该对云城各方势力动手了 经过这些天的练习 合击阵法众人早已融会贯通 何老很好奇 合击阵法的力度 主动和楚风提议 他愿意当小白鼠 亲自检验众人修行成功 想要合击阵法力量彻底爆发 确实需要实战锤炼 身边当前用得上的人 魏东清实力虽不弱 但对上合击阵法 必死无疑 反之是何老非常合适 楚风扬了扬下巴 何老当即进入众人中心 五十多人立马按照楚风教导的 合击之术进行攻击 激烈的争斗 看得魏东清双眼炙热 何老始终是六品宗师 实力超越五十多人太多太多 最终虽胜 却不得不对这合击阵法点头 他很清楚 等五十多人全都步入到 化境后期再施展出这合击阵法 纵然自身是六品境界 想要胜利也会极为艰难 最少会比现在还要狼狈 至于一二品的宗师 必死无疑 再次进行一番指导后 楚风叫上何老 进入不远处的凉亭 老何 我与那白无落交战时 他曾喝下一种红色液体 之后 力量出现了很大层次的暴增 那红色液体是什么 这一问 楚风其实从白家出来 见到叶不凡就想要问了 但当时精神状态不佳 且着急好回来休养 就暂时将这疑问给搁置 知晓何老在神道门多年 大概了解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神道门研发的生物药剂 何老开始给楚风进行解释 告知他神道门所研发的生物药剂 总的有三种 分别是红黄绿三个颜色 颜色不同 服用药剂后所带来的改变也不同 最基本的药剂是绿色 服用后会促使血肉会失去痛感 到最后 即便拿刀割肉 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绿色之上是红色 红色药剂则是刺激自身潜力 短时间内带来巨大力量 红色之上是黄色 黄色药剂具体有什么效果 何老说也不知道 因为即便是在神道门内 也只听说黄色药剂已研制出 却一直找人测试 就在这时 魏东清急匆匆来到凉亭外 老大 外面来了一行人 点名要找你 第152章 两大美女 谁呢 询问魏东清 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就说 只是两个美女 云成 认识的美女可没几人 对方主动找上门来 其还点出自己名字 这让楚风很好奇 与此同时 庄园门口 两个不认识身材还是脸蛋 丝毫不输秦妍然的女孩 正忐忑等待 明姐姐 你说她会见我们吗 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孩江雅 忐忑问道 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宁婉 虽满脸担忧 但还是说 有那老先生的手遇在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两人正小声交流 楚风等人 就从大门内走出来 扫了两人眼 确实是不认识 楚风眉头微皱 问道 是你们找我 从对方身上散发的气息 可以肯定也是出自五道世家 但两人实力都不是很强 还处于明镜阶段 楚大哥 正是我们找你 宁婉一脸笑意的走上前 笑容好似带着春风 下意识给人感觉到轻松和欢快 瞬间 楚风就明显感觉到 侧面有一道 目光盯着自己 他心神意警 知道这目光的主人 正是秦燕燃 虽不知道秦燕燃内心 此刻在想什么 但从落在脸色的灼热目光 楚风知道 他多半是有些吃醋了 毕竟对方的姿色比他不差 气质甚至还要强一些 同为美女 敌意无形浮现 但此时 由于不知道对方具体情况 楚风也不好多解释 他上前两步问道 美女 我们认识吗 早前不认识 但从今天起就认识了 我叫江亚 他叫宁娃 江亚自我介绍的同时 双眼不断扫射在楚风身上 想知道这年轻人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竟让那老先生极力推荐 还说 只要他能到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楚大哥 我们来自昆州 是一位老先生 让我们来找你的 请你去给我家里人进行治疗 宁娃说着 就从怀中掏出一封信 楚风伸手一抓 宁娃手中的信 就被吸扯到他手里 这封信 显然被宁娃 一直好好地贴身收着 其上还带有 微弱的体温 和淡淡的体香 但此时 楚风的注意力 可没在这上面 而是很粗暴地 将信封撕开 去看里面内容 眼底激动闪烁 直觉告诉他 对方嘴里的老先生 不出意外 可能是老头子 因为 认识的老人少之又少 知道自己在云城 且还懂得医术的人 就只有老头子 急匆匆打开信纸 看得上面字迹 楚风牙根下意识 紧咬在一起 果真 信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老头子 欠对方家里一个人情 但因当前 有事要去做 没时间耗费 这才会让宁娃 带着信钱来请他 老头子还在信中告知 宁家当前形势 不是很好 帮其家里人治好病后 顺道帮忙 解决面临的危机 一直在寻找 老头子的动向 没想到还没探查到 他却差人主动找上门来 深深吸了一口气 将心头激动给压下去后 楚风朝宁娃 问到你们嘴里的老先生呢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还在昆州吗 宁娃摇了摇头 说老先生一个月前 就已经离开了 我们半个月前来到云城 费了不少劲才找到落架 得知你早已不在落架 之后又各种寻找 一直到昨天 才知道你住在山海阁 但我们今早赶去时 门口的守卫说 你已经离开 这才找到这里来 一个月前 老头子还出现在昆州 说明情况还算好 楚风最担心的是 老头子下山那么久 一直没消息 可能已经死了 人只要还活着 那所有的担忧 也就消散了 不过楚风还是担心 老头子的身体状况 沉住气问 那老先生的身体情况 看上去可还好 宁娃想了想 说除了时不时的 会咳嗽几声 其他一切都好 状况与这些年 在山上差不多 楚风一直悬着的心 彻彻底底落下 对了楚大哥 老先生还交代说 让你不要费力找他 你不可能找到他 他也不会听你的劝 让你将自己的事情 做好就行 宁娃忽然开口 师父 你到底要搞什么 楚风疑惑了 实在不懂老头子 下山来要做什么 为何不准寻找他 搞得师徒 像是分裂了一样 尽管如此 但知晓老头子 当前没什么事 楚风也就没多想 更多细节 还需要详聊 才能搞清楚 他当即邀请 两人进入山庄 准备问问老头子 为何会出现在昆州 期间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秦彦然一直跟随在 楚风身边 好似要告知宁娃 这个男人名花有主 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想法 宁娃没察觉到 反倒是江雅看出不对 只要视线和秦彦然交汇在一起 他鼻中就会带有一声低哼 对此 楚风只能是装作没看见 朝宁娃各种询问了解情况 随着宁娃的讲述 大概情况渐渐浮现于楚风内心 老头子一个多月前 忽然出现在宁家附近 当时宁娃正好出门 见老头子一身衣服破破烂烂 误以为是孤苦伶仃的老人 心底善良的他 当即将老头子引进宁家 不仅好久好才招待 还找裁缝为老头子量身 老头子得知宁娃的家里人得了重病 当即就说认识一个人可以治疗 宁家人刚开始还不信 而当时正好有一个宁家的敌对家族 上门找麻烦 就在宁家荒城一团不知所措时 老头子只是一声低喝 就将敌对家族吓得落荒而逃 经此一事 宁家人这才意识到 被宁娃引进家门的老人 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高人 在对方的推荐下 宁娃才会叫上闺蜜前来云城寻找楚风 老头子交代的是 楚风不可能不去做 其次 尽管老头子特意交代不要找他 但脚掌在自己身上 说不要找就真不找 云城这边 暂时没什么重要事需要处理 队伍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 期间正好去将老头子交代的是办好 各种思索后 楚风决定当即动身前往昆州 见状 秦嫣然忍不住问 你一个人和他们去 瞬间 楚风就为难了 第153章 找抽的女人 从小就较为孤僻的生活 让楚风习惯了独来独往 此次前往昆州给宁沃尔的家人治病 她本意是自己去就行 一个人 行动更方便 但直觉告诉她 秦嫣然恐怕不放心 毕竟同行的可是两个姿色丝毫不比她差的大美女 刚刚才见面她就产生敌意 摆明不会让自己与之单独相处 对此 楚风其实很想告知秦嫣然 大可不必 自身又不是采花大盗 见一个拿下一个 两人尽管长得不赖 但不是自己的菜 面对美人的凝视 楚风只能回道 你要是不去 那我就一个人去 你要是想去 那就我们去 美人要是想去而不给去 摆明心中有鬼 楚风干脆就坦然而行 顺其自然 具体是去还是不去 让美人自己决定 秦嫣然也很为难 正如楚风所想 见两个美女前来找 她本能的不太喜欢 内心甚至出现 楚风被抢走的担忧 为何会这样 秦嫣然自己也不知道 对于此次远行 她本意是很想一同前往 却又有些放不下 天美集团的事物 最近几天都待在山海阁 尽管也处理了一些 天美集团的事物 但操作起来 还是美本人 亲自到集团里更方便 此次出动距离更远 且什么时候能回来 难以确定 更要命的是 楚风计划立马就动身 根本没时间 好好去安排 天美集团的各种事 后方 宁婉和江雅安静看着 宁婉心思比较单纯到 没察觉到不对 只以为是两人难以分别 江雅则一脸的好奇 她倒想看看 这女人最终会如何选择 同时 她内心还有一股怨气 当自己两人是什么人了 当你的男人是香波波 天下的女人见到就会喜欢 就会爱上 这一刻 她真的很想告诉秦嫣然 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 即便是楚风对自己两人感兴趣 也要看自己两人看不看得上她才是 追求者中 比她长得帅的人 多得用公交车都装不下 她实在不明白 秦嫣然有必要盯这么紧吗 身为女人 如若对身边的男人都不放心 担心对方移情别恋 那就真该好好反思自身 因为 唯有做好自己 才能让男人对自身恋恋不舍 算了 我还是不去了 秦嫣然最终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秦嫁因归缩 很多产业都放弃了 当前搞得最好的 就是天美集团 她不想因为外出 导致出了事 不能及时解决 而影响到后期发展 其次她也清楚 手中的沙卧的太紧 只会流失得更快 楚风 可不是一般男人 一方面 她有自身的原则 不会说 因为宁娃 两人长得漂亮 就对对方有想法 再者 秦嫣然深知有实力的男人 身边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女人 即便事实还没发生 但她能想象到 未来楚风 必然还会遇到 比自己更漂亮 更有实力的女人 无法霸占 那就不要妄想独占 珍惜当下就好 思想一通 秦嫣然心情也顿时就舒畅起来 笑着说 或者你先去 我这边要是没什么事 也可以过去找你 楚风心弦一松 点了点头说 我也会尽快回来 让一切计划回归正轨 事不宜迟 动身只在即刻 但走之前 还有一些是需要交代 楚风先交代魏东清 对五十多人的训练不能停止 一方面是修行 另外一方面 则是合击阵法的磨练 至于何老 楚风交给他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当作 五十多人的磨刀石 其次则是成为 秦嫣然的私人保镖 保护他 不被前来云城的舞者打搅 因为楚风能预料到 前来云城的舞者 调查不到什么 有用的线索后 多半会将主意 打到秦嫣然身上 他自己在 那些舞者不敢有什么动作 可要是发现自己 不在云城 必然会找上他 威逼或者是利诱 想办法从他嘴里 套出更多信息 毕竟自身与他接触很深 这情况 云城大多数人都知道 一切交代好 楚风当即和宁婉 两人坐车前往机场 刚上车走出没多远 江雅就说 楚大哥 你女朋友对你 还真是不放心啊 我们才刚到 就以为我们 对你有想法似的 表现出不弱的敌意 这种女人 以后怎么过日子 岂不是要你一个 异性朋友都没有 正闭眼思索的楚风 听到这话睁开眼 冰冷目光 骤然就凝聚在江雅脸上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燕燃怎么做 那是他的事 你有什么资格评投论足 我警告你 我要是再听到你讨论他 小心我 让你变成哑巴 一辈子都别想再说一句话 车内气氛骤然冰冷 江雅被楚风赤得面红耳赤 眼中满是不甘和恼怒 身为江家的大小姐 何曾被人这般说过 江雅越想越气 搞不懂不就是闲聊一下 有必要生气吗 看出情况不对 不想出什么意外的宁碗 赶忙伸手捏了捏闺蜜的手 递给他一个 不要生气的眼神后 朝楚风笑着说 楚大哥 小雅其实没什么坏心 只是喜欢念叨 你别往心里去 他不会再说什么了 楚风微微点头 随后闭上眼继续思索 江雅恼怒的目光 集中在楚风脸上 牙根紧紧咬着 要不是考虑到闹起来 会让楚风改变主意 不去昆州 他真要和楚风 好好理论一番 当今时代 言论自由 别人一样可以说自己 自己为何 就不可以说别人 不就随便念叨两句吗 就要将自己变成哑巴 他很想问问楚风 也不到昆州 打听打听江家的地位如何 敢将自己弄成哑巴 怕是活腻了 宁碗深知闺蜜的脾气和心性 很不想闹出不愉快的他 赶忙退了退怒火中烧的江雅 用祈求的眼神 让他不要再盯着楚风看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 可以给家里人进行治疗的人 他真不想出现意外 看在宁碗的面子上 江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怒火给压下去 此时 他在心中提醒自己 这次就算了 再有下次 等宁碗家中的事情处理完 绝对要让楚风好看 殊不知 楚风此时尽管闭着眼 却清晰知晓一切 他的心中浮现两个字 找抽 第154章 事实证明一切 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一直以来 楚风都不太会针对 也正是因为这样 白家之前才没有被全员涂灭 因此一阵犹豫后 楚风还是放弃收拾这个 自以为是的女人 不过 她也给自己留了底线 再有下次 绝对会让她知道 有本事 就用自己的能力说话 而不是仗着家里有点实力 就肆无忌惮 由于车上的矛盾 之后前往昆州的路上 江雅和楚风都没再说一句话 倒是宁瓦为了不让气氛太冷 不断找话题闲聊 聊着聊着 宁瓦忽然说起 最近发生的大事 京都白家被图 感叹说 听说 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简直太狠心了 江雅不搭理楚风 但却一直都会回应宁瓦 不由说道 宁姐姐 这算什么狠心 这次是真男人知道不 当今世道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你又不是不知道 白家仗着有一个在神道门的长老 这些年有多嚣张 不说远在京都的白家 就昆州这边 我们众所周知的胡家和刘家 不就因为仗着有白家在背后撑腰 做了多少坏事 灭了多少家族 让多少人无路可走 对方一个人 不仅仅强闯白家 还将白家舞者全都废了 事后还没被神道门针对 这种男人 才是我江雅的梦中男神 我一定要查清楚 这人是谁 只要年龄没超过四十岁 我都要想办法将他拿下 即便不能拿下 知公苏一宿 我也心满意足了 宁吾尔满脸震惊 朝江雅说 小雅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我记得 你不是这么随便的人啊 就因为对方很厉害 甘愿将身体给陷出去 这一刻 宁吾尔实在难以理解 好姐妹心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江雅哼了一声 反驳道 宁姐姐 你懂什么 我这是为了借机生诞 你也知道 一个舞者的天资 其实和基因也有很大的关系 基因要是好了 舞蹈之路就会走得非常顺畅 那人不用想也知道 天资绝对非同一般 只要能得到他那东西 怀上他的孩子 不论是对家族 还是对我的未来 都有难以想象的好处 宁吾尔直摇头 丁点不赞同这里念 江雅则一个劲发表自己的想法 殊不知 稍稍走在后方的处风 其实就是他心目中的男神 就是他甘愿献出身体的男人 车上所发生的不愉快 注定此事永远也不可能发生 闲扯中 不由聊到了舞蹈 宁吾尔忽然转头看着楚风 好奇问 楚大哥 你什么境界啊 先前在黑龙山庄 他看出 不论是魏东青还是何老 对其都非常的尊敬 自身境界虽不是很高 但凭借经验和直觉 宁吾尔感觉得出来 魏东青大概是和父亲一样 也是一个化境强者 至于何老 似乎比魏东青还要强 这两人都对楚风那么尊敬 再加上到云州打探到的消息 他觉得楚风的武道修为 应该不弱 而且 那老先生在宁家推荐楚风时 还说了一句 他很强 强到难以让人想象 老头子在宁家人眼中 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的高人了 能被他这样推荐的人 必然不简单 因此 他非常好奇 楚风到底多强 楚风勉强一笑 说 贸然打探别人的境界 可不礼貌 宁吾尔尴尬一笑 明白楚风不是很想谈论这话题 也就很识趣的 没再多问 走在前方的江雅 嘴角一扯 白眼上翻 心想这么年轻 能强到哪里 至多也就是个暗静 不好意思说 就不好意思说 非要说什么 打探别人的境界不礼貌 因为楚风就在后方 江雅就没将心中这些不爽给说出来 准备等回头楚风不在 再和宁吾尔说 从卯州到昆州 要横跨整个京都 因此耗时不少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 三人才在昆州落地 宁家并非是在昆州主城 而是在昆州下方叫海城的地方 因此还需要再有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宁家 早就得到消息的宁家 派了一辆车前来接 行至中途 车子忽然发出警报 小张 怎么了 宁吾尔焦急问 车子 好像出问题了 小张回应 宁吾尔看了眼外面 说 前面正好有空地 开下去看看 大晚上的停路上不安全 小张当即将车驶离主路 停到宁吾尔所说的空地上 打开引擎盖检查后 小张说 小姐 有个不见坏了 我这就联系人 再拍一辆车过来接你们 顺道带不见来更换 需要你们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虽归心似箭 但遇到这种意外 宁吾尔倒也没说什么 点点头 让小张赶快去联系人 小张应声后 拿着电话就走向远处 下车来的楚风 凝视着他背影 忍不住轻笑了一下 宁吾尔一直都有分出 一部分注意力在楚风身上 毕竟他当前可是宁家的希望 可不想有什么地方 让他不舒服 听到轻笑 误以为楚风不开心的他当即问 楚大哥 怎么了 楚风收回目光 说你家这个司机 有问题 宁吾尔一愣 跟着就说 不可能 小张已经在我们家六七年了 一直做事都很认真 怎么会有问题呢 有些话 说了不会有人听 事实 自然会证明一切 楚风淡然的说 有没有问题 很快就会知道了 车上 听得两人交流的江雅 再次翻了个白眼 觉得楚风就是在装十三 初次见小张 话都没说上一句 就判定人家有问题 特别是想起白天的事 江雅就是一阵脑 准许他评价别人 就不允许别人凭借他的女友 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如此不要脸之人 宁吾尔看着正在不远处打电话的小张 秀眉紧皱 尽管他很愿意相信对方 奈何想法绝非自身 想控制就能控制 楚风的提醒 让其不想怀疑都不行 转眼十分钟过去 三辆车忽然驶入空地 来得这么快 宁吾尔正要上前去看 见得从车上下来的人 翘脸就骤然一遍 他没想到 真被楚风给说中了 第155章 有本事 你弄死我呀 小张 缓过神的宁吾尔 下意识转头看向后方 他是真没想到 在宁家六七年的小张 真做出了背叛宁家的事 先前楚风说的时候 他还只是怀疑 却没想到 真被楚风给说中了 小张快不绕开几人跑到对面 满脸惭愧地说 小姐 对不起 不是我想这样做 因为我要是这样做 我的家里人就完了 解释完 小张就朝来到身边的年轻人说 陆绍 你交代我的事 我都办好了 可以放过我的家人了吧 很好 做得很不错 陆绍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递给后方下属一个眼神 那下属立马就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让电话那头将人放了 得知老婆孩子终于安全 小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但下一秒 他脸色就骤然一变 逐渐瞪大的眼睛 低头看向心口 一把极为精致的匕首 正缓缓从其心口内抽出来 陆绍 为什么 小张亮枪后退两步后 跪在地上 满脸不甘地看着陆绍 为什么 陆绍一边掏出白手帕 擦拭匕首上的血 一边说 这事很不光彩 唯有死人 才能保守秘密 基于宁瓦多年 且陆架 这正好在针对宁家 不过暂时还没达到冰刃相间的地步 未给宁家只要混乱 同时也为了完成梦想 陆绍才设计这一出 生命力正流失的小张 转头看向对面的宁瓦 眼中满是后悔 早知道是这下场 即便被用家里人要挟 他也不会这样做 宁瓦神情复杂 当知道小张背叛 将陆绍引到这里来 他确实很生气和伤心 然而 当知道小张这样做 是因为家里人被陆尘所绑架 胁迫之下才不得已而为之 他对小张的怨气也就消散了 每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刻 为了家人安全的背叛 能理解 小张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生机 缓过神爱的宁瓦 起得呼吸急促 他上前一步 盯着陆尘呵斥道 陆少爷 我没想到你的身份 竟还做得出这种事 你就不怕传出去 让海城人笑话吗 陆尘不懈狂笑 弹开双手说 传出去 你觉得我今日敢计划这一切 可能让这事传出去吗 宁瓦 今晚你就是我身下惨叫的小马 这一幕 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 你也等了好几年了吧 你无耻 宁瓦被说得欲全紧捏 很强硬地回道 你要是敢伤害我 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你 陆尘得意一笑 说 放心 你家里人不会知道的 嗯 陆尘眉头一扬 一愣后 双眼放光 盯着从车上下来的江亚 江美女也在啊 真是老天助我 江美女 不瞒你说 你同样也在我陆尘的吃手名单上 原本计划等 江宁瓦吃了 再去吃你的 却没想到你 主动送上门来 如此甚好 今晚我就来一个一键双雕 江亚俏脸早已没了血色 当陆尘出现时 他就知道 接下来将发生些什么事 对方敢如此计划 说明早就将一切情况处理好 就比如 刚刚想用手机发消息 给家里人求援 才发现手机早就没了信号 陆尘在海城的名声可不好 仗着背后的陆家 是海城实力不弱的五道家族 这些年没少伤害海城出名的美女 很多美女在被他伤害后 要么失踪不见 要么就是 对此时漠不作声 尽管有时也会传出一些绯闻 但很快 就被陆家强势镇压消除 此刻 江亚很后悔 后悔和宁瓦一同去云城 因为不这样的话 今晚这些事就不可能发生 陆尘 我告诉你 我早就发消息 给我爸了 他正带人前来 你要是敢伤害我 我爸绝对要你陪葬 此时此刻 宁瓦除了用嘴反击 其他真没办法 陆尘眉头一皱 随后嘲笑道 你哄谁呢 我车上早就带了信号屏蔽器 方圆一公里都没信号 你怎么发消息 你不信 宁瓦将手机拿了出来 对准陆尘 说 早就在车出问题时 我就意识到 小张有问题 就悄悄给我爸发了消息 不信你自己看看 由于楚风的不同 外加小张一直站在远处打电话 宁瓦确实感觉到了不对 因此 他暗中发消息给在家中的父亲 询问家里 又没有派车前来 奈何一直没回应 但此时此刻 为了唬住陆尘并拖延时间 他只能装作 早已和父亲联系上 你 陆尘满脸慌张 同时有些气急败坏 见状 宁瓦露出得意 说 陆尘 你最好现在立马滚蛋 否则等我爸来了 绝对要你命 哈哈 原本一脸慌张的陆尘 忽然放声大笑 搞得宁瓦一正 不明白他怎么忽然 又嚣张起来了 小尿 喝我逗 你还那了知道不 你老爹今天只要赶来 我绝对要他有来无回 你真以为我没防备这一招吗 狂妄说完 陆尘拍了拍手 车上就下来一个身穿不衣的中年男子 身上散发着很强的气势 看到没有 我陆家花 高价请来的强者 半步宗师 你那老爹在半步宗师面前 算得了什么 来了正好 将你老爹处理了 陆家也可以朝宁家动手了 宁瓦俏丽彻底煞白 忽然后悔发消息给父亲宁染风 本以为 能让父亲前来救援 却没想到 是将父亲拉进陷阱内 同时 宁瓦也反应过来 陆尘从始至终 恐怕就是这样设计的 先将自己给拿下 之后利用自己将父亲给引出来 让请来的强者将父亲斩杀 宁家没了父亲支撑 面对陆家的冲击 只有失败 可可可 就在这个时候 楚风忽然咳出声 他上前走到宁瓦身边 笑呵呵地说 精彩 实在是精彩 你这脑子 不拿去做大事 而是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真是浪费了 陆尘脸一垮 盯着楚风质问道 小子 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情报里 可没这人 楚风咧嘴一笑 很牵奏地说 你管我哪里冒出来的 有本事 你来弄死我呀 第156章 送他归西 遭受挑衅 地位越高之人 越难接受 看着一脸欠揍的楚风 陆尘冷哼一声 回道 你不要急 今晚除了这两个美女 其余无关人等 全都要死 很快就会轮到你 不过 你要是着急着死 我也可以先送你走 话落 他一挥手 从陆家带来的舞者 就快速上前 将三人围住 楚大哥 怎么办 彻底失去方向的宁瓦急了 将唯一的希望 寄托在楚风身上 一方面 早就听说他不简单 另外一方面 自身一方就三人 宁瓦很清楚 自己和闺蜜 完全就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反之是楚风 因为一直不知道他具体实力 可能还有希望 不用急 半步宗师而已 算个球 什么 惊呼从陆尘嘴里冒出 他呆愣地盯着楚风 反问道 半步宗师算个球 小子 你傻逼吧 半步宗师是什么级别的舞者 你不知道吗 楚风不屑地笑了笑 说 我不需要知道 我只知道 半步宗师球都算不上 哼 陆恨从后方想起 中年男子走了上来 双目阴沉地盯着楚风呵斥道 年轻人 说话不要那么狂 对此 楚风很平静地回道 狂还是不狂 你上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遭受挑衅 中年男子可忍不了 下意识看向陆尘 拿钱办事 自己始终是对方请来的 杀还是不杀 得看对方意思 无关人员 死 陆尘恶狠狠地开口 得到指示的中年男子 当即跨步走向楚风 身上半步宗师的气势全面调动 压迫在他身上 紧挨着楚风的宁娃 遭受气势压迫 猴头一动 全身控制不住地颤抖 但这感觉 只是一瞬间就消失不见 就在他好奇 怎么会这样时 楚风已朝前走出 走到双方中间的男子 见对方在自己的气势压迫下 竟还能走动 心头顿时就浮现不好的感觉 然而 不等他有任何反应 眼前就骤然一花 原本还在机里外的楚风 竟站在了跟前 半步宗师 很厉害吗 楚风淡然地呢喃着 手就落在男子肩头上 男子本能想必 奈何身体四周的空间 就像是凝固了一样 钉点动弹不得 下一秒 男子就绝望了 此刻 他终于明白 对方刚刚可没说狂言 半步宗师在其面前 真的是求得算不上 后悔 无用 被楚风急速所震慑的陆臣等人 回神来正好看到 引以为傲的帮手 直挺挺地朝后倒在地上 看得从男子眼睛 以及耳朵内流出鲜血 现场人都知道 他死了 堂堂半步宗师 仅仅只是被楚风 将手搭在肩膀上 挣扎都没挣扎 一下就直接死了 无形恐惧 快速从陆臣 以及陆家舞者心肩滋生 宁瓦和江亚 同样呆置在原地 前前 两人都真以为 楚风是为了不让现场气氛 那么紧张 才会那么说 没想到 他真具备 不将半步宗师 给放在眼底的实力 撤 靠山被顺杀 双腿早就在打战的陆臣 毫不犹豫 转身就想要逃 怎么 这就走了 楚风很平静的话 像一只无形的手 在地面上抓住陆臣的脚 让他钉点抬不起来 很清楚逃不了的陆臣 思绪一转回头来 弯着腰巢楚风说 大哥 是我有眼不识珠 还请大哥能放我一条生路 只要大哥能放我一条生路 大哥有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满足 局势转变得太快 宁瓦尔和江雅完全没料到 本以为的死局竟如此轻松 就被楚风扭转 如何处置他 你说了算 听了询问 宁瓦尔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依旧还是有些呆愣地问 楚大哥 你是在问我吗 楚风翻了个白眼 嘀咕道 我和他又不认识 不问你问谁 你要觉得他还有用 就留他一命 要是无用 就送他归西 听到这话的陆臣 额头上全是冷汗 他艰难地吞咽喉咙 眼巴巴地看着宁瓦尔说 宁小姐 我知道错了 我被猪油蒙了心 饶我一命 我保证今后都不会这样了 回去后 我立马就和我爸说 从今以后 我们两家不再敌对 陆家将永远是您家 最忠诚的合作伙伴 为了活命 陆臣只能找着宁瓦尔的需求说 彻底回神的宁瓦 确定此时此刻不是做梦后 冷哼一声反驳道 你陆家就没个好人 你的话 能信吗 扑通 陆臣直接跪在地上 于太诚恳地说 宁小姐 我陆臣要是有一句假话 生儿子没屁眼 对于这些无用的话语 宁瓦尔自然忽略 他的视线 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小张 他明明都按照陆臣的要求 做了 却还是被陆臣无情杀害 再想到陆臣这些年犯下的恶举 宁瓦尔心中就生起一股怒火 曹楚风说 楚大哥 这种祸害 留着只会给更多人带来伤害 什么意思 不言而喻 宁姐 江雅急忙冲上来 一脸紧张地说 陆臣可是陆家的大少爷 杀了他陆家 怕是要追查到底啊 宁瓦尔用很奇怪的眼神盯着江雅 反问道 小雅 他先前可是想连你也想一起收拾 你现在还为他求情 不是 我不是要为他求情 江雅赶忙解释道 他做这件事 他家里人肯定知道 他要是死了 他家里人很容易就能想到 和你家有关 到时 你们两家可能会立马就撕破脸皮 得知闺蜜是这样考虑 宁瓦尔脸色这才好转一些 跟着就说 不怕 半部宗师都能被楚风一巴掌拍死 那么说明 他最少也是一个宗师 且还是一个很强的宗师 陆家虽然也有一个宗师 但宁瓦尔早就听父亲说过 陆家的宗师不算是真正的宗师 只是比半部宗师还要强一点 但没真正的宗师厉害 且还有伤在身 不是很方便动手 否则早就将宁家给灭了 现在 自己这边有楚风在 宁瓦尔很清楚 唯有楚风动手杀了陆臣 他才会彻底和陆家站在对立面 陆家即便知道真相找到宁家 楚风也会帮忙解决危机 因此 他态度坚决地说 杀送他归西 第157章 高傲女低头 不 不要 我不想死 陆臣尖叫嘶吼 完全没想到 看上去极为可爱的宁瓦 却如此果断 江雅还想说什么 但楚风根本就不给他开口机会 脚尖一提 地上一块弹珠大小的石头 就将陆臣喉咙洞穿 陆臣瞪大双眼 双手死死捂着脖子 鲜血从指缝中涌出 后方 陆家打手彻底慌了 一个个朝外跑 但楚风不会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立马就追上去 将全部人解决 现场很快就安静下来 宁瓦尔看着死在地上的陆臣 脸色不是很好 眼中更是有惊慌闪过 刚刚 因怒意上头 他确实很想将陆臣给弄死 但现在随着事情结束 内心此时不由得有些后怕 身为宁家大小间 尽管也踏上五道之路 但其实就和玩一样 根本没与人动过手 更别说是杀人 或者是看着活生生的人 在眼前被杀 心中虽后怕 但宁瓦尔很清楚 今天陆臣要是不死 必然会给家族带来更大麻烦 其次 陆臣最开始可没想得放过他们 想到这些后 内心也就平衡了一些 朝楚风问 楚大哥 这些尸体要怎么处理 幻城是在云城 自然是会有人来收尸 但这里是昆州 楚风想了想说 你们先上车 我处理 两女上车后 楚风将尸体全部塞到一辆车内 同时从车的油箱内 将油搞出来 直接一把火点燃 这期间 江亚和宁瓦尔 正在车上小声低语 宁姐 她到底什么来路呀 怎么会那么厉害 宁姐 我先前说的那些话 她会不会因此而讨厌我 记恨我呀 宁姐 回头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说好话 我之前说那些话 都是无心的 你也知道我的性格 见识到楚风的不一般 江亚悔不当初 她是真没想到 楚风扮猪吃老虎 如此年轻却那么厉害 她很清楚 江家要是也能得到楚的支持 必然很快就能站起来 一时间她很后悔 白天在机场说了那些话 虽说楚风没表现出 很讨厌自己的样子 但这期间 都没和自己说过一句话 也不正眼看自己 明显对自己有意见 为了缓和与楚风的关系 江亚只能寄希望于宁瓦 楚风所展现出的强悍 同样也给宁瓦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回神后 她说 小亚 你说的是我会帮你 但最终 结果如何 这我就不能保证了 这一路你也看得出来 她对你的态度明显很不好 江亚无奈一笑 说 没事 顺其自然吧 我也认识到了错误 我现在也很后悔先前那样 但这个世界上没后悔要不是 娃儿 车外忽然传来一声粗广的喊声 宁瓦面色一喜 赶忙下车 朝不远处正满脸着急的宁瓦喊道 爸 我在这里 宁瓦快步冲上来 上下一扫见女儿 没受到什么伤害后 悬着的心这才落下 扫见地上鲜血 她又着急问 这是怎么回事 宁瓦抬头看向山林更深处 那里正冒着熊熊火光 就将先前所发生的事 全都给说出来 得知小张叛变 将陆辰给引到这里来 宁染风气的拳头紧紧捏起 但紧跟着听到 就在女儿绝望时刻 前去邀请的楚风出手 一巴掌将陆辰请的半部宗师给拍死后 她惊得双眼瞪老大 能一巴掌 就将半部宗师给拍死 除了宗师 不会是其他 他人呢 缓过神的宁染风着急询问 在那边处理陆辰等人的尸体 宁染风立马就朝火光涌动的地方冲去 楚风此时正安静 站在距离火团十米远的地方 防止火势太大 引燃四周树木 听的脚步声 他回头扫了一眼 楚大师 您好 我是娃儿的父亲 宁染风快步上前来 半弯着腰满脸 感激答谢道 楚大师 要不是您出手相救 我儿可就没了 您是我您家的恩人 答谢的话 楚风没心思多听 扬手打断宁染风后 他很平静地说 不用谢我 是他的善举得到了回报 宁染要是不善良 见到老头子很落魄的样子 将其带回您家招待 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至于所谓的答谢 钱不需要 帮助更是不需要 自然也就不需要多聊 是是是 宁染风客气点头 心中震惊 早已达到顶峰 他完全没想到 实力那么强悍的楚风 竟如此年轻 与此同时 一个念想也忽然浮现于心头 让他暗想等回头 一定要和女儿好好聊聊 由于楚风不说话 宁染风暂时还不了解他习性 不知他是否喜欢多说话 也就选择沉默观望 半小时后 见伙势渐渐减弱 不会将四周的树木给引燃 楚风当即转身 带着宁染风回到车旁 现场 还需要处理 宁染风就将开来的车钥匙 拿给宁婉 让齐先带着楚风两人去宁家 他要留在这里等宁家护卫过来 彻底毁尸灭迹 当前 他暂时还不想宁家和陆家彻底干起来 因此 需要制造陆成失踪的假象 拖延时间 不经理现场 陆家人找到这里 见儿子被杀 必然会立马报复 宁婉明白 父亲要做什么 并未多说 带着楚风两人 就继续上路 车上 江亚迟一再三后 鼓起勇气朝楚风说 楚大哥 对不起 为了家族 也为了自己的未来 平日很高傲的江亚 不得不低头 楚风有些诧异的看着他 问道 你又没错 和我道歉做什么 江亚一脸不好意思 小声解释说 白天 我确实不该评论的 楚大哥 打住 楚风阻拦了江亚 很无所谓的说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我也没放在心上 你也不需要 为此有什么想法 对方孤傲了一天 早不道歉 偏偏这时候道歉 因为什么楚风 岂能不知 白天的事 他早就没放在心上 但对江亚的印象 坏了 就是彻底坏了 不计较 也不会多搭理 更不会因为道歉 就会改变该有的态度 江亚面上虽满是笑容 内心却很苦涩 一定要改变 江亚眼神忽然变得坚定 内心出现一个 极为疯狂的想法 第158章 现身致歉 海城宁家 宁家人 早已等在大门口 三人走后 宁染风就打回来电话 交代家里人 务必要以最高规格 接待楚风 特地交代 不要看他年轻 他绝对是解决宁家危机 辅助宁家 登顶海城第一的关键因素 因此 三人才刚下车 宁瓦尔的二叔 宁染成就 立马带着人快步上来 客气问道 瓦尔 这就是楚大师吧 宁瓦尔点头后 宁染成很热情地说 楚大师 快 请进 走出两步后 他朝管家老张 也就是小张的父亲说 老张 通知厨房上菜 此时的老张还不知道 儿子已经遇害 刚刚没见到儿子下车 他想着 应该是与家主在一起 得到指示 老张立马小跑着去通知 将楚风引进宁家客厅后 宁染成赶忙 将早就准备好的茶水送上 楚大哥 你有什么需求 也可以和我说 宁瓦尔也开口 因为他也收到宁染峰发来的消息 告知年轻人之间比较好交流 让他一定要将楚风给招待好 而他二叔始终年龄大 可能存在考虑不全面的地方 没什么需求 楚风笑了笑 接着说 一切自然就好 不用因为我是客人就特意对待 这样反而让我感觉不自在 听到这话的宁染成心头一松 他就担心 遇上那种 仗着自己是客人 就各种无理之人 那样招待起来会很头疼 反观楚风 很活络 也很较交流 宁瓦尔飞飞的笑了笑 正好老张带着人送菜上来 当即招呼吃饭 吃完饭 宁瓦尔递给二叔一个眼神 让其自己去忙 楚风这边他会招呼好 就带着楚风前往早就安排好的住处 宁家在海城实力不弱 有好几栋房屋 此次特地将其中一栋二层的小洋楼打扫干净 给楚风居住 进屋坐下后 楚风好奇问 瓦尔 你家里谁需要进行治疗 做事 他一直都习惯快速解决 选择到昆州来 给宁家解决问题并非是最主要的事 最主要的事还是寻找老头子踪迹 才过去一个多月 越早进行追查 越能得到想要的信息 我母亲 还有我妹妹 他们 宁瓦尔开始诉说具体情况 其母亲与妹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三年前的同一天内忽然就昏倒 自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像个植物人躺在床上 靠医疗设备维持生计 这三年 宁家找了不少名医前来查看和治疗 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病因 病因都查不出来 自然也就没办法对症下药 听完大概的情况后 楚风问 他们在什么地方吗 反正也没什么事 他想先看看具体情况 需要些什么也就好提前准备 不在这里 被安置在更远的山里疗养 今天时间晚了 等明天我们再一起过去 对此 楚风倒也没什么意见 点点头同意 这时 一直安静坐在旁边的江雅忽然说 宁姐 我今晚就不回去了 我已经和我爸妈说了 两人从小关系就很好 江雅没少住宁家 宁婉点点头 并未多想什么 左右无视 楚风又问起了先前的陆陈 以及背后陆家的情况 海城 大小和云城差不多 有人的地方 就有势力和武道家族 后期想要寻找老头子的踪迹 楚风很清楚 单靠自身艺人很困难 准备先将海城的各方势力了解清楚 等宁家的事情解决后 直接找到海城最强的势力 让对方调动人马 帮忙寻找 宁婉其实早就想要和楚风聊一聊当前的敌对家族陆家 因为陆家不确定 什么时候就会上门来找麻烦 见楚风主动问起 当即认真讲述 期间 江雅也不时插嘴 发表自己的意见 以此表明存在感 陆家的老爷子 虽然不是正常突破 进入宗师境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带了宗师两个字 终归不一样 拿到昆州主区 以另类方式 跨入宗师境界的他 确实算不上什么 但在海城这种小地方 也算是一位大佬 因此 陆家在海城 算是五道家族中的第一家族 宁家实力自然没陆家强 但却是陆家之下 实力最强的家族 陆家一直针对宁家 就是为了打压 阻拦其发展 防止有一天 宁家超越陆家 江家也是五道家族 但等级比宁家又低一级 除去五道家族以外的势力呢 楚风继续问 宁婉继续描述 海城除了五道家族以外的势力 就只有一家 叫天龙会 天龙会掌控着整个海城 所有的地下资源 也是海城唯一 能和陆家正面抗衡的势力 不过双方关系很好 这也是陆臣一直以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原因 听完这些信息后 楚风就有些疑惑了 说陆家既然如此强 拿下宁家不是很轻松吗 具备这么强悍的力量 陆臣却需要绑架小张的家人要挟 配合他擒拿宁婉 甚至还计划用宁婉要挟宁家 宁婉对此解释道 因为我家有一件东西 这东西能威胁到陆臣的爷爷 一直让其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 得知这情况 楚风点点头表示理解 远古时代 确实有遗留下来一些具备攻击性的武器 不过到如今 这类武器早已成为稀缺之物 只存在于传说中 武者 实力越高越怕死 陆臣爷爷身为陆家的顶梁柱 强势动手 被宁家所掌握的杀器斩杀 明显得不偿失 虽然很好奇 宁婉儿嘴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能给多强的武者带来威胁 但涉及到宁家秘密 楚风也不好多问 考虑到基本上一天都在活动 宁婉儿也不好过多打搅楚风 就起身说 楚大哥 时间也不早了 你早先休息 成 楚风点点头 宁婉儿当即拉着江雅 一同前往他居住的屋子 以往 两人都是睡一个房间 但刚到屋里 江雅就和宁婉儿说 宁姐 今晚我就不和你睡一起了 你明天还有事 给你一个人好好休息 隔壁房间布置出来 一直是留给江雅的 宁婉儿点点头同意 进入房间后 江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之后拿上真丝睡衣 进入浴室洗澡 洗完澡出来后 江雅走到镜子前 仔细看了看自己完美的身躯 之后悄悄打开门下楼 直奔楚风锁在小楼 今夜 他要现身致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